第一章被丧失坑了年六月 众花国前进公社 沈家村 义农护家 沈朝延一脸生无可恋的躺在木板床上 双眼呆滞 盯着头顶房梁上结的蜘蛛网发愣 他单身二十八年的身份 就这样稀里糊涂终结了 还特么是他沈朝延主动的 刺恶 刚传来他就对古人动了醋 他沈朝延竟然对自己刚结婚的男人家暴了 是的 对他沈朝延来说 众花国一九六零年是古代了 他来自三千零六十年花国 和原来的这个时代相差了近一千年 他所在的时代 是一个即将步入星际时代的末世 昨夜刚传来 就直接赶上大婚之夜 他跟新婚丈夫发生了狗血剧情 这也就罢了 刚结婚的男人 气得第二天一早跑路了 就很离谱 沈朝延呆愣愣地躺在床上 回想自己这荒唐的行为是怎么回事 虽然很不愿意想起那些事 但总得复盘总结一下 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逃避貌似解决不了问题 年 末世丧尸病毒爆发的第十年 他沈朝延是物资储备管理部的部长 物资储备部是一群空间异能者共同管理 而沈朝延因为自身空间比别人大几十倍 年纪轻轻成功坐上了部长的位置 说来也是沈朝延作弊了 别人是纯粹的空间异能者 沈朝延却是个假的空间异能者 他的空间是剪刀的一枚空间戒指 自身实际上是木系异能者 可惜他太懒 也不想父母担心 就不想成为战斗型异能者 更不想出去打丧尸 所以一直没暴露自己的木系异能 而是把自己当成只有储物功能的废材的空间异能者 他偶尔出去搜集物资 身边也是跟了护卫队 本以为末世十年了 再坚持几年 人类就快打败丧尸 进入星际时代了 自己也就彻底安全了 结果老天爷估计看不惯自己有异能 还一直苟着猥琐发育 就在基地精英大部分去隔壁省基地支援的时候 派了十级丧尸皇带大军围攻基地 这是要团灭的节奏啊 人类最高异能才九级 依靠能源武器辅助 或许还能硬刚一下十级丧尸 可是 问题是 刚好基地的高级异能者 都去隔壁省支援去了 基地除了动用能量大杀器 才有机会消灭丧尸大军 当然也会顺带葬送了基地 好像没别的办法了 为了家人和基地幸存者的安全 沈朝延只好暴露自己九级木系异能 和丧尸皇应拼了 不拼命不行了 有一个省的基地被丧尸大军围攻 结果没办法逃离 也没办法对抗 基地长直接启动了终极计划 和丧尸大军一起消失了 就为了绝对不给丧尸增加同类的机会 沈朝延怕自己基地长也这样 只能先试着硬刚十级丧尸了 好歹还有一线生机不是 就在沈朝延在基地武器辅助 又以伤换伤的方式 终于扣住了丧尸皇脑袋上的金盒石 丧尸皇临死反扑 竟然发动了空间异能 这丧尸皇比自己还狗啊 明明已经显露了精神系兵系火系异能了 还特喵喵的隐藏了一个诡异的空间传送异能 说好的末世人类最多是三系异能者 全球还只有一个三系异能者 丧尸怎么不讲武德 竟然进化出四系异能 自己被丧尸最后诡异的空间异能传送走了 还是意识传送到了平行空间六十年代 也不知道丧尸皇有没有挂掉 记得最后自己是拼了老命 把丧尸皇的金盒抠出来了 但愿基地安全了 家人安全了 说起来空间异能者很稀少 也很弱 但是没人敢惹 因为你不知道空间异能者压箱底的半生异能是什么 可能是威力无敌的空间刃 也可能是瞬移 就是没听说还有空间传送啊 丧尸皇 你不讲武德啊 竟然最后一记是时空穿远 音音音 穿就穿嘛 还穿到别人大昏之夜 还特么的赶上原主不正常的时候 回想起昨晚刚穿过来 不止脑袋有些晕 连身体都晕晕乎乎 飘飘然就很尬 刚穿来那会儿 睁眼感觉光线很暗 脑袋很晕 后脑勺还很疼 还以为是跟丧尸干架后的后遗症吗 结果 是被面前的男人磕出来的 刚看清面前的东西 眼前就映入一张鬼斧神功塑造过的脸 见眉心目 呃 就是眼神冷得像刀子嗖嗖嗖地刺向他 一脸不善怒视 当时看到这张脸 一堆记忆涌入 一阵晕眩 自己的记忆和原主的记忆交织杂柔到了一起 意识开始模糊 沈朝延因为意识有些猛 有些记忆在脑海里 把原主意识和自己的记忆来回切换 后来意识有些错乱 感觉对方动手 直接把对方当丧尸打了 最后俩人就稀里糊涂 完成了大婚流程 之后 沈朝延意识也彻底清醒了 终于搞清楚状况了 原主记忆里 原主不知道被谁推下水了 路过的顾身刚好救了原主 当时 情况紧急 顾身为了救人 直接人工呼吸 还按压原主心肺 结果 被原主家人和村里人看到了 帅气高冷的男主死缠烂打 加上原主一家人撒泼打滚 同村的人也跟着劝说 原主寻死密活 顾身迫于无奈 同意结婚 本来因为好心救人 被逼婚就很生气 还被威胁 顾身干脆没回去报被结婚的事 也没和家里人说 又被原主及家人缠得紧 隔天就在原主家办了婚礼 准备结完婚就离开 以后 反正自己不是在基地就是出任务 再也不回来了 原主一高兴喝多了 忘了老爹的嘱咐 脑子不清醒 拉着新婚丈夫不放 顾身意识到不对劲之后 十分恼火 气得想把原主打晕 连夜离开沈家村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 原主脑袋磕到床上 意识离体了 沈朝延的意识 被丧尸皇传送了过来 接下来就是沈朝延意识不清醒 稀里糊涂和顾身打了一架 最后俩人走完了大婚流程 想想那些整个人都不好了 太离谱了 我 累奔 太坑了 第二章 这是老鼠精吧 第二章 这是老鼠精吧 沈朝延一开始是主动的 后来也不知道 俩人谁主动了 反正等安静下来 听到公鸡打鸣了 沈朝延就累得一点都不想动了 顾身在天快亮的时候 拿上自己的东西 冷着脸扭头就离开了 半句话都没留 沈朝延看了一眼 把自己吃干抹净 准备跑路的男人 累得头一扭眼一闭睡觉去了 要走就走吧 反正他沈朝延又不缺男人 大不了回头就离婚 反正俩人办了婚礼 也不算耍流氓 至于谁先主动的 也无所谓了 顶多就是 远主欠了别人一条命 还算计别人不道德 又不是他沈朝延要来的 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远主也算是偿命了 付出了代价 一报还一报 自己虽然占了远主的身体 却也没打算给远主报仇打报不平 顶多以后帮助一下远主家人 算是借用别人身体的回报了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人 还是要善良啊 瞧瞧 别人救你一命 你去恩将仇报 最终还是把小命还回去了 赖不着谁 自己做出来的 一大早睡醒之后 沈朝延感觉浑身 被车子撵过似的 比打丧尸还累 躺在床上发呆覆盘 回忆这些狗血的剧情 搞清楚了 自己穿到六十年代了 据历史记载 这个时期还挺特别 热血上进 又艰难曲折 是个有意思的年代 据远主记忆 远主叫沈朝延 和自己名字一字之差 祖上八倍平农 爷爷奶奶健在 说起来 远主这一家人 也是有些一言难尽 奶奶李桂花 撒泼打滚 蛮不讲理 爷爷老实巴交 不爱说话 大伯大伯母 老实木讷 有俩儿子 二伯二伯母 抠门算计 有一个儿子 远主老爹偷奸耍华 不务正业 老娘暴力护短 情商不足 远主刁蛮 任性愚蠢恶毒 远主弟弟 是一个调皮捣蛋 护解狂魔的 五岁小豆丁 行吧 这一家人 感情极品 全是远主家的 哎 丧尸皇 你真特么大坑他妈 得大坑开门 坑到家了 顾身趁着早上 天刚亮 离开了沈家村 转身看着身后 安静的连一声 狗叫都没有的村庄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手腕上的疼痛感 让顾身收回了眼神 低头看了一眼 手腕上的淤青 神情莫名 昨晚到底谁欺负了谁 想到开始的时候 自己反抗 结果被女人打了一顿 最后还被那样 顾身觉得脸红 明景嘴唇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确实是不情愿 这样的婚姻 只是刚开始被迫 后面因为 加了料的酒水 再后来 是自己一直在欺负她 到底是自己的责任 逃避不应该 顾身目光悠悠的 看了一眼沈朝延的家 转身朝县城走去 燕燕啊 醒了没 早饭做好了 起来吃的吧 沈朝延的奶奶李桂花 看着做好的早饭 笑眯眯的 朝孙女的屋子 喊了一声 嘿嘿 昨晚那么大动静 看来好事成了 她就说 哪有男人拒绝得了 否则一准 陪她一老脸 自己孙女干啥啥不会 吃啥吃不剩 又蠢 又懒又毒又丑 哪里看出来 又优秀的样子 哎呦喂 半夜出来撞见了 那一准以为 遇到了山里的老鼠精了 干受平板身材 黑得像从眉窑里 挖出来的 巴掌大的骷髅脸 配上一双 黑豆丹凤眼 加上五短矮的头 明明十八岁 却像十一二岁的假小子 剧掉头发 扔男孩子堆里 那绝对分不清男女 哎呀妈 你要我闺女多睡会儿 饭留锅里 昨天俩人喝了那么多酒 我闺女 只不定累成啥样了 哎 早知道少放点料了 去去去 早干嘛去了 不省心的东西 把我孙女累坏了 看我不揍死你 你这当爹的 一点都不靠谱 不行 我得给孙女 弄了红糖鸡蛋水补补 李老婆子说着 风风火火 跑去自己屋里 柜子里拿红糖 爸 我也想吃鸡蛋 喝糖水 五岁的沈朝阳 抱着老爹的腿 仰头期待着 沈朝阳的老爸沈建军 单手提着儿子的后颈 拎着走出厨房 嘿 这年头 你能有口米糠粥就不错了 你还想吃鸡蛋 你怕是想吃空气 爸 你放我下来 我不吃了 不吃了 沈朝阳四角朝下凌空挣扎 万一被奶奶听到 今天的早饭就没了 好久没吃过早饭了 这两年闹灾荒 粮食不够吃 村里都是一天一顿饭 但活的人一天两顿饭 今天好不容易有早饭吃 万一惹毛了 奶奶把饭扣了 就不划算了 鸡蛋什么的她不吃了 能吃饱肚子就行 呜呜 姐姐每天都能吃饱 她也想当姐姐 不想当弟弟 吃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一家人听说有早饭吃 陆陆续起来床了 吃完饭 还要去给田地浇水 至于沈朝阳 这孩子一向不干活 能不添乱就不错了 不管他了 直到一家人吃完饭 沈朝阳也没出来 就躺在木板床上 看房顶的蜘蛛网发呆 这都什么事啊 听到家里人都出去干活 或者上山找吃的去了 沈朝阳才懒懒的 舒展了一下身体 靠 浑身酸痛 这昏根结仇差不多 也不指望那男人回来了 大家算扯平了 最好永远别回来 哎呦 身上好酸啊 要是空间跟来就好了 下一刻 沈朝阳出现在熟悉 又陌生的空间里 顾不上四处 打量空间的变化 赶紧跑到溪水里 泡泡澡再说 太难受了 空间里的水 有强身健体的效果 泡了半个时辰 感觉身体上的不舒服 全部被治愈了 浑身舒爽啊 操 操 这是老鼠成精了吧 沈朝朝阳的猛地 从水中站起来 国粹金具不自觉地往外冒 震惊一万年 山里老鼠成精了 特么的 这水里的人 确定不是浩子精变化的 开什么宇宙级玩笑啊 沈朝阳感觉自己的眼睛 受到的毒害 简直不能活了 这浩子精 竟然就是现在自己的样子 沈朝阳难以置信 念头一转从空间 拿出来一面镜子 扑通 镜子掉到水里 倒映出沈朝阳那张合不上的嘴巴 以及睁大的黑豆眼 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样貌 沈朝阳突然觉得 良心疼的难受 可怜了昨天那个帅哥了 难怪一大早就跑了 不怪人家不负责任 低头看了一眼水中的容貌 脑子浮现一个字 他不配 就昨晚那帅哥哥的身材 那马甲线 那神仙颜值 沈朝阳这副人神贡气的容貌 能粘上人家 简直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 沈朝阳咽了咽 惊吓出来的口水 默默道 这嫁给别人 还真是恩将仇报 无情无义啊 原主从来不照镜子吗 丧尸皇 我真感谢你祖上万万代了 送给我这么个容貌 又送了个神仙颜值丈夫 真是缺了大德了 老娘和你势不两立 第三章 空间变化 第三章空间变化 没看到自己容貌之前 沈朝阳还觉得自己 和顾身扯平了 谁也没吃亏 看完自己现在的容貌 沈朝阳觉得自己亏心了 就这尊荣 顾身会不会下出心理阴影 不会影响他以后 那方面的正常生活吧 虽然女人关了灯都差不多 但是 这五短矮个头 分不清前后的平板身材 关了灯睡一起 也让人吃了大亏了吧 太亏心了 心疼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一秒钟就一秒钟 荼毒丈夫的是 原主的容貌 沈朝阳前世容貌 是妥妥地高冷欲解形象 所以到底有没有吃亏 算了 不去想了 反正男人被吓跑了 大不了以后想办法和解一下 离婚的时候 多给对方一点补偿好了 也就能做到这么多了 沈朝阳看完这一世的容貌 快要自闭了 作为一个颜值狗 他觉得 原主也没比丧尸好看到哪去 以后还是不要照镜子了 免得看多了抑郁的原地去世了 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沈朝阳的注意力 终于从老鼠精的样貌中拔了出来 低头看探发出声音的地方 呃 肚子好饿 沈朝阳又重新坐回水中 意念一动 从空间里取出来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 和一个肉包子 外加半只蜜汁烧鸡 饱餐了一顿后 才有力气上岸 穿上空间里的睡衣 躺在沙发上 打量空间的变化 如果不是末世到来 前世的星球 怕是要不了多久 就要步入星际时代了 科技的进步 导致前世生产力大大提高 食品保质期十年起步 很多物资过剩 粮食亩产最低都万斤 红薯土豆最高亩产值标五万斤 牲畜都是批量繁衍 所以即使末世丧失病毒爆发 一些吃的物资 还是不缺的 自己空间足够大 有百万亩地那么大 团队搜寻物资的时候 看不上的一些 食物之类的生活物资 沈朝延都顺手 捡了扔自己空间 反正空间时间禁止 又不会坏掉 以至于如今空间 乱七八糟的东西 堆了很多 最多的就是粮食和书籍 因为末世搜寻物资 都是搜寻能源 和加工流水线 和稀有资源 书籍之类的丧失又不会啃 烧火都闲烧得太快 也没人在意 反正只至书籍的 资料电子文件都有存档 沈朝延觉得 末世总会过去 有些东西 或许末世之后 就成古董了 凡是能收的 都顺手扔空间里了 如今吃饱喝足 沈朝延看看空间的变化 才发觉 自己好像把好好的空间 弄成垃圾场了 杂七杂八的东西 到处堆放 说起这个空间 还是有些来历的 当初捡到的时候 只有一万亩大小 后来发现 金河竟然能让空间升级 沈朝延用了时间 把空间扩大到百万亩大小 空间土地可以种植 因为吃的不缺 自己也就栽了些果树药材 大部分土地都没利用 一口井 井水甘甜 对异能有提升作用 一条小溪 泡澡能强身健体 喝了效果也一样 浇灌植物 能提升植物品质 当初无意间 捡到契约之后 在空间一本 仅存的蚕测上 记载才发现 原来前世所在的星球 在亿万年前 竟然出现过 修仙灵器之类的 后面不知道 因为什么出现了历史断层 人类又重新进化 修仙灵器 就成了玄幻传说了 空间介质 因为是当时很高级的 修仙类产物 所以经过了 亿万年的时间消磨 慢慢退化得越来越小了 末世来临 有了能量空间 才慢慢有恢复的迹象 扯远了 现在的空间变化挺大的 好像升级了 空间面积大了不少 还多了几座山头 和一片海 好像很远的样子 就是空间里的 能源物资都没了 金河也没了 估计空间自动消化掉了 以前空间升级 需要自己炼化金河 把能量度到空间里 现在经过时空错乱 穿梭空间 自动把所有能源消化掉了 得 还想弄一枚金河 开启异能来着 现在也别想了 碰 念头刚闪过 一个五彩的金河 砸到自己脑门上掉了下来 咦 金河 原来没全被空间吞掉啊 再拿出来几颗呗 等了半天没动静 看来是没了 还算良心 竟然把丧尸皇的金河留给我了 不过这金河也太好看了吧 竟然有五种颜色 不对啊 丧尸皇不是有四种异能吗 难道第五种异能太差劲了 没还得及时出来 我看看啊 黑色 精神异能 白色冰系异能 红色火系异能 透明空间异能 还有一丝绿色木系异能 难怪没看到丧尸皇使用第五种异能 木系主生机制语 丧尸算是没有生机的产物 根本使不出来木系异能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丧尸会出现木系异能 嘖 头疼 想不通 不想了 这世上也没人能给自己答案了 先看看这颗金河 能激活自己哪种异能吧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人 没受过漠视能量刺激 能不能激发出异能 还是在空间里激活异能算了 万一激活失败 自己挂了 或者变成丧尸了 也不会危害到外面的世界 后天激活异能 只能直接吞了金河 等级越高的金河 激活的异能越强大 失败率也越高 高风险高回报 自己现在就剩一枚金河了 也没得选了 搏一搏 说不定单车变摩托了 拼了 趁着和这个世界 感情牵绊还不深 没什么不舍的东西 赌一把 想着把金河洗洗放嘴里了 本来坚硬度堪比石头的金河 遇上唾液之后 软化成了果冻 瞬间进入肚子里 5%的成功率 自己这赌输的概率有点高了 都吞肚子里了 没机会后悔了 不过一分钟 金河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沈朝延浑身发烫 抱着脑袋疼的满地打滚 有种脑子要结晶和丧失化的趋势 沈朝延咬牙爬到溪水里抛着 意念取出一桶井水 头直接埋到桶里喝水 疼痛好像减轻了一点 果然有用 前世老爸被丧失抓伤之后 自己骗老爸 喝了不少井水煮的药 又用溪水抛药浴 老爸果然被治好了 自己当时就猜测 可能对丧失病毒有作用 后来 还偷偷把水送实验室化验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漠视人心险恶 自己也没敢再暴露空间水的作用 半个小时之后脑袋不疼了 丹田位置开始疼 这是要结晶和的症状 是真特么疼 沈朝延只感觉冷汗直流 疼得打仗 好在一个小时之后 异能激活成功了 第四章 你等我 第四章 你等我沈朝延觉得自己绝对是拿了女主的剧本 5%的成功率 竟然异能激活成功了 很好 哪怕是一级异能者 在这个没有异能和超能力的时代 沈朝延也有了自保的底气了 自己家人算是得罪了那个城里来的小哥哥 也不用怕了 要赶回来报复他们家 他一定悄悄给对方一顿胖揍 揍到对方不敢对自己出手为止 喝了几口井水补充能量 沈朝延才感受自己新激活的异能 两种异能 同时激活 两种异能前世是没人做到的 还一激活 就三级异能了 精神异能 三级 可操控千米以内的物品 或控制人的意识 木系异能 三级 前世升到九级了 再熟悉不过了 可操控千米内的植物 可以催熟植物 可以提取植物的生机能量 治愈伤口 哦吼吼 搏一搏就对了 单车便航母了 有异能后的感觉就是不同 身体也得到了质的提升 不动用异能 也至少比普通人强十倍 嗯 有人回来了 谁这个点回来了 难道原主老爸又溜回来偷懒了 沈朝延快速换上了原主的衣服 闪身出了空间 回到床上 刚打开房门 对上了抱着大包小包的固身 确认过眼神 是他昨天刚得到的男人 沈朝延瞪着一双黑豆丹凤眼 满眼疑惑 这男人不是一大早就跑路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这是几个意思 我会负责的 你等我 仿佛看透了沈朝延眼中的疑惑 顾身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顾身是准备直接离开 再不回沈家村的 但是走到村口之后 却对自己不负责任逃避的行为 唾弃不已 想了想 既然已经结婚了 该进的责任还得尽了 虽然没感情 所以到县城之后 直接打电话回去 跟上级打了结婚报 又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自己结婚了 取了一千块的存款 买了点东西 又回来了一趟 什么 不不不 你不用负责 我们这是意外 是我之前犯迷惑了 为了自己的名声逼你娶我 是我恩将仇报了 我们随时可以离婚 沈朝延听了顾身的话 恨不得把头都摇下来 开玩笑 自己有空间 有物资 有自保的能力 单身不相吗 男人只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再说 就他自己现在这样子 男人将来不劈腿 沈朝延都得怀疑 这男人是不是有眼疾 万一以后劈腿 劈出个联合国 自己还得满世界灭三 不然头上长草挺难看的 灭吧 觉得自己 长得挺对不起观众的 不管吧 挺闹心的 怎么都不好 单纬早早离了省心 你之前死活要嫁给我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以后是我的妻子 这些东西和钱你收下 我最早三个月 最晚半年会回来接你的 顾身目光悠悠地 看着面前的丑女人 眼神审视 这女人样子没变 但气质判若两人 不是 我之前是因为名声 才要嫁给你 你按压我胸口 有人工呼吸 全村都看见了 要是不跟你结婚 我和家里人 会被村里唾沫心淹死的 那个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我 就我这副样貌 我有自知之明的 咱们还是离婚吧 反正我也没准备嫁人 你出现的太意外 打乱了 我的不婚计划 现在离婚以后 我就更有理由不嫁人了 你看 今天还早 咱们赶紧去大队 弄个离婚证明 反正你应该也没来得及 打结婚报 离婚还是很容易的 沈朝延拒绝接受 男人的钱和东西 不想跟着男人 再有任何牵扯 昨晚就够无语的了 赶紧把人摆脱了 也能减少点负罪感 结婚报已经打了 你等我回来 顾身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听到这丑女人说的话 心里堵得慌 放下东西 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 哎 不是 你别走啊 沈朝延一脸猛逼的 看着这人 步履匆匆的逃离家里 夺门而出 等他回过神 人已经走远了 得 走远了 自己也懒得追 反正离婚证明 对自己来说 也就是一张纸的事 能不能再见面还两说 万一人家遇到喜欢的人了 估计会马不停蹄地回来 和自己离婚 没什么大不了的 红糖 心部 大白兔奶糖 米花糕 饼干 卖乳精 烟酒 各种全国通用票 和一捆一千块钱 沈朝延翻开 男人留下的东西 一样样看 哎呀 这就是历史记载的 六十年代体面的上门礼物 不知道原汁原味的古代食物 是什么滋味 东西都留下了 不吃太浪费了 以后有机会给他点回礼好了 先尝尝味道 哇 这个年代 大白兔奶糖还挺香甜 饼干也挺香脆 米花糕好吃 大米的香甜味 哎呀 还不错 不过比起前世精密分析计算 提炼加工的味道差很多 毕竟物资过剩的时代 人们更加追求 味觉享受和营养的比例 吃起来感受不同 现在的食物添加剂少 更原汁原味些 各有优劣吧 哎呦 怎么这么多东西摆在院子里啊 快 把院子门关上 你这丫头 今天是不是傻了 吃东西不知道关门 现在大家都缺吃少穿的 你这不是招贼吗 李婆子刚进门 就发现院门开着 孙女蹲在院子里吃东西 边数落边 把东西往屋子里拿 沈朝延像只小耗子 鼓着腮帮子 吃大白兔奶糖 满眼好奇地看着奶奶 一趟一趟 把院子里摆的东西 往堂屋拿 沈朝延眨眨眼 想明白了 自己大意了 据史料记载 这个阶段中花国日子 还很不好过 吃的食物之类尤其珍贵 很多地方出现偷盗情况 把食物放院子里 还开着门 确实不好 嗯 记住了 以后他会注意这些细节的 不过有人来抢也不怕 他目前的武力值 应该算是这个世界的顶尖的 你呀 见到吃的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也不怕被人抢了去 忘记奶怎么跟你说的了 吃东西要逼着人 李婆子用手指点点 沈朝延的脑袋称怪的说 嗯 奶 我记住了 沈朝延乖巧的点点头 又揉了揉李婆子点的地方 我孙女就是乖巧听话 再吃块米花糕 剩下的奶收起来 留给你慢慢吃 李婆子看着孙女乖巧的样子 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乖孙女儿 东西谁买的 孙女去哪去了 第五章 走了 第五章走了 顾身买的还给了一千块钱合票 他回不对去了 沈朝延接过李婆子 递过来的米花糕回答道 什么 走了 你他家地址 怎么联系他 李婆子激动的问 怎么感觉这男人走了 就不会回来了呢 他说会回来接 其他的我没问 反正有他没他都行 沈朝延无所谓的说道 哎呦喂 我的小祖宗啊 你咋能不伤心呢 这都结婚了 要是不回来了 这不是坑了你吗 哎呦喂 早知道奶就该阻止你嫁给他了 长得人模人样的 可他连家里地址都不愿意说 明显是靠不住啊 奶害了你啊 咋就没阻止一下呢 李婆子急地大腿 拍得啪啪响 后悔的想立马追出去 不行 我得让你对长叔把人追回来 咋能就这样走了呢 沈朝延一把拉住 准备出去的李婆子 来 别去了 他想回来就回来 不想回来就算了 他要是心里没想跟我过 就是追回来绑在身边 也不行 男人吗 不行咱就换一个好了 啥 啥玩意 换 换一个 男人也能换啊 那 那行吧 你要不喜欢了 换一个也不是不行 早知道昨晚不让你爹给他下药了 好在还留了一千块钱 还有这么多东西 咋地也不亏 这年头 这些东西老难买到了 奶都给你收着 他要是不回来 给你找个上门女婿 李老婆子心疼的摸摸孙女的头安慰 沈朝延被李婆子摸头 本能的想躲开 又控制住了 漠视人本能的防备 心里作祟 一般都不让人近身 沈朝延觉得 有没有男人都无所谓 他前世的时代 女性十分独立 对配偶的看法也比较理性 有些不知道怎么安慰奶奶 反手掰开米糕 色奶奶嘴里 奶 米糕可好吃了 奶尝尝 乌 甜 香 老婆子想了孙女的福了 李婆子被孙女头微笑的眯起了眼 果然 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是食物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多来点 李婆子和孙女儿 躲在堂屋敲咪咪的 分吃了一块米糕后 起身准备去做饭 乖孙女儿 渴了 就把麦乳筋拆开充一点喝 奶奶去做饭了 因为家里食物少 每顿饭都是李婆子 亲自拿钥匙打开 粮食柜子 拿出来煮 不让几个媳妇接手 怕做饭的人半倒偷吃 来 你等一下 我去拿点东西 沈朝延吃尝了早上留的饭 米糠粥 妈呀 太难吃了 钱是喂猪仔的东西 他实在难以下口 沈朝延跑回自己屋里 取出来包装袋 没有任何标志的大米面粉 割一百斤 又拿出来十斤五花肉 一只肥鸡 一只肥鸭 十斤白糖 反正有顾身这个杯锅侠 正好利用一下 哎呦 我滴乖乖啊 这这这这 怎么 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俺弟亲娘他救老爷 不得了啊 有钱也买不到这些玩意啊 这些都是孙女训弄来的 李婆子看着孙女 爆出来的东西 有些腿软 嗯嗯 来 肉都煮了吃吧 天热放不住 沈朝延乖巧的点点头 像吃偷了香油的老鼠 乖宝儿啊 都煮了太多了 这么多肉一顿吃了多浪费 来给你把肉烤干 留给你慢慢吃 咱今天蒸个大米饭 再炒个野菜肉片好不好 李婆子开心的抹了一把眼泪 他都一年多没煎肉了 昨天婚礼 就一个野菜炒鸡蛋 和萝卜白菜三个菜 连点肉末都没 再炖个鸡汤 肉红烧 沈朝延看看奶奶点头加了一句 他们所处的时代经历不同 不能完全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就折中一下吧 好 炖鸡汤 乖孙女儿 去把院子门锁上 奶给你做肉吃 免得香味传出去 都来蹭吃的 李婆子把米面放到自己屋子里锁上门 把肉拎到厨房 李婆子挖了半碗米 心疼的脸直抽搐 看着孙女儿愣愣的看过来 又心虚的挖一碗出来 哎呦 感觉心疼的滴血了 够了 够了 一碗半了 全家都能吃上米饭 哎呦 过年都没吃这么好锅哦 沈朝延眯起黑豆眼 朝李婆子笑笑 来 放心吃 顾身说了 吃完他还给送来 啥玩意 还送啊 这么老些东西 他家里有矿啊 咱不能总占让人家便宜 会让你婆家瞧不起你的 他家不缺这点东西 咱吃到肚子里 也不亏不是 哎 你这孩子咋这么实心眼呢 咱家人想了你的福了 小时候算命的就说了 我孙女儿就是富贵命 李婆子傲娇又怜爱的 看着孙女儿说道 一顿饭在沈朝延的监督与洗脑下 李婆子算是下了血本了 足足切了五斤肉 一半配野菜炒 一半红烧 两个萝卜炖了一只鸡 蒸了一大锅大米饭 好香啊 谁家做肉了 天啊 太香了吧 闻着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沈家老三沈建军 跟自己爹和兄弟 边说边用袖子擦口水 香得我腿软 咱家都一年多没吃肉了 要是能蹭上一口就好了 沈家老二沈建明 捂着姑姑叫的肚子说道 快回去 羡慕别人家有啥用 沈老头背着手 领着儿子往家里走 不自觉咽了几口口水 沈家老十八交的老大沈建国 也探头探脑地寻着味道 想看看 是谁家做肉了 沈家几个媳妇领着娃 挂着野菜篮子 远远地跟在后面往家里走 闻着肉味 脚步不自觉加快了几分 越闻越饿 沈家劳力随着离家越来越近 闻到的肉香味道越来越浓 等到了家门口才发现 自家附近蹲了一圈人 村里的小孩 正趴在自家门凤王里看 边看边流口水 沈老头满脸怀疑 这肉香是从自己家飘过来的 他们家什么时候有肉了 昨天婚礼请客都没买到肉 嘿哟 都趴在我家门口干啥呢 我家又没肉 沈建军迈着王八步 拎着自己儿子说道 就是你家的 你家做肉了 我就闻闻 君子说 你家在炖肉 能分我一口吗 就一小口 君子说 我不吃肉 我就想尝一口汤 说你分我一口汤呗 趴在门口的小孩 看人家家里人过来了 也不好意思趴在门上了 有调皮脸皮厚的 就蹭上来想尝一口 沈建军喜欢偷懒甩滑 还喜欢逗村里小孩 村里孩子对沈建军 记恨的牙痒痒 又喜欢和他亲近开玩笑 嘿 要真是我家的 还能让你们来占便宜啊 你们见过谁家 占过我家便宜的 我没去你们家蹭吃蹭喝你们 就烧高香吧 沈建军拎着四脚朝下的儿子 上前敲门 沈朝延的意识 早就发现门口的一幕了 看到家里人回来 就把门打开了 姐 姐 咱家做肉吃了吗 沈朝延终于被老爹放下来了 赶紧迈着小短腿跑到姐姐身边 尽管每次自己姐姐 都对自己美好脸色 还喜欢打自己 抢自己的东西 但是她就是喜欢蹭到她姐身边 因为她姐高兴的时候 会分给她一点好吃的 第六章 送一头猪 第六章 送一头猪 嗯 有肉 沈朝延幕着巴掌大的小脸点头说道 顺手捏捏小老弟的脸蛋 哎呦 捏了一手灰 这人类幼崽 太不爱干净了 这样可不行 容易生病 得让这娃改改邋遢的毛病 要不然 自己没法下手 前世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 人类越不喜欢生孩子 导致小孩子越来越少 末世之后 人类孕育能力下降 每年新山不过百 各大基地 恨不得把小崽子们 捧在手心里一样 人类幼崽 哪会有这么邋遢的时候 都是粉雕玉琢蒙地人 一脸鼻血 扯远了 打弟弟要趁早 钱是老妈教自己的 可惜自己不喜欢随便打弟弟妹妹 以至于长大点想打了 弟弟跑太快追不上了 要不是末世突然爆发 自己一能厉害 还打不过臭老弟 想到这里 沈朝延拎起沈朝阳命运的后警 对着弟弟屁股蛋 拍了两巴掌过一把手影 一身灰脏死了 下次再这么脏 屁股给你打烂 姐 我马上就洗 爹啊 我要洗澡 沈朝阳使出吃奶的劲 从姐姐手下逃走 抱着老爹的腿 喊起来 姐姐这次打得不疼 比之前打得轻多了 不赶紧洗干净 说不定又把自己打得哇哇叫 沈朝延就像争信地拍了两下 要不小崽子咋能轻易逃过去 看 弟弟还是得从小打 打打就听话了 沈朝延心里想着 不能打人类幼崽 不 弟弟不算在不能被打的人类幼崽 这一类里面 都回来了吧 赶紧洗洗吃饭 李老婆子走出厨房 朝院子里看看说道 都回来了 妈 我这就收拾桌子 大伯母放下野菜篮子 洗了把手 慌忙去堂屋收拾桌子 妈 我帮忙端碗 二伯母趁机溜进厨房 早闻着肉胃了 看看能不能趁机偷吃一口 沈朝延的老娘 则趁空把闺女拉到房间问东问西 就怕闺女身体哪不舒服 是不是吃亏了 最后问的沈朝延 这个新时代开放女性都脸红了 闺女啊 你那里疼不疼 娘跟你说啊 巴拉巴拉 闺女啊 女婿行不行啊 巴拉巴拉 要是不行 咱尽早换人 夫妻生活很重要啊 巴拉巴拉 沈朝延被问得目瞪口呆 史料记载 这时代的人不是很保守含蓄吗 为啥他这个时代的妈这么彪悍 问得这么直白 是不是过了 难道史料记载错误 女性其实很开放 沈朝延对史料记载 产生了一丝怀疑 有机会穿回去 一定跟历史学家反馈反馈 记载出错误了 李婆子东方施吼般 喊吃饭的声音 及时解救了 被老母亲荼毒的沈朝延 妈 今天有大米饭 有红烧肉 还有鸡汤 咱们去吃 吃饭俩字还没说完 沈朝延感觉胳膊一沉 被裹挟着往堂屋走 哎呦 闺女啊 快 晚了肉被抢完了 你咋不早说呢 娘还跟你在这单个半天 沈朝延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我早先不知道 你听到肉这么着急啊 早知道你这么好带歪 我就不用难为情听半天了 沈朝延随老妈 急不往堂屋赶 边走边画重点 现在这个时代的老妈 喜欢吃肉 以后不想听老妈唠叨 给老妈塞肉吃 一家老老少少 围绕桌子上 大盆大盆的肉菜 白的发光 满的冒间的大米饭盆咽口水 沈朝延刚坐下 就已经听到四五声 咽口水的声音了 李婆子满意地看着一家的反应 傲娇地拿着饭勺敲敲饭盆 都把眼睛从盆里拔出来 今天米饭管饱 你们都跟着想我孙女的福了 这可是孙女需托关系弄来 给我乖孙女吃的 你们得记着点我孙女的好 要不是我乖孙女不愿意吃毒食 你们哪有机会吃这么好的东西 老头子 发话吧 全家都等着呢 沈老头咽了一下口水说道 今天咱都沾了炎炎的光了 是炖好的 都要对炎炎好知道不 好 开饭 沈老头夹了一块红烧肉放碗里之后 大家等着李婆子也动了筷子才开吃 李婆子先夹了一个鸡腿 放沈朝炎碗里 又夹了另一个鸡腿 放沈老头碗里 才夹一块红烧肉放嘴里 一家人看到李婆子把肉吃到嘴里 开始了抢食行动 筷子都捂出残影了 沈老头把鸡腿一分为二 自己吃一半带骨头的 肉大半分给了李婆子 小豆丁沈朝阳 早就习惯了家里分饭的方式 羡慕地看了一眼 也不争 头都埋到碗里了 嘴里塞满红烧肉 油脂糖脂糊了满嘴 边吃边喊 呜呜呜 那么都刺慢点 呜呜 呕刺不快 沈朝延看看坐在自己旁边 像土拨鼠式的小豆丁 差点笑出声 小可爱抢食好可爱啊 慢点吃 吃完晚上还做 家里还有肉 嘴里有东西不许说话 沈朝延把自己碗里的鸡腿 加给弟弟顺便告诫道 嗯嗯 姐姐吃 哦吃肉肉 沈朝延看着鸡腿艰难的拒绝 吃吧 姐不喜欢吃鸡腿 你替姐吃了 沈朝延看着小豆丁 眼睛都快粘在鸡腿上了 拍了下小弟脑袋说 吃吧 姐姐给你就接着吧 李婆子看了小孙子一眼说道 心里想 孙女怕是想吃鸭腿 晚上炖俩鸭腿给孙女吃 沈朝延得到奶奶的点头 熬无一口咬住碗里的鸡腿 也不跟哥哥们抢红烧肉了 实际上大人只尝了一块红烧肉 剩下的都留给家里几个孩子吃了 大人都只夹野菜炒肉和鸡汤里的萝卜吃 香甜的大米饭不配菜都能吃几大碗 何况还能沾点荤腥 家里老少这顿饭吃得心满意足 孩子们吃得捂着肚子 躺着不想动 怕一顿饭就冒出来了 长时间 突然吃这么饱 很容易伤胃 但是家里人难得吃得尽兴 沈朝延也不好说杀风景的话 从房间拿出几颗晒单的山楂 让奶奶煮一锅山楂水喝 全家老少除了沈朝延都吃撑了 满脸挂着满足的笑 还时不时回味刚才饭菜的味道 心里估计以后怕是再难有这么丰盛的饭菜了 三盆荤菜配大米饭 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非常奢侈了 对沈朝延来说是降低了伙食标准 前世农村的人也都是四菜一汤 荤素搭配着吃 更何况沈朝延还带着空间 即便末世家里每天也是八个菜 沈朝延考虑下午送村里一头肥猪 让大家火沾沾昏腥 门外的小崽子们口水都快流成河了 沈朝延知道为啥沈家一口都不愿意分给那些小孩 实在是肉不多 小孩太多 不换管换不均 分不好还得罪人 干脆自家关起门吃算了 第七章 沈小花 第七章 沈小花趁着今天饭吃的饱 李婆子要求家里人今天干活卖利点 大人争取干十公分 小孩也得多干两个公分 沈老头家劳力挺多 但是对比村里六七个儿子的 还算是人口少了 这个时代人生育能力是真美的说 小孩夭折的概率高 出生率也贼高 沈老头兄第三 每家又有三个儿子 到第三代各家孩子就多了起来 就是只生儿子 就沈老头家 就一个小孙女 所以 即便重男轻女的时代 沈朝延也被家里当眼珠子疼 唐姐 我想我不去干活了 来陪你玩好不好 沈老头三弟家 捡回去一个小孙女 时常跑来找沈朝延 小花呀 又来找延延玩了 可不能再拉着延延 去太阳底下玩了 延延都结婚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满村的窜了 李婆子瞥了一眼 三弟家捡回去的小孙女 看不上眼 一看就不是个好的 可怜自己 孙女傻呵呵的喜欢跟她玩 哎 糟心玩意 哎 大奶奶 我知道了 今天就在家陪唐姐 外面太热 爷爷奶奶也不让我出去 沈小花朝李婆子笑笑 挤进屋里找沈朝延 延延啊 奶也出去干活了 你乖乖待在家里 别跑出去玩了呀 都晒黑了 李婆子朝屋里吆喝一声 摇摇头 出去干活去了 知道了 奶 沈朝延回了一句 又看了一眼 跑到自己身边的沈小花 想起来了 这是园主的堂妹 三爷爷家捡回去的小孙女 经常来找园主玩 给园主出骚主意 顺便哄园主的吃的 园主又蠢又毒的名声 少不了这位的窜多 长得像朵柔弱的小白花 倒是比园主好看多了 白多了 个头身材 也是正常十七八岁女孩的样子 想不通啊 按说这人比园主优秀多了 好看多了 只是为了哄园主的吃的 也不至于仇视园主吧 俩人又没利益冲突 这沈小花干嘛 总坑园主 直到后来 沈朝延才明白 沈小花对沈朝延的仇恨 是怎么来的 沈朝延无声地 打量了几眼身边的沈小花 兴趣缺缺 太弱了 没意思 感觉自己一个念头 就能把人干趴下 那贼溜溜的算计眼神 园主是有多瞎 才把这种人当好姐妹 唐姐 听说你们家中午吃肉了 是不是很香啊 可怜我好几年 都没尝过肉味了 说着沈小花揉了揉眼睛 眼睛都揉红了 见沈朝延没像之前那样 安慰她又继续道 哎 我们家都没早饭吃 中午我就吃了一个红薯 好饿啊 唐姐你有没有吃的呀 听说你结婚的丈夫很有钱 沈小花想起 那天看到的男人脸上羞红 又极度的眼睛发红 都这个耗子精死缠烂打 要不那个有钱的帅哥哥 应该娶自己才是 自己比沈朝延美多了 还是村花 哼 你这是在记恨我 沈朝延感觉一阵恶意袭来 有头看了沈小花眼 记恨我什么 没给你拿吃的东西吗 不 不是的 唐唐 唐姐 你看错了 我就是没吃饱饿的难受 沈小花眼神色缩了一下 可怜兮兮的解释 该死 怎么让这蠢货发现自己记恨他了呢 好在这人没脑子好哄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的东西半点都不会给你 沈朝延懒得搭理这种人 前世最讨厌小白花绿茶什么的 你就差把记恨写在脸上了 眼睛这么差劲 就别说爱恶心人了 我倒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记恨我 没有 唐姐你误会我了 那个 我想起来 我妈让我去找野菜 我改天再来找唐姐玩 沈小花慌乱的笑了一下 低着头就跑了出去 沈朝延看着心虚跑走的人摇摇头 就这心态也太弱了 话说 这人到底因为什么嫉恨自己 因为平时有零食吃 想不明白 算了 不管了 反正以后别再来烦 自己就行了 为了这种人浪费时间不值得 有这时候 能多睡会儿觉了 得 家里人都出去了 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就是天气挺热的 呃 虫鸣鸟叫也挺热闹的 蝉鸣鸟叫后市农村也听不到了 不少物种都消失了 沈朝延把院子门一锁 在院子的树荫梁下 放了一张青竹床 从空间取出一盆冰块 又拿出一个蓄满垫的风扇吹 真是享受啊 躺在树下 吹着凉风 吃着水果 听着蝉鸣 这日子比前世 996工作舒服多了 比外出去原始森林度假都放松 哦 他决定了 再不骂丧尸皇了 这里挺好的 除了人穷了点 空气好 环境好 不错 也不知道前世的科学家 能不能研究出时空穿越的东西来 听说好像有些基地 已经研究出空间扭了 啪唧 沈朝延朝脸上拍了一巴掌 蚊子 这真是个神奇的物种 从远古直到末世 这玩意就没灭绝过 生命力贼拉强 人类研究灭虫的药 都赶不上这会进化的速度 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睡意 被蚊子搅合了 不开心 后果很严重 沈朝延从空间取出来一个灭蚊机器 放到树叉上 这机器会发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辐射线 会破坏掉方圆千米内的蚊虫组织 仅需要十秒百米内蚊虫全灭 漠视黑科技用起来贼爽 草 各种小虫子也太多了吧 哗哗的往下掉 这就是灭虫器的缺陷 无差别杀虫 一不小心就落到满地都是 半分钟之后再没虫子落下来 沈朝延又重新躺回树下 精神力把掉落的虫子聚集到一块 手指又动动木系异能 让大树把这些虫子消化吸收了 还是异能用起来方便都不用自己动手打扫 再厉害的黑科技也没人类自己净化出异能好用 沈朝延眯着眼 透过稀疏的树叶看向头顶的天空 这树好像营养不良 还有些缺水 树叶子被虫子啃了不少 越看越觉得这树丑 一个翻身做起来不看了 取了一桶空间里的吸水 浇到树根下 又撒了点植物生长肥料 发动木系异能促进大树吸收 短短半分钟不到 刚才还树叶稀疏 瞅得眉眼看的大树 郁郁匆匆起来 树叶率的发亮 一看就很健康 沈朝延开心的拍拍手 看着顺眼多了 连树叶子的排列顺序都有调理起来 咦呀 怎么有种强迫症的感觉 还好不严重 没把树叶子全都弄成一样大小 想到严重强迫症患者的喜好 沈朝延打了个寒颤 好险好险 自己只是喜欢好看的东西 也并不是非得抢求 所有入眼的东西都好看 只是这树刚好挡了自己的眼睛 大树看起来顺眼之后 沈朝延重新躺到竹床上 从空间翻了一本种花国近代史大全看 时代有点久远了 他只记得几件大事 其他的需要了解了解 别自己一不小心踩了这个时代的底线了 他是有异能 但是异能也不是万能的 他也没想来搅合这个时代 狗着躺赢挺好的 请教他沈朝延狗交第三千代掌门 可惜前世一不小心暴露了强大的能力 翻书的时候才发现 这精神异能也太好用了吧 不仅能过目不忘 还能看得贼快 眼睛像拍照一样 哪张纸上字的排列顺序都记得一清二楚 上辈子上学时候 有着三分之一的记忆 自己也不至于只考了个普通一本 还以为一个手掌那么厚的书的看好几天呢 好吗 一个小时不到翻完了 也记到脑子里了 再次感叹早上疼的真值 时间过得有点慢呀 自己睡了一觉 书也翻完了 才四五点的样子 出去走走算了 好歹穿过来大半天了 还没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沈朝延把不该出现在院子里的东西 往空间一收 灭虫器藏在树叉上别人也发现不了 就放着吧 省个院子里有蚊虫 发现没有遗漏的地方 伸个懒腰出门溜达去了 天呐 我看到现实版的古代建筑了 六十年代的房子还真是别致啊 好多土坯房 茅草房 沈朝延还是第一次从门外面 打量自己现在的家 咔咔 拿出个铜钱大小的照相机 拍了几张照片 沈朝延好奇的 围绕着别人的土坯房子转了几圈 四处打量 结果屁股后面不知不觉 跟了一串三四岁的小孩 学着沈朝延的样子四处看 咦 小孩 你们跟着我干嘛 沈朝延看着小不点们 奇怪的动作纳闷 老鼠精 不是 我是说颜姐姐 你是不是在找东西吃 我们也想跟着找找 其中一个大典的孩子 怯生生的回答 边说边准备逃跑 村里人都知道 沈家的老鼠精喜欢打小孩 沈朝延听着这称呼 嘴角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瞧自己现在的长相 把人家孩子吓得 还好自己 不用天天看自己的脸 看着一串串的破破烂烂 胡承尼人的村里小孩 既好笑 又有些心酸 人类又宰啊 看看大多黑黄肝兽 大肚子的模样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沈朝延把手伸到衣服兜里 实际从空间摸出一把大白兔奶糖 呃 这是房古食物店铺里搜集到的 总共也就一千多斤 哇 哇 糖啊 哇好多 小不点们看到沈朝延拿出一大把糖 都不淡定了 盯着糖缠的流口水 也不敢上前 也不舍得走 沈朝延把手里的糖递给面前的小孩 小孩吓得猛的后退几步 又来了 又是这样 沈家老鼠精又骗小孩了 每次有人想接 老鼠精就把手缩回去 然后把吃的塞到自己嘴里 边吃边发出响声 馋得小孩哇哇直哭 浩子精就插腰嘎嘎的大笑 这群小朋友每次都不长记性 看到沈朝延拿食物出来 就眼馋的看着 也不敢上前 谁敢抢会被打的爹娘都不认识 沈朝延看着这群小朋友的反应 一阵远主的记忆涌现出来 沈朝延都忍不住无脸 太恶劣了 难怪这群小朋友馋得快哭了 都不敢上前 得 为了挽救一下自己的形象 沈朝延二话不说 把手里的糖塞到最大的一个小孩手里 拿去分吧 快跑 最大的小孩接奶糖愣了一秒 撒腿就跑 能吃到糖 就算被抓回来打一顿也值了 最大的小孩一跑 一串小豆丁哇咔咔的乱叫着 跟着拿糖的人跑了 生怕跑慢了 分不到糖 沈朝延看着这群小孩的反应 差点笑出声来 老远还能听到一群小孩 躲在柴火堆后面分糖果 边分边说自己的坏话 小孩的快乐真简单 一颗糖果都能开心一整天 自己该干点啥呢 村子没几下就被自己逛完了 精神力已蔓延 可不就很快 把村子的一切收入脑海了 对了 说好放出来一头猪的 空间里有种像野猪的黑毛猪 肉质比白皮猪还香 赶出来一头 沈朝延看了看村子四周的大山 选了一个离自家人上宫进的山头 避开村里人跑到山上 观察了附近 没人从空间扔出来一头 正在吃麦苗的肥猪 精神力控制猪 蹬在自己后面跑 沈朝延慌忙往山下 自家人干活的地方跑 看着好像被山里野猪 撵得慌不择路的样子 啊 救命啊 野猪下山了 沈朝延边跑边 哇哇大叫 听起来像是被吓得破音了 实际是演技用力过猛了 几十米的距离 沈朝延控制着黑猪追自己 往自家男牢里身边跑 闺女 往爹这跑 沈建军听着女儿的声音 抬头一看 差点跳起来 妈呀 四五百斤的野猪追上女儿 不死也残了 红着眼睛 拿着手里的水桶 就往黑猫猪的方向跑 念初 需要伤我闺女 沈朝延的老娘送翠花 拿着锄头就跑 沈朝延听着自己老娘的话 差点歪了脚 精神力控制有一瞬间断片 脑子里忍不住想起一句话 太 大胆妖念 休伤我师父 精神力断开 黑猪有一瞬间迷茫 看到人拿着东西 怒气冲冲朝自己跑 黑猪突然来个急刹车掉头 差点把自己摔倒 沈朝延看着自家几个书败 和爷爷奶奶 把猪给围住了 干脆也不对黑猪 进行精神控制了 装作害怕 躲到老娘身后 快 拦住他 快呀 往大哥那跑了 打他 三弟小心 老三小心 君子小心 沈家人 刚从附近赶来的村里人 齐声惊呼 沈朝延看黑猪溜得差不多了 村里人也过来了不适 干脆控制黑猪 朝自家老爹身边跑 让老爹给解决了 在沈家坡的人意识里 野猪很野蛮 很凶残 撞到人就惨了 其实沈朝延放出的黑猪 只是吓得慌不择路了 也没疗牙 皮也不厚 没啥危险 沈建军看着四五百斤的大黑猪 朝自己跑过来 腿差点软了 下意识地把手里水桶 往黑猪脑门上砸 扑通 黑猪猪倒下去 一动不动了 一群人围上来 用镰刀锄头木桶的 往猪脑袋上一通招呼 就怕猪没死透 沈建军吓得坐到地上 擦擦脑门上的虚汗 又低头看看裤裆 还好 还好 差点尿裤子了 其实在黑猫猪 被沈建军木桶砸到的瞬间 沈朝延就一股精神攻击 到黑猪脑子里 灭了黑猪猪 毕竟木桶砸一下 还不至于把猪砸死 沈朝延只是想把打肥猪的功劳 送给人设不好的老爹 第九章 空间论 第九章空间论 行啊 君子 厉害了 拿个木桶 都把四五百斤的野猪砸晕了 哎哟 我低乖乖龙地动 这野猪真是肥啊 这得有多少肉 我瞅着这不像是野猪啊 没獠牙 跟咱村养的土猪有点像 就是太黑了吧 跟煤炭似的 村里人围绕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猪 七嘴八舌 有调皮的小孩 还拉着大人的衣袖 偷偷摸了几把猪毛 大队长来了 快让看 让队长看看 咋分肉 队长 快看这猪多肥 是拉公社卖了 还是给村里人分分肉 村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村里准备咋处理 嘿 这猪真丑 还怪肥的 回头开会投票看 是卖了 还是村里分肉吃 好了 今天早点下工 都到村东头打鼓场集合投票 天热肉可放不住 沈家村大队长沈建海 沈朝炎二爷爷家的族书 开心地看着大黑猪发话 哦 多久没吃上肉了 要我说立马攒了分肉 可不是 中午沈老头家炖肉 可把我馋坏了 我家娃馋的直哭 闹着要吃肉 沈建海大队长 听着村民们的一路 心里有数了 看来能吃上肉了 哎 中午大哥家给送个一斤肉 家里炒了几片 那叫个香啊 没一会儿功夫 村民们都聚集到了打鼓场 今天开会 压根不用喇叭吆了 村里八卦传播速度 那时和无线电有一拼 也不晓得都怎么传播那么快的 直接公开举手 投票决定黑毛猪的去留 不出意外 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分肉吃 少部分人想卖点钱 不过从来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队长直接发话 烧水宰猪分肉 村里专业杀猪将 早就把杀猪的家伙是准备好了 就等着给村里分肉呢 他一年多没宰猪了 心里有点小激动 村民都扔下手里的火跑 来看热闹 小孩干脆围着锅不走了 时不时盯着肉流口水 大队长吆喝着 按公分高低排队分肉 公分高的人能最先选好的肉 偷钱耍滑公分少的人家 就只能选别人挑剩下的 很公平 好在自己家没分家 家里公分不少 大队会计一计算 每家能分三斤二两的肉 剩余的骨头 猪砸就村里 每家出点野菜 萝卜凑一锅杀猪菜 沈朝延虽然有点不喜欢这样吵闹 又脏兮兮的氛围 还是好奇的从头看到尾 顺便偷偷拍了些村民投票照片 载猪分肉照片 准备杀猪菜的照片 这些后事都看不到了 值得纪念一下 沈老头家因为最先发现大肥猪 又拦了下来 最后被沈家老三答的挂了 所以多分了沈老头家一斤 这是村里惯例 谁最先发现山上无主野位 可以多分一斤 当作集体奖励 村民们一脸羡慕的 看着沈老头家多出的一斤肉 倒是没半点意见 有极度的 也只能在心里按骂两句 自己运气不好 沈朝延还是头一次知道 村里间那么多人 看着奶奶笑呵呵的 拎着自家分的几斤猪肉 沈朝延巴巴嘴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肉好像太少了点 早知道多放出来几头猪了 反正空间里家畜繁殖块 一窝一窝的 要不是自己把他们公母分开 空间指不定家畜泛滥成灾了 当然 多放几头猪出来 也只是想一想罢了 以村民们的性子 就算自己放出来十头猪 村民们也顶多分一头 其他的估计都要卖了 所以 还是算了 顶多三五个月 想办法放出来一头 给营养不良的村民和小孩姐解馋 也算自己传来给村民的福利了 按照史料里记载 最近几年 好像在闹灾害 很多地方缺物资 自己要不要把空间堆积成山的粮食 低价放出来一批救急呢 也不知道 自己一干涉历史 后世的历史轨迹 会不会偏移 目前来看 有些东西和自己前世历史记载差不多 但是知名的领导人物 好像不一样了 闹不明白 是不是前世历史记载问题 还是这里 只是一个独立的平行空间 前世的众花国 从近代到末世历史 没出现断层 所有东西 不仅有纸质资料 那就是说 自己目前处的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平行空间 只是发展轨迹大致相同 地名也大致一样 只是历史人物有些不同了 大概明白了 那自己 现在就是干预了历史发展 也不会对自己前世所在的时空 产生未知的影响 这样就放心多了 自己现在插手这个时空的历史 就会衍生出独立的一条时空线路 对原本已经发生的时空线路 不会产生交错 时空论 烧脑 沈朝言柔柔快被自己绕猛的脑袋 不再去想这些知识了 前世那么发达了 他都没学会这些抽象的理论 严重偏科 这一世也不指望了 自己就不是搞科研的料 脑袋又发散远了 回头看看热闹的场面 沈朝言好奇心满足了 准备回家去 结果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看戏的心思还没来得及激动 被自己老妈的凶狠刺耳的声音 刺激地回过神 只见自己老妈气得跳着脚 一手抓着一个老太太 一手指着人大骂 吐沫星子恨不得喷出三丈远 好你个贼婆子 竟然挖几体墙角 竟然偷杀猪菜要炖的肉 宋翠花你放开我 欺负老人了 哎呦 沈赖皮家的欺负我孤儿寡母了啊 还拉着想打我啊 老天爷快劈死这胖娘们吧 三脚眼的老太太 顺势坐到地上直拍大腿 二狗子 你死了早啊 死老头子 你扔下我们孤儿寡母受罪啊 你快回来看看吧 有人欺负 一个寡妇了 我呸 王婆子 你少在这虎脚蛮缠 你就是偷盆里的肉了 快来人把他裤脚扒开 藏了一个猪肝 我看得清楚 宋翠花紧拉着人不松手 托抹心子 恨不得喷地上老婆子脸上 沈朝延的二伯母李大连一听肘里的话 二话不说 去扒拉老婆子的裤脚 哟 还真藏了一个大猪肝啊 你老人家还有脸撒泼呢 这下没话说了吧 地上撒泼的老婆子 像是被捏住了 嗓子也不敢嚎了 眼睛一咕噜就喊道 哼 又不是我一个 那丫头也藏肉了 就在他裤兜里 第十章又被记恨了 第十章又被记恨了 呸 王婆子 你还想拉我们家丫头下水 你咋嫩黑心呢 一精神抖擞的老太太 听人诬赖自己孙女儿气得大骂 就是 人家小丫头平时可乖了 人长得好看 嘴又甜 王婆子欺负人家 没亲爹娘护着 就推不定道了 就是 人家丫头虽然是捡来的 可比沈家丫头好看多了 这丫头可乖巧多了 人家虽然没亲爹娘 可沈老三家 可当自己亲孙女养的 呸 你们都是睁眼瞎 被这死丫头骗了 长了一副乖巧样子 其实心最黑了 当我王婆子好护猛 这种人 老婆子 我年轻时候见多了 王婆子 一副你们都是傻子的眼神 看着为沈小花说话的人 嘿 王婆子 你自己无赖人 还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就你那三角小眼睛 能看出个傻好歹 有些爱打抱不平的人跳出来了 哎哎哎 那丫头准备往哪跑呢 有没有 你把她裤头搜一下不就知道了 王婆子看着沈小花后退 准备溜走 立马开口 妍妍 你去搜搜你堂妹的裤兜 大队长黑着脸看着一幕 喊站在旁边看戏的侄女去动手 不用我孙女来 老婆子我来搜 李婆子看孙女不想动 立马拽住想开溜的沈小花 早看这丫头不是好的 偏偏自己孙女看不透 也不听劝 终于逮住机会了 大奶奶 我没有 我要回家 我妈让我回去帮忙做饭 沈小花心虚色缩着往后退 回家 又不在乎这一会儿 我看看 别让人家污蔑了你 影响我沈家的名声 李婆子把自己肉 往沈老头手里一塞 拉住沈小花就搜 哎呦 你还真偷了 总共那么点猪肝 你和王婆子挺默契啊 一人偷走一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三儿媳妇 做饭把肉扣下了呢 李婆子毫不客气的 从沈小花一兜里 掏出来偷走的肉 哼 吃个杀猪菜都不省心 谁还偷了 最好都给放回去 再发现 今天的菜也不用吃了 王婆子 沈小花扣十公分 明早大会上认错检讨 都散了 大队涨气的脸黑了几个度 老三家的丫头真不省心 刚分了肉 中午大哥还给送去一斤 就这还不满足 对不起 我妈说家里肉不够吃 很久没吃肉了 老爷生病了 对不起 我不该偷村里的肉 沈小花可怜兮兮的哭着解释 哼 心眼还真多 这话啥意思 暗示 是老妈想偷点肉送去娘家 她沈小花是被老妈指使的 还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啊 要不是当初三爷爷家 把她捡回去 指不定小时候就饿死了 现在竟然把锅甩在自己养母身上 沈朝延看戏结束准备回去 却发现 身后一双恶毒的眼睛盯着自己 感觉盯的后背挺不自在 回头看到沈小花愤恨的眼神 自己望过去 沈小花立马下的低下头 沈朝延摇摇头懒的搭理这种人 自己招谁惹谁了 莫名其妙啊 就因为自己奶奶把肉搜出来了 所以恨自己 这是什么逻辑 有些人的仇恨真是来得莫名其妙 可能天生气场不对付 拐着弯的事也能怨恨上自己 沈朝延开心地哼着不知名的调子往回走 管他是与非 反正他就喜欢敌人看不惯自己 又干不掉自己的样子 乖孙女儿啊 那小花不是什么好人 咱以后别跟他玩了呀 你瞅瞅 遇到点事就把黑锅甩给自己养母 心得多黑 打量谁不知道他的心思似的 李婆子满脸纠结地劝孙女 以前自己一说不让跟那丫头玩 孙女就闹脾气 糟心哦 嗯 来 我以后不跟他玩了 来你放心 沈朝延乖乖地点点头 一路跟奶奶说说笑笑回去 好 好啊 奶奶晚上单独给你炖个鸭腿 明天再炖一个好不 李婆子见孙女难得那么听话 开心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嗯 奶奶真好 炖俩鸭腿 我一个 也哪一个 沈朝延点点头笑着说 他猜测 奶奶估计想着有杀猪菜 能省一点是一点 要不是顾及自己 怕是晚饭都不做了 奶奶简朴惯了 即便自己拿出来那么多粮食 一时半会儿 怕是老人也改不过来 慢慢来吧 食物慢慢多起来 看奶奶舍不舍得多做点 晚饭最后还是变成了 煮了一锅白米粥 清炖了半只鸭子 因为沈朝延突然想自己做饭了 李婆子一开心 让孙女自己做主 他给孙女打下手 虽然最后的结果 是有的心疼弄了那么多晚饭 但是第一次尝到孙女做饭这么香 那点心疼也就变成傲娇欣慰了 哎呦 我孙女就是聪明 头一次做饭就做得那么香 奶闻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这是遗传了你老爷那边的能力了 你老爷祖上可是出国御厨 你娘做饭也好吃 我尝着还是我孙女做的香 比他们厉害 老太太尝了一口肉块 把孙女夸成花了 沈朝延默默接受 其实她做饭一般般 像后世大多数人一样 做饭仅限于能吃 味道就不说了 只是后来发现 空间井水能提升味道 做饭就像开了挂 这次做菜 趁奶奶不注意 偷偷添加了些空间井水 放了些调料 味道就翻了几个层次不止 乖孙女儿 你在家看家 我去看看杀猪菜做好没 去领咱家的那一份 出门记得把门锁上 别被人把锅里肉偷了去 李婆子拿着自己饭盆去出去 嗯 我在家哪也不去 沈朝延点头说道 看到奶奶出门了 沈朝延立马 从空间取出存放的熟食 切了半只鸭肉扔到锅里 这下应该够全家人吃了吧 当然了 为了不让奶奶发现 鸭脖子和鸭腿 没往锅里扔 今天的晚饭比午饭香多了 村里小朋友倒是没在 趴在门外闻味道 都守着村里的杀猪菜呢 倒是落了的清静 发现来到这个时空之后 饿得好快啊 可能是圆主肚子里面有水 不管家里人了 先偷吃一只鸭鸡腿 颠颠肚子再说 沈朝延躲在厨房啃鸡腿 却不知道沈小花此时 正过的水深火热 第十一章 画牢弟弟 第十一章画牢弟弟沈朝延 啃完一个鸡腿 一时蔓延出去 发现家里人都还没回来 想了想从空间 拿出来一些水果 回忆了一下 六月份印记水果有哪些 准备拿几种常见的出来 有瓜 有梨 樱桃 芒果 红香蕉 樱桃番茄 荔枝 桑芫 李子 桃子 香瓜 柠檬 莲雾 菠萝 火龙果 番石榴等 但是自己现在处在北方 南方的水果这年代 应该不好运吧 而且据圆主记忆里 水果现成也没得卖 偶尔运气好 才会看到有卖的 沈朝延看了一下空间 决定拿出俩西瓜 拿十几个香瓜 再拿一筐离出来 其他不常见的 就不拿出来了 容易让人怀疑 既然现在是一家人了 自己多少得照顾着点 此时真是感谢那跑走的丈夫了 给了自己太多方便了 随便拿出来点东西 都可以甩锅 给回不来的丈夫 反正家里人也没法去和人家证实真假 想想就开心 嗯 小豆丁丁丁回来了 果然 下一刻小老弟迈着小端腿 跑得脸红扑扑的 还没进院子就开始喊 姐姐 你快出来 我给你带了鸡蛋吃 沈朝延听到声音 狠给面子的走上前 哎 怎么又成泥人了 过来姐给你洗洗脸 跑得满头大汗的 脸都热红了 嘿嘿 我干活弄脏了 妈让我把除掉的草检路边去放着 爸回来我就洗澡 姐 看 鸡蛋 二爷爷家的村长伯伯给的 说感谢咱家中午给的肉 嘿嘿 姐 给你吃 沈朝延松开捂了一路的口袋 伸出小黑手 把鸡蛋递给沈朝延 养着头球表扬 自己怎么不吃 队长输给你吃的 姐喜欢吃鸡蛋 我中午吃了姐姐的鸡腿 鸡蛋给姐姐吃 嘿嘿 狗蛋和二毛 还想让我分给他们来 沈朝延笑得露着洁白的小虎牙 有黑的小脸 显得牙齿更白了 小弟真好 知道心疼姐姐 乖 一会儿让奶奶多奖励你一块肉 沈朝延接过鸡蛋 拉着脏兮兮的小豆丁去洗手 倒不是沈朝延稀罕这个鸡蛋 主要是培养董事的弟弟 要从小开始 让小孩从小知道分享 懂得做好了有奖励 否则拒绝一次两次 孩子就会默认你不喜欢这些 下次他就不会问了 等你哪天想从孩子手里要东西 他也不乐意分给你 就像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 说自家孩子每次有好吃的 都要给父母尝尝 时不时给父母买东西 父母心疼孩子懂事 每次都谦让拒绝 等到之后 孩子成家了 再想要孩子给买些东西就难了 因为在孩子的潜意识里 想不到再和父母分享好东西 弟弟 姐 你身上香香的 姐姐 嗯 你身上臭臭的 弟弟 姐 我一会儿就洗澡 我不要臭臭的 姐 晚上还有肉吃 姐姐 嗯 有 锅里还有一锅鸭肉 弟弟 姐 今天的大黑猪好大好大 这么这么大 你看到没 姐姐 嗯 看到了 弟弟 姐 来说明天我可以去玩一天 不用干活 明天去山上找野果 姐 你去不去 姐姐 嗯 去 太好了 姐 我跟你说山里的红果果可甜了 我知道在哪里 上次二哥三哥带我去了 姐姐 这娃怎么像都画牢 弟弟继续手舞足蹈 姐 我跟你说 山上有鸟窝 二哥可厉害了 爬得好高好高 有这么高 姐姐叹了一口气 懒得搭理画牢弟弟了 好了 洗干净了 看看爪子是不是白了 走 奶回来了 该吃饭了 弟弟 哦 吃肉肉了 姐 快点 村里炖的肉可香了 沈朝言摇摇头 看着这多动正式的弟弟 心想人类幼崽果然难养 前世弟弟妹妹 好像小时候挺乖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自己打多了才乖的 前世弟弟妹妹 大姐 自信点 就是被你打多了才乖的 你上学不在家的时候 我俩能窜上房顶接瓦拆架 沈朝言 嗨 果然是打少了 奶奶你回来了 看 我姐给我洗的手 白不白 奶 我脸白了没 沈朝阳看奶奶进门赶紧跑过去 伸出手爪 扬起黑瘦的脸蛋求看 哎呦 皮小子爱 别烫着你了 快挪远点 白了 是村里最白的仔 李婆子连忙把菜盆举起来 看着抱着自己腿的孙子 恨不得踹一遍去 糟心的臭小子 黑成驴粉淡了 还有脸问自己白不白 爸爸 你看我是不是白了 姐姐洗的 爸爸 姐说我臭 你快给我洗澡澡 沈朝阳得到奶奶的夸之后 又跑去抱自己老爹的腿 沈建军等着回屋吃饭呢 儿子挡了自己的路 又是一把把儿子四脚朝下的拎起来 翻个白眼敷衍的应了一句 白了 吃饭去 晚上再洗 沈朝阳嘴角抽搐的 看着父子俩的造型 每次这爷俩在一起 弟弟都是四脚朝下 得亏了衣服结实 要不非得摔个狗啃尼不可 老大家的 赶紧盛饭 老二家的摆好桌凳 老三家的帮忙端饭菜 都赶紧的 天都快黑了 别一会儿浪费灯油 李婆子把杀猪菜端回堂屋吩咐的 乖孙女儿 快来尝尝 今天的杀猪菜 可是你妈长烧 好吃着呢 李婆子也不管其他人 招呼着孙女坐过去 加了一片猪杂味到沈朝阳嘴里 嗯 好好吃 妈的厨艺原来这么好啊 奶 我等家里人一起吃 沈朝阳没拒绝奶奶的头味 尝了一口 眉毛都挑起来了 和自己家的空间水提味的菜 有一拼了 好厉害 好吃吧 之前年仅好的时候 每年都得让你妈长勺做 连外村的杀猪菜 都要来请去你妈去帮忙 李婆子一脸鱼有熔烟的样子 跟孙女说 买做饭也好吃 沈朝阳顺便拍了一剧奶奶的马屁 那可不 咱家除了你妈 就说我做饭好吃了 现在啊 就说我孙女做饭好吃 哈哈 跟你说啊 奶奶我的厨艺 还是跟你妈学的 妈 你俩说啥悄悄话呢 这么开心 咱家里妍妍跟你最亲 我这亲妈都得往后排 哎呦 闺女白痒了呀 一点都不跟亲妈亲近了 宋翠花拉着闺女的手甲装难过 我亲孙女儿 不跟我亲跟谁亲啊 咋的你还吃你闺女的醋啊 瞅瞅你那装的样子一点都不像 三弟妹 你应该低着头才像伤心的样子 光捂着胸口 嘴巴还在笑呢 二伯母补刀 扑扑扑 大伯母低着头忍笑忍的肩膀抖动 其他人直接没忍住 第十二章 神仙日子 第十二章神仙日子 行了 都赶紧吃饭吧 一会儿天该黑了 老三家的 你再跟我抢孙女 我可不一 妍妍可是我亲手带大的 李婆子娇称的 撇了不着调的三喜眼 这糟心玩意 是一点都不像御厨的后人 倒是像杀猪降下的闺女 直心眼 大嗓门 一把子看比男人的力气 哎 要不是看着身体强壮肥胖 她还看不上呢 想到这里 老太太看了眼身边的孙女 母女俩一点都不像 母亲肥胖强壮 个子高大 咋把我孙女生得 跟个猫崽子似的呢 要不是自己看着一生接生 又亲自养大的 她非得怀疑抱错了不可 哎 鼻子像三儿子 嘴巴跟我挺像 眼睛有五分像三儿子 就是没三儿子的桃花岩好看 肯定是因为早产身体不好 孙女才长不高 吃不胖 剩下的肉不能这么糟了 得留给孙女好好补补 想到这里 李婆子直接给孙女 单独成了一大碗肉 乖乖孙女 今天做饭累着了 多吃点肉啊 沈朝延一脸呆滞的 看着面前一大碗冒筋的肉菜 不明白 奶奶怎么突然情绪不对 还满脸心疼自己的样子 奶 我中午吃多了 吃不下这么多 奶 你跟爷爷辛苦了 你们多吃点 沈朝延说着 把一大碗肉分成三份 爷奶各一份 自己留个碗底的量 孙女结婚之后 懂事多了 还心疼也奶 就说丫头比小子贴心 看看不就早早想了孙女的福了 李婆子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爷 奶 开饭吧 天快黑了 哎哎 听严严的 开饭 都冻筷子吧 沈老头夹起来 碗里一块肉说道 都吃吧 想吃啥加啥 炖了半只鸭子呢 瞧着肉可不少 满满一大盆 李婆子补了一句 也端着碗吃起来 姐 你咋又把腿给我吃了 沈朝阳一脸纳闷的 看着突然变大方的姐姐 吃你的吧 我肉吃多了 不想啃鸭腿了 赶紧啃了 不许剩下 沈朝延敲了一下弟弟的脑袋 姐 那我给你留着夜里 饿醒了吃 沈朝阳看看鸭腿 又看看盆里满满的肉说道 随便你 反正我不吃了 你不怕夜里耗子 叼走了 就留着吧 沈朝延端起碗里的汤喝 还想防着你亲爹啊 我还会抢你的东西吗 沈建军咽下嘴里的肉 对儿子翻个白眼 抢了 抢了好多次 我都记着呢 沈朝阳别别嘴 那是你姐姐饿了 给你姐姐吃了 你看你姐姐瘦的 你当弟弟的 不得让这点你亲姐啊 沈建军尴尬的解释 他是抢了好多次 儿子的红薯给女儿吃 那好吧 该给姐姐吃 鸭腿也留着姐姐饿了吃 小不点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沈朝延听了这俩人的对话 有点脸红 园主这么大人了 还抢弟弟的口粮 还是让老爸亲自抢的 小豆丁难得没黑话 反被洗脑成腐解磨了 这家人偏心眼偏这么狠 正常吗 就因为家里 只有自己一个女娃才这样吗 总觉得还有其他原因 哎呀 这鸭子肉炖的 也太香了吧 这真是炎炎做的吗 我闺蜜也太有天赋了 随我 宋翠花尝了一口鸭子肉叫起来 嗯好吃 李婆子点头应了一声 又和大家一样 埋头吃起来 呜 媳妇你是不是傻 没看大家一个进家鸭肉 吃的头都顾不得抬起来吗 沈建军边嚼边吐槽 我不是担心 闺女第一次做饭不好吃吗 才刚尝到嘴里啥味道 自己亲闺女做饭 你都不给面子吃 怪谁 不像我投一个捧场 呵呵 哪没给闺女面子 不是吃了吗 还不是我的味觉比你们灵验 怕万一吃不下去 闺女伤心 宋翠花有些心虚哼哼两句 然后马不停蹄的 把筷子伸进装鸭子肉的盆里 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 沈朝延纳闷抬头一看 好家伙 都在比赛沉浸式啃肉吗 也太夸张了吧 难道自己做菜用力过猛了 也没放多少调料啊 空间谁也没加多少 要不要这么夸张的吃法 骨头都嚼碎吞肚子里了 难怪中午桌子上没几块鸡骨头 原来都吃了呀 果然是他太单纯了 没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体验 也没断过肉 是没办法对这里的人的想法 感同身受的 沈朝延想通了之后 也低下头默默地吃饭 一时间整个饭桌上 只听到吞咽的声音 和筷子碰到碗盆的声音 这顿饭吃的时间比平时长 李婆子奢侈地点了一盏煤油灯 又坐回去继续吃饭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 沈朝延尽量放慢吃饭的速度 每口饭菜至少嚼三四十下 才吞肚子里去 一顿家常饭吃了俩小时 沈家这顿饭菜 算是打破了他们家吃饭最高时长了 像中午一样 全家又吃撑了 坐那都不想动 沈朝延自觉去煮了一锅山楂水端了过来 想着下次少做点饭菜算了 总这样撑着不试试 一家人喝了山楂水 才觉得缓过劲来 哎呀 这怕是神仙才会过日子吧 可不是 这俩炖饭吃的感觉活得值了 哎 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都没吃饭吃撑到过 多亏了妹夫 我头一次吃肉吃撑了 十九岁的大堂哥沈朝前 柔柔肚子感叹 嗯嗯 多亏了姐夫 十三岁的二堂弟沈朝静点头夸赞 姐夫好十岁的三堂弟沈朝光 跟着点头 姐姐最好 好多肉肉 亲弟弟沈朝阳 挥着手里的骨头说 阿帖 阿帖 省郊外的某处隐蔽的训练基地里 三柱 营长 你感冒了 猴子 老大 是不是家里谁想你了 狸猫 猴子你长胆子了 敢跟营长开玩笑 嘿嘿 营长 你看 明天要不休息一下不训练了 你想什么美事 明天加练两个小时 故身冰冷无情的声音回应 难道是他想我了 念头刚产生 立马磨灭 自己脑子 估计出问题了 怎么会想沈家村那个地方 第十三章 变了 第十三章变了一天下来 沈家人过得云里雾里的 好像日子一下子 从地狱到了天堂 直到睡到床上 还在回味这两顿吃的肉 比十几年 吃的肉都多了 真香啊 老婆子 你有没有觉得 言言好像不一样了 沈老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说了一句 是不一样了 从早上就变了挺多 往常喊他吃饭一溜烟就起床了 早上都没爬起来 中午 还把孙女须买的米糕 分我吃了一半 平时这丫头互识互的紧 她不抢别人的 就算好的了 哎呀 结了婚果然都懂事多了 还知道帮忙做饭 还把肉分给咱老两口吃 李婆子感叹道 这变化也太大了 鸡腿鸭腿都给杨杨吃 平时可不会 哎 最奇怪的是 明明模样一样 就觉得气场不一样了 沈老头还是觉得 哪里不对劲 可不是 我开始还以为 谁把我孙女换了 我瞅瞅胎记 又问了些小时候的事 这丫头都记着呢 应该是长大了 结了婚的 跟孩子时候 那确实会不一样 哎呦 撑得我睡不着 老婆子你给我揉揉 沈老头夫妻话题 渐渐偏了 翠花 你有没有觉得 咱闺女哪里不一样了 我咋觉着 闺女还是那个闺女 就是往那一站 就觉得不是一个人 看长相明明 还是自己闺女 不用怀疑了 就是咱闺女 我偷偷看胎记了 也问了一些小秘密 咱妈也问了 闺女都记得 哎 我也感觉不一样 丫头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就跟我嫁给你那会儿似的 感觉整个人都不同了 应该的结了婚的原因 宋翠花一脸认真的回答 那就是女婿教训咱女儿 黑油黑心肝的故身 亏得我还觉得 她大方送了那么多吃的 肯定是她狗日的 伤了炎炎的心了 大婚第二天就跑了 要不闺女咋一夜之间 懂事那么多了 我捧在手心里 十八年的闺女啊 就怕孩子太快懂事了 跟四妹似的 嫁了人就变了 跟家里断了关系 沈建军气得突然坐起来 放心吧 咱闺女是变懂事了 四妹那是没心没肺 嫁了城里人 就不认娘嫁了 你可别赖女婿 你看女婿对咱闺女多好 送了那么多东西 妈说还留了好多钱 还说接闺女去城里享福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宋翠花拉了一把 想起来出去的男人 呵呵 敢欺负我闺女 我要她好看 管她是不是有钱呢 躺床上 拉过媳妇亲热一番 沈朝延今晚正好睡不着 准备练习一下精神力 刚把精神力外放 就听了一耳朵悄悄话 也不是想偷听 主要是刚好听到 原主爷奶和爸妈 讨论自己变化的事情 想知道他们的想法 好在最后他们自圆其说 也没再怀疑了 其实 沈朝延不是不能假装 原主的性子 只是总不能装一辈子吧 原主性格也不讨喜 他本身也不喜欢被约束 就随了自己的本心 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大不了 摊牌一拍两散了 好在沈家人最后讨论的结果 是接受了自己的变化 还都找好了变化的原因 脸除了一直在心里的担心 沈朝延也没打算 继续在外面练习精神力了 一不小心 就听到不该听到的东西 单脆躲空间里练习 沈家几对夫妻 今夜好像格外亢奋 竟然都在造人 沈老头和李婆子 竟然起床分吃了一个香瓜 老婆子啊 这瓜真甜 解油腻正好 可不是 还是孙女儿孙女婿孝心 乖孙女一点没都藏私 还把水果都放在屋 让咱们看着安排 李婆子啃了一口瓜 回应道 咱老两头有福 大灾年的还能吃上水果 肉管饱 这辈子活得值了 沈老头低头啃了一口咽下去 继续跟老伴唠嗑 嗯 值了 老些大米面粉 那个白的哦 比血还白 县城卖的精品都没这好 没想到咱家能吃上 水果明天留一半给炎炎 咱老两口留俩梨 留个香瓜 其他的给他们兄弟三分分 李婆子抹了一把嘴上的瓜汁说 你管家 你安排就好 还给老二老三家送不 沈老头抬头问道 不送了 都送了一家一斤五花肉了 送多了 还以为咱家有多少东西呢 哎呦 又吃撑了 李婆子站起来 柔柔吃骨起来的肚子 可不是 坐着还没感觉到 一站起来 感觉食物都顶着胃了 一辈子都没被好吃的撑到过 想想就美啊 老婆子 咱明天吃饺子吧 肉馅的 想得慌 沈老头下地走了走消食提议道 行吧 还剩三斤五花肉 明就包饺子 不吃这天气也放不住 我还想着烤成肉干 给孙女当零食呢 好在还有半只鸭子 女儿烤干了 放孙女儿那屋 让她自个儿留着吃 李婆子打算着 沈朝阳四兄弟一个屋子 这会儿也没睡 四兄弟趴在一起分吃鸭腿 才刚消完时又吃起来了 沈老头家小院 众人的幸福不足为外人道也 沈老头三弟家则恰恰相反 因为白天沈小花偷肉被抓 之后又暗示甩锅给自己养母 回家之后被养母狠狠数落了一顿 又被二奶奶扣了肉 只给了一个窝窝头 沈小花的两个伯伯 伯娘听说丢脸丢到全村去了 对着捡来的侄女也挠起来 平时家里就偏心着丫头 还去偷东西 搞得像他们全家 虐待着捡来的丫头似的 爷爷 我就是想着快到嫁人的年纪了 要是名声不好 会被嫌弃的 才那样说 我就是想让家里人多吃一口肉 咱家好久都没吃肉了 大爷爷家好多肉 才给咱家送了一斤 我就是想着野猪是君子疏打的 气不过才想往家里多拿点 沈小花黑灯瞎火的 还跪在院子里认错 行了 回去睡吧 以后不许偷东西 别跟你搬那眼皮子浅的学 好好的丫头都学歪了 沈三爷爷吃了点肉 反而更馋了 没心情跟交孙女 挥挥手把人撵回去了 沈三爷家白天丢了面子 晚上都心情不好 躺在床上都还在抱怨 哼 都怪沈朝延这个丑八怪耗子精 要是他过来搜替自己隐瞒一下 自己也不至于丢人 害得他晚上连一口肉都没吃到 上次怎么就没淹死他 还白让他得了一个有钱又好看的男人 沈小花恨恨地看了眼沈朝延家 第十四章算计 第十四章算计 沈朝延可不知道 大晚上的友人还在暗恨自己 此时 他正在空间练习 前世学的搏斗技能 让现在这个身体适应一些技巧 毕竟现在一个金河都不剩了 空间井水异能提升作用缓慢 只能补充能量 异能消耗过度 喝井水也得俩小时才能恢复 吸水只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索性多练练 前世基地教官教的薄杀防身技能 省得哪天异能枯竭了 又没有反抗之力 沈朝延从来都不抱着侥幸的心理偷懒 虽然本身喜欢夺懒 但也是在该做的事完成之后 才会泛懒 要不 前世也不会悄悄把自己异能提升到了九级 成为基地一个隐藏的大佬 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才有安全感 目前这时代看着挺安全的 也不排除自己哪天会运气不好 与其赌运气当个废材 倒不如平时努力下练成隐藏大佬 默默吃别人的瓜 总比哪天被别人按在地上摩擦好吧 沈朝延在空间里练到快十一点的时候 才洗漱一下 定个闹钟躺空间里休息 主要外面挺热 空间里不冷不热正舒服 沈朝延把睡了一夜 老公给忘到九霄云外了 可不想有人才分开一天 竟然失眠了 顾身躺在宿舍床上 目光孤冷的像只独狼 眼神悠悠地看着屋顶 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惦记那个丑丫头 明明之前很讨厌 看都懒得看一眼 睡了一觉却念念不忘了 他确定自己不是肤浅的人 沈朝延 前后气质判若两人 到底哪一面是真实的你 顾身在这漆黑的夜晚 无声地念叨一句 他已经找人调查沈家所有人的资料了 但愿能找到答案 顾身在怀疑沈朝延的身份 却不知道自己刚娶的媳妇被人惦记上了 第二天一早 沈朝延又成了最晚起的那一个 吃饭门外传来一阵闹腾 对有起床气的人来说 简直像睡着之后 被人拿铜锣在耳边敲 超烦躁 超气脑 呸 你想什么没事呢 我家闺女昨天刚结婚 南方还是城里人 谁瞧上 你这落魄户了 宋翠花站在门口插腰口吐芬芳 李婆子死死盯着对面的人 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说谁丑呢 说谁名声不好呢 也不丑丑自己儿子 这尖嘴猴腮 拉里拉他甚须病秧子残废样 还敢肖像我孙女 也不撒泡尿罩照镜子 嘿哟 你孙女那又蠢又懒又馋的 浩子金模样 都传遍整个公社了 我儿子愿意来娶你孙女 你们偷着乐吧 你孙女都十八了 还没嫁出去吧 就那模样 有人愿意上门娶 你们还不大摆宴席招待 还拿桥什么 我家独子 我儿可比你那浩子金 孙女好看多了 只要你陪嫁一袋红薯 我们就马上领回家 一个乞丐婆打扮的老婆子 养着头嫌弃的说 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 耳朵也聋了吗 没听见我儿媳妇说吗 我孙女昨天就结婚了 孙女婿是城里人 你们还在这瞎歪歪傻 就你儿子这要死不活的样子 给我孙女婿 踢鞋都不配 滚滚滚 别污染我家门口的空气 李婆仔气的拿起扫把 往门口俩 母子身上扫灰 你那孙女儿我可看见了 又瘦又矮又丑 城里人怎么可能看得上 骗谁呢 前两天听说还嫁不出去 你再考虑考虑 我们就要一袋子红薯赔嫁 我儿子立马就娶 门口乞丐婆打扮的大妈 还在嚷嚷 村里瞧热闹的人来了不少 沈朝延散出意识 听了一会儿 搞清楚了原因 靠 大早上的挺影响胃口的 让别人看自己笑话挺不爽的 一个精神攻击过去 把脑子不清醒的大妈击晕了 至于精神力使用不成熟 会不会把人弄成白痴 沈朝延表示一点不在意 不死就好了 像这种胡搅蛮缠 听不懂人话的管他死活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十倍还之 今天算是教训一下 没仇没怨的 到早上跑自己门口 坏自己名声 不给点教训 都对不起他拥有的异能 哎呀 人咋好好的 突然晕过去了 赶过来看热闹的人 立马叫起来 快送公社医务室看看去 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吧 又有人赶紧招呼四周人 抬着人去医务室 这个时候的百姓 还是挺热心的 看热闹归看热闹 遇到事了一点不含糊 哎 小伙子 你是这婆子的儿子吧 快打把手 跟着去医务室 别傻站着了 你们也真是的 不打听打听清楚 人家沈家小孙女 昨天就百姓酒结婚了 男人昨天才回队 那孙女序长的教俊呢 咋可能看上你 还敢开口要一袋红薯 咋想的 村里一看热闹的大叔 鞭台人别数了 可 我们也是前两天 听说沈家小孙女名声不好 嫁不出去才来的 我家里穷拿不出彩脸 可 我娘才会一早来提亲 病秧子似的男人解释了一句 也不怪人家 堂姐逼着那个哥哥结的婚 结婚一天就走了 也不知道还要不要堂姐 有人来提亲 堂姐应该请人家进屋里做作 怎么能让家里人把人气晕了呢 沈小花躲在人群里 小声说了一句 我娘是被沈家人气晕的 沈家人必须跟着去服医药费 病秧子男人一听 对呀 娘是被气晕的 管他咋晕的 反正是沈家人气晕的 沈家得负责 沈建军一听到这忍不住跳起来大骂 呸 小花你个死丫头 打量老子听不出来 你的声音是吧 黑心烂干的 三叔家好心把你捡回去养这么大 感情养了一条白眼狼出来 病娘子丑八怪 还想饿我们家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老子的名声 小心老子把你房子点了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长得这么丑 想得倒是美 还敢肖想我闺女 倒贴一千块 我们家也看不上你 那个乞丐婆宰晕过去的 我们村里人看得清清楚楚 指不定是有脑机奏报应了 想让我们家赔钱 你想得巴巴 今天这一出 指不定是你们算就好的 第十五章 挨打 第十五章 挨打沈家村的人 担心外村人在自己村里出事 会影响村里人的名声 村里名声坏了 不仅耽误评选先进大队 还影响村里孩子嫁娶 几个村里人 直接拎着地上老婆子的胳膊腿 就往公社医务室去 也不敢用牛车拉 看热闹的人群看 闹事的主角都走了 没戏看了 跟着渐渐散开 沈朝延的老妈宋翠花 一个大步上前抓住 想趁机溜走的沈小花 啪啪 宋翠花狠狠地抽了沈小花几巴掌 脸都给扇肿了 死丫头 小时候还吃过老娘的奶水 现在还想 坏我闺女的名声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 滚 以后再赶上我们门前 老娘把你腿打折了 亏得自己看她小时候 被人扔了怪可怜的 还为了好长时间的奶水 结果喂出来个白眼狼 竟然按啄嗦地坑自己闺女 嘿哟 这人真是坏透了 一边喊自己闺女堂姐 吃自家粮食 一边还要害人 哼 要不是看待她是三叔家的孩子 她非得把这坏丫头打残了不可 越想越生气 村里热心人刚想上来劝 宋翠花就把人推倒扔在地上了 气顺了不少 妈 算了 以后不跟她来往了就是 让三爷爷来管教吧 您一个大人对她动手 回头又被人说你以大欺小就不好了 她黑心又不是第一次了 犯不着跟她计较 咱回去吃饭吧 各位叔叔婶婶 打扰大家清静了 一大早吵着大家 我带家里人给你们道个歉 大家都快回去吧 一会儿还得上工呢 沈朝延扶着老妈的胳膊 又礼貌地笑着 跟大家道歉 演戏谁不会啊 你要扮可怜伯同情 我就扮礼貌大度眠里藏针 看谁技高一筹 小白花什么的 最是讨厌了 好在现在在这里 看热闹的大多数年纪大的大爷大妈 这要是村里小年轻们 只不定又被沈小花这副 柔弱可怜的样子给骗了 沈朝延真是厌烦死这种人了 时不时跳出来恶心人一下 像蛤蟆在脚面蹦打 伤不了人 却恶心人 好想直接暴力 把人按地上好好教训一顿 这种嘴上 司机品操操的模式神烦躁 要不月黑风高夜 直接敲闷棍 不知道是不是起床气还没散 沈朝延感觉自己脾气渐长 一点小事就烦躁得不行 想动手给坏人点教训 沈小花这人真是心里有毛病 原主记忆里没惹过这人 反倒是原主总被沈小花 村多搞事情败坏名声 原主还给沈小花不少吃的穿的用的 真是搞不懂 这人莫名其妙的仇恨哪里来的 总跳出来让人心烦 等一家人带着情绪 吃个简单的早饭去干活后 沈朝延烦躁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看来还是因为刚起床 被吵到了才烦躁 这会儿安静了 心情也好多了 沈朝延有些纳闷 自己名声在村里再不好 也不至于传到离沈家村 三十里外的村子去吧 原主只是有些小坏 像个被宠坏的孩子 又没犯大错 应该不至于名声传千里才是 他有种直觉 这是应该和沈小花有关 看来要去问问了 总不能一直被动 接受一些烂坑 打扰自己的心情 说干就干 事情搁在这 太影响心情了 沈朝延精神力蔓延出去 发现了沈小花的位置 竟然躲在厨房用毛巾敷脸 沈朝延把院子门一锁 散步到三爷爷家附近 意识侵入沈小花意识里 直接在他意识里问话 让他即使清醒了 也不知道有人问过话 这意识波动沟通 不会有声音 也不会有性别 只会让对方感觉 刚才莫名其妙被问话了 沈小花 今天早上沈家门口的事 是不是你搞的鬼 沈朝延意识传递信息问 沈小花意识 根据问题自动回应 我之前在老爷家附近 遇到那个乞丐婆子 托人说美 我告诉他 沈朝延嫁不出去 只要去提亲 不花钱 还能白要一袋红薯 沈小花应该玩意识 突然波动剧烈 便宜他了 竟然结婚了 要不被那病秧子 坏了 名声不嫁也得嫁 看他 还不干活有吃的 该死的丑八怪浩子精 竟然抢了我男人 哎呀 那么帅气的男人 应该是我沈小花的 凭什么那个浩子精 这么好运气 凭什么沈朝延那么丑 还有一家人宠着惯着 凭什么他又蠢又懒 还能吃得饱饱的 想玩就玩想睡就睡 凭什么他运气这么好 投胎到大爷爷家 我从小就被扔了 凭什么他能吃 三沈娘的奶水 吃得饱饱的 就给我剩几口饿得哇哇叫 我要是大爷爷家 亲孙女就好了 说到这里 沈小花的意识波动 又强烈几分 那个丑八怪 怎么不去死 他死了沈家 就剩我一个女娃了 说不定大爷爷 会把自己要去养 推掉水里都淹不死他 还被人救了 那么好看的男人 就因为自己 把沈朝延推水里了 就被破取了他 早知道我自己跳水里了 哎呀 凭什么他运气那么好 我一定要把那个男人 抢过来 我长得比沈朝延 好看多了 沈朝延朝的头疼 沈小花一直在意识里 啊哑的嚎叫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原来梁子从小就结下来了 可悲可怜又可恨的人 怪不得总坑原主 难为原主能活到18岁了 还得庆幸沈小花 脑子不够数 手段太低级 坑得最狠的一次 就是背后 把原主推水里 准备淹死吧 结果原主运气好 遇上个优秀男人被救 还结了婚 怪不得沈小花 在意识里 极恨的哀嚎抓狂 自己问了一句 就迫不及待的 把所有心思都吐露了 这是被压抑坏了吧 沈朝延柔柔 有点发昏的脑袋 懒得再探查其他的了 沈小花的心理 太扭曲阴暗了 看多了影响心情 小教训一下 地上睡会吧 沈朝延用谨慎的精神 立即晕了沈小花 这次精神攻击 够你疼上十天半个月了 脑袋疼 三级异能有点弱呀 侵入意识这么弱的人 交流一会儿都有些晕 遇上意志坚强的人 怕是控制不了 只能使用攻击手段了 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沈朝延打算回去休息会儿 脑袋晕 意识交流 比探查外界东西消耗大多了 以后不能随便用 一不小心要坑了自己 小豆丁鬼鬼祟祟 准备去干嘛 沈朝延 你在干嘛 沈朝延快步走过去 捏住小豆丁地后衣领 不拉住他 估计会迈开小短腿 就跑 沈朝延下的一个机灵 看到是自己姐姐之后 放松下来 第十六章 去县城 第十六章去县城姐 我要去给你出气 出什么气 你准备干什么 姐 早上那个丑八怪 想当我姐夫 我不同意 她太丑了 没有姐夫好 我用你给的奶糖和毛蛋 换了两个鞭炮 我要去炸她 看她还敢不敢来 小豆丁义愤填膺地 挥着手心里俩鞭炮 走 回家 你胆的还不小 敢用鞭炮去炸别人 谁教你的 沈朝延说着 拎着小豆丁的后警 往家里走 姐 你放我下来 我要去教训那个丑八怪 村里的驴蛋 就被鞭炮炸掉了一个手指 鞭炮可厉害了 我给你出气去 小豆丁挣扎着想下地 你知道 鞭炮会把人炸伤还敢去 万一伤到自己了呢 手还要不要了 你把人炸坏了 人家住在咱家走了 抢咱家吃的 要咱家赔钱怎么办 敢情这熊孩子 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知道鞭炮会伤人 还敢去 才五岁的孩子吧 就这么狠了吗 听了姐姐的话 沈朝阳下嘚瑟缩了一下 姐 他坏 我就想吓吓他 吓人也不行 吓坏了 也得要咱家赔钱 你这么大点点鞭炮 伤到自己了怎么办 驴蛋手指都炸没了 你还敢玩鞭炮 沈朝阳感觉脑袋突突的疼 这批小子想揍他怎么办 姐 我不怕 谁让他欺负姐 爸爸说 家里没钱 咱就不赔 沈朝阳赶着脖子 还想试试 臭小子 你还想去试吧 沈朝阳啪啪 他对着小豆丁屁股蛋拍了几下 鞭炮给我 以后不许随便伤人 别人不对你动手 就不能把人打伤 记住没 记住了 姐 你别生气 我不去了 沈朝阳缩着脖子 把捏在手心的两个鞭炮递给姐姐 还有呢 不许把人打伤 小豆丁低着头说 嗯 记住就好 别人欺负你了 也要还手 打不过就跑 回来找姐 姐帮你教训她 但是不许主动打别人 更不许把人打伤 知道不 姐姐 我知道了 不许主动打人 不许伤人 姐 你别生气 小豆丁拉着姐姐的裤腿 仰着头看着姐姐 回家吃糖 以后都不许玩鞭炮 不乖还打屁股 沈朝阳看着乖巧的小豆丁 想凶点也凶不起来 只能严肃着脸 不疼不痒的威胁一句 嗯 回去吃糖糖 不玩鞭炮了 小豆丁一听 开心了 自己下来走回去 沈朝阳柔柔有点晕的脑袋 把小豆丁放了下来 头难受得紧 不想拎着熊孩子了 刚让熊孩子自己走 沈朝阳主动牵住姐姐的手指 蹦蹦跳跳的往家去 沈朝阳看着自己被抓住的手指 无奈摇摇头 真是孩子啊 刚才还吓到的样子 委屈的都快哭了 眨眼又笑呵呵的蹦蹦跳跳 亏得自己以前欺负过弟弟妹妹 不是 是教育过弟弟妹妹 有点惊艳了 倒是能管教一下熊孩子 小小年纪就知道替姐姐出气 护着姐姐 这便宜弟弟 貌似还不错 就是调皮了点 年纪小 先送熊孩子去学校 让老师教多省事 能学到知识 还省得被村里小孩带歪了 村里小孩家长 要是知道沈朝阳的想法 估计会上门理论一番 到底谁带歪谁啊 别看你弟弟才五岁 调皮捣蛋还捏坏 村里孩子都被带歪了 熊孩子跟沈建军那无赖一模一样 黑之麻线的 喜欢按搓搓的搞事情 牵着姐姐手 蹦蹦跳跳乐呵呵的沈朝阳 还不知道自己的苦日子 马上要来了 伸手挠了挠 突然发凉的后景 对了 这时代上学好像要学费 不像自己那时候上学免费 还发补贴 得想办法搞钱才行 顾身给的那一千块 还是不动了 也没打算和那男人有牵扯 早晚要还给人家 回去休息一天 恢复一下精神力 明天去县城看看 据史料记载 这个时期随便拿点粮食 就能换很多古董 粮食很值钱 哎呦 脑袋好晕 得赶紧回空间喝点精水 补充点能量 想到这 直接拽着小豆钉块布 回到院子里 随手把门关了 那 这是大白兔奶糖 这米花糕 这是饼干 这是梨河香瓜 你自己乖乖在院子里玩 零食都给你吃 不要出去 姐姐困了回屋睡会儿 沈朝阎从房间拿出一堆东西 放到院子里树荫下 放了一张草席 让弟弟自己玩 嗯呐 姐 你睡吧 我乖乖的不出去 在院子里看家 沈朝阎很识趣的爬到草席上 吃零食 自己玩 看着熊孩子挺乖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回到屋里门一繁琐 直接闪进空间 蹲蹲蹲 喝了好几口精水 躺空间床上睡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 精神力恢复了 精神系异能就这点不好 等级过低的时候 稍微用下就消耗很大 需要休息恢复 奶奶早早就回来了 中午吃饺子 肉不耐放了 掉在水井里也不行了 早吃进肚子里吧 沈老头难得再吃上提一次要求 得安排 沈朝阎起床的时候 饺子已经下锅了 看着奶奶忙得一身汗 心里有点愧疚 自己没起来帮忙 小豆丁已经没在树底下完了 刚被奶奶指挥去 喊家里人吃饭去了 趁着奶奶去后院洗脸的功夫 沈朝阎往锅里 放了几滴空间井水 又在吸水上游 咬一碗吸水到饺子锅里 能提升饺子味道 还能缓解身体疲劳 要不是怕效果太明显 他都想把家里吃的 水全换成空间里的水了 避免麻烦 只能每天偷放一点 到吃水的缸里 慢慢的起作用 今天的饺子不必说 虽然是野菜萝卜配点肉 因为有空间水加持 味道也是绝了 吃完感觉浑身舒爽带劲 沈朝阎习惯了 身体倒是没什么感觉 人还是得吃肉才有劲 饺子吃完喝口汤 浑身舒坦 身体疲累的感觉都没了 可不是 吃完像吃个十拳大补丸似的 浑身有劲 我感觉上午累得 直不起来的腰都不疼了 肩膀也舒服了 听了儿子们的话 沈老头也接了一句 娘啊 您的厨艺现在这么好了 比我亲爹做的饺子还好吃 宋翠花喜滋滋的 夸着自己婆婆 可不就好吃吗 五斤猪肉都剁了馅 纯大白面嚼紫皮 啥都不放也香啊 李婆子一想到 切了那么多肉就心疼 要不是天太热 这么多肉 一天切几片 能一个月都有肉吃 好在自己还练了 半碗猪油出来 还留了半碗油渣 每天炒菜放两块 也能吃好久了 这么一想 李婆子又开心起来 第十七章 上山 第十七章上山午饭后 沈家人午休了半个小时 又去地里浇水除草去了 他们公社虽然干旱 但是地势低 附近山又多 没像其他现干的水都吃不上 村里水井的水还足足的 每天浇浇水 庄家勉强还能收获 村里穷 倒也没断粮 每天上山找点野菜 配上米糠杂粮红薯 也能混个五六分饱 像沈家这两天的伙食 打着灯笼也难找 小豆丁下午天热 没跟着大人出去 一吃过饭就黏着姐姐 因为这两天沈朝延的改变 小豆丁胆子大了不少 动不动就往沈朝延身边凑 也不怕挨打了 昨天答应你去山上 咱们去山上梁快去 沈朝延看着热得粘巴的弟弟 想起来昨天说去山上来着 刚才还粘巴的沈朝延 一听上山精神起来 立马又活蹦乱跳的 拉着姐姐的手出门 姐姐 背个贝篓 挖野菜 摘果果 沈朝延熟门熟路的 找出自己的小贝篓背着 还给姐姐递了一个 嗯 航趴 他没想挖野菜来着 就是想上山逛逛 十年没进过山里了 末世变异植物挺厉害的 没什么人敢进大山里了 姐弟俩手牵手 背着贝篓往上山去 村里十七八岁 还能这么悠闲的 也只有沈朝延了 难怪招人嫉妒 嫉妒就嫉妒吧 不招人嫉妒的是庸才 村里人这会儿 都去干活正公分去了 小点的孩子 估计躲哪个阴凉地方玩呢 沈朝延没去村里人 经常去的山头 那里干活的人太多 精神力一扫 选了一个树木 长得高大的山头 凉快 低矮灌木类杂草少 容易走 姐姐 这个山头没东西 里面还有大野兽 队长伯伯说不让 小孩进这个山 小豆丁 以为姐姐不喜欢 出门不清楚 赶紧开口提醒 沈朝延看了一眼 拉着自己手指的便宜地底 这娃记性还挺好 只是五岁的小孩 有这么懂事吗 有时候感觉这娃子 太懂事了点 嗯 队长伯伯说得对 小孩子不能进山里 姐姐是大人了 大人领着可以进 小孩不能单独进里面 记住了 嗯啊 记住了 小孩不能进山 姐姐领着可以去 沈朝延满脸认真的点头 表示记住了 走吧 累了告诉姐姐知道不 嗯 姐姐 我知道了 姐姐那是什么数啊 好高 姐姐 那个红果果能吃吗 姐姐 那个红红的蘑菇奶奶说 不能吃 有多 沈朝延真是服了 这新鲜出炉的便宜地底了 一路小嘴巴 也不怕干 把呗把呗都不停 沈朝延只觉得 脑子现在只剩下俩子不停的循环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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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担心伤害小孩子的好奇心 沈朝延都想让弟弟把嘴巴闭上了 没办法塞了两颗大白兔奶糖 到弟弟嘴里 就想让弟弟安静一会儿 结果 蝶蝶 嫩看那黑啥 姐姐 你看那是啥 蝶蝶 浓黑嫩树乃是 姐姐 我跟你说 那是 沈朝延揉揉脑袋 好像还不如不色糖了 之前还是孩子童真的声音 这会儿变成哑巴似的 阿巴阿巴鸡里呱啦 沈朝延觉得打断一下便宜弟弟 累不累 姐姐给你找个坐骑 咱往里面走走 啥坐骑 是不是唐僧的白龙马 沈朝延眼睛亮的像探照灯似的看着姐姐 终于把嘴里的糖吃完了 说了句胡语话 乖 闭上眼 喊一二三再睁开就看到了 嗯 姐姐 你快找来 我闭眼了 开始喊了 一 二 三 睁开了 沈朝延瞪着眼睛 看着面前的坐骑呆滞了 来 骑上去 这叫飞猪坐骑 比白龙马坐着舒服 沈朝延也不管小弟的表情 拎着后颈 放到大黑猪上 沈朝延吓得都快不会说话了 姐 姐姐 这是大野猪 大野猪 昨天村里带住 本一样 乃说野猪会咬人 乖啦 这头野猪不会咬人 这是坐骑 专门载人的 姐姐找的不会咬人 其他野猪会咬人 看到要躲远远的 姐姐 黑侠是不是好猪啊 不是会咬人的野猪 嗯 对 好猪 抓住猪耳朵 走了 沈朝延看弟弟坐稳了 精神控制着野猪往山里去 他发现 山里有几棵结满果子的丧刃树 反正小朋友说话别人 也不会相信 不怕弟弟说出去 暴露了他的能力 果然小朋友好忽悠 早知道一头猪 都能让弟弟安静下来 早把猪弄出来了 看小家伙坐在黑猪身上 玩得不亦乐乎 沈朝延要是知道姐姐的想法 非得哭着告诉姐姐 我没在玩 我是吓得不敢动了 怕一不小心摔下去 被猪给拱了 七拐八拐地 走了大概一千米 停了下来 把弟弟拎了下来 好了 到了 闭上眼睛喊一二三 猪要回家了 沈朝延赶紧闭上眼喊一二三 再睁眼 果然大黑猪没了 腿终于不抖了 姐 黑猪侠的家 是不是在山里 他还回来吗 嗯 我们下山的再叫他回来 今天七猪 不可以告诉其他人哦 奶奶也不能说 外面人知道 会把大黑猪抓走吃肉的 沈朝延又开始忽悠 便宜弟弟了 嗯嗯 我谁都不告诉 姐姐 快看 黑果果 好多好多哦 可以吃 甜甜的 姐姐快摘 二个三个给我吃过这个果果 好好吃的 要是二个三个也来就好了 他们会爬树 姐姐 我们吃树底下掉的 掉了好多啊 沈朝延看到丧刃树注意力 立马被转移了 别捡 地上的都烂掉了 等着 姐姐给你摘的吃不晚 沈朝延一下子跳到树叉上 刷刷掰断了俩只子跳下来 哇哇 姐姐好厉害 比哥哥厉害 姐姐 姐姐 你教教我 我也想跳那么高 豆丁十分捧场的拍手欢呼 有小手朝上 比划比划多高 你得多多吃饭 长姐姐这么高就能跳起来了 哎 拿着 用水壶里的水洗洗再吃 沈朝延摘了几个大树叶子放地上 把桑刃洗干净放上面 让小豆丁蹲那吃 自己挑长的好的桑刃摘了放被篓里 姐姐 这好甜 姐姐也吃 小豆丁说着 王姐姐嘴里 递了一颗最大的 又低头继续吃起来 嗯 这就是羊仔仔的快乐吗 突然感觉一颗老母亲的心软的一塌糊涂 是什么情况 第十八章 幼稚一下 第十八章 幼稚一下沈朝延 看看小豆丁蹲在地上沉浸式吃桑刃 悄悄动了点木系异能 端着被篓花花的揭露下来的桑刃 小豆丁把洗好的桑刃 才吃了三分之一 一抬头发现 姐姐已经摘了一被篓桑刃了 姐姐好厉害哦 装满了 姐姐 我的被篓空的 装满哦 树上还有好多啊 回去喊奶奶了 小豆丁哒哒哒 迈着短腿 趴到被篓上 看满满的桑刃 你的小被篓一会儿 还装其他野果 走 那边有棵樱桃树 摘樱桃去 沈朝延精神力 已经扫描发现 不远处有棵樱桃树 樱桃是什么 是桃子吗 姐姐好吃吗 姐姐不好吃 樱桃好吃 走吧 沈朝延拎起弟弟的被篓 让弟弟在后面跟着 拐了两个弯就看到了 树上的樱桃 被鸟雀吃了不少 没剩多少熟的了 乖乖在树下 待着吃果果 姐姐去树上摘樱桃 沈朝延轻松 跳到树上 和桑胜树一样不太高 还挺容易跳到树叉上的 手按到树上 催熟一些樱桃 短短一分钟 樱桃熟了不少 个头长大了一圈 倒是没消耗多少异能 趁着弟弟注意不到 动用异能如法炮制 挑又大又红的樱桃 摘了一被篓 开了外挂在山里 果然如鱼得水啊 随随便便就找到果树了 摘果子连手指都不用动 直接意识锁定操控一下 东西都得来得太简单了 反倒失去了找野果 摘果子的乐趣了 他好像不该用异能的 空间里又不缺好吃的水果 进山本来是为了乐趣 现在本目倒置了 走吧 被篓里摘满了 回家 去叫爸妈来摘 太多了放不下了 沈朝延伸了个懒腰 左手一只弟弟 右手一只被篓往回走 当一个人的能力 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 做任何事都轻松了起来 也很容易失去简单的乐趣 沈朝延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很多事太简单就达成了 即使收获满满 也觉得无趣 感觉穿越一场 心态好像老了很多似的 难道时空穿越 还会让心理年龄的增长 现在觉得 内心稳如老母鸡抱窝 情绪很难有波澜起伏 姐姐 黑猪侠呢 黑猪侠在给我们看装桑人的被篓呢 姐姐 黑猪侠会吃我们的果果吗 不会 黑猪侠是人类的小伙伴 拥有超能力 是我们的好朋友 哇 那黑猪侠他会飞吗 白龙马会飞搭 黑猪侠不会飞哦 但是他会保护你 好了 看黑猪侠来了 快骑上去回家 沈朝延难得有耐心 回答弟弟这些幼稚的问题 沈朝延看着欢乐多的便宜弟弟 一阵羡慕 不自觉哼了一句 我的青春小鸟样不回来 据说这是一首古典音乐 旋律很喜闹 听过一次好久 脑子都是这句歌词 姐姐 你唱的什么歌 好好听 小豆丁眼里 姐姐干什么都是对的 做什么都好厉害 唱歌也好听 来 姐姐教你一首歌 门前大桥下 游过一群鸭 沈朝延对自己这种 突然惊分的状态 有些无语了 一会儿心理年龄 像行江救木的老太太 一会儿幼稚的一逼 一路姐弟俩幼稚的对话不停 沈朝延天马行空的忽悠 便宜弟弟 毫无心理负担 悠哉悠哉的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到山脚下了 幼稚惊分的半天旅游结束了 好了 贝勒给我 你从那条路去找爸爸 偷偷告诉爸爸 上山摘野果 我把贝勒送回家去 反正就一条路 直通自家人干活的地方 也不怕弟弟走丢了 村里也惯了的孩子 沈朝延放心得很 沈朝延比姐姐着急多了 好怕上山的果树 被别人发现摘走了 熬屋 黑果果好甜 樱桃酸酸甜甜 也好好吃啊 快快去找爸爸 找哥哥去山上 都摘回家 能吃好酒好酒 不会再饿肚子了 沈朝延一得到姐姐的吩咐 倒腾着两条小短腿 嘚嘚嘚嘚的往自家干活的地里跑 他远远就看到爸爸了 爸爸 爸爸 你快过来啊 爸爸快来 沈朝延还没跑到爸爸面前 老远就开始喊了 好在他还记得姐姐说 要偷偷跟爸爸说去山上摘果果 才没有直接喊爸爸 快上山摘果果 沈朝延对 这娃放心得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经常被饿得小孩心眼 比后世不缺吃穿的娃娃多多了 出什么事了 沈建军正在地里偷懒摸鱼 听到儿子老远就焦急的喊声 甩开膀子就朝儿子的方向跑 不一会儿父子俩相遇了 臭小子 喊得这么急有啥事 不是跟你姐姐在一起吗 你姐姐呢 爸爸 我跟你说 说 我和姐姐上山摘了好多黑果果 还有樱桃 好好吃的 我肚肚都吃饱了 爸爸 快走 姐姐说 让你上山摘果果 好多好多果果 姐姐摘不完 对了 还让哥哥去 沈朝阳脸红扑扑的 喘着气 拉着老爸的裤腿往回拽 那里好多野果 山上野果没熟 就被村里人摘完了 嗯 你和你姐去深山了 沈建军看儿子又累又着急的模样 好心把儿子拎起来抱着 姐姐带我去后山了 山里好多好多野果 吃不完 姐姐说大人领着可以去山里 爸爸 我没偷偷去哦 沈朝阳怕被老爸揍老实交代 嘿哟 你俩胆子真大 那后山是有野猪和狼的 以前村里猎户都被咬掉一条胳膊 咱们村野就过年的时候 一大群人一起才赶进山里 臭小子 是不是你要吃野果 村多你姐姐去的 家里不是有好吃的水果吗 早上你奶奶刚分的 沈建军想着后山那么危险 俩孩子自己进山就后怕 气得罩着儿子屁股蛋 狠狠拍了几下 爸呀 你打得太疼了 你是不是我亲爸呀 我要下去找哥哥们 哼 不带你去了 沈朝阳捂住屁股 淡气鼓鼓的哇哇叫 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你姐姐是老子亲生的 你是卖地里捡来的 你哥在北边地里 回去路上顺便就喊了 你下哪去呀 小短腿耽误时间 沈建军又罩着儿子 屁股不清不重拍了两下 爸 你再打我屁股 小心你老了 我不养你 我要跟你绝交 沈朝阳满脸 认真威胁老爸 啪啪啪 沈朝阳的屁股蛋 又遭殃了 我揍死你个臭小子 还敢不养老子 还敢不敢绝交了 爸 你有本事放我下来 爸爸 我不敢了 奶呀 救命啊 你孙子要被你儿子打死了 哎呀 爸爸 亲爸爸 我错了 屁股要打烂了 我不敢了 第十九章 是被女娲重捏了吧 第十九章 是被女娲重捏了吧 沈老头家几个大孙子 也被叫上回家了 兄弟三跟在三叔后面 忍着笑 看着三叔和小弟闹腾 隔一阵 这父子俩就得绝交 闹得鸡飞狗跳 人嫌狗憎 不是 这词用的对不对啊 不管这些细节了 反正意思就是 小弟每次都被打得哇哇乱叫 村里小孩跟着开心的哇哇叫看热闹 小弟每次都不长记性 非得把三叔七的跳脚才认错 沈建军领着儿子和三个侄子 回家才知道 儿子说的一大筐果子有多多 还真是满满一筐丧韧 外加一筐个大饱满 红丹丹的樱桃 沈建军和几个大侄子咽了下口水 除了前几年秋季村里组织的采摘时候 他们就没见过这么多野果 每次能上山 能遇到三五个漏掉的野果 就算幸运了 爸 你们回来啊 那拿着被篓 咱快走吧 三四点了 逗 在晚上上不好走了 沈朝延刚好洗了的澡 换身衣服出来 闺女啊 你咋白了那么多啊 沈建军看着白了几个色度的女儿 一阵惊奇 爸 我用了顾身给买的香皂洗了之后就白了 应该是陈年就灰洗掉了吧 沈朝延随口瞎掰一句 其实也就白了那么点 还是比一般人黑 只是比原主邋遢不爱洗澡的样子清爽了 沈建军听了闺女的话 嘴角直抽搐 城里的香皂这么厉害吗 早知道早几年给女儿买了 说不定多洗几年 女儿就洗白了 哎 这丫头身上 以前得攒了几斤灰啊 闺女现在干净清爽的样子 真像城里人 一夜之间大变样 像被女娲拿回去重塑了似的 沈建军看着女儿 脑子一阵迷糊 是被女娲中捏了吧 要不咋变化那么大 沈朝前 沈朝静 沈朝光三兄弟 也是呆愣愣的看着大变样的沈朝延 他们这几天 还是没适应自己妹妹 姐姐 这变化 总是不时偷偷打量 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沈朝延了 要不是模样身高没变 他们都不敢认 你们还去不去摘野果 不去我回屋睡觉了 沈朝延摇摇头 这几个人又这样 从自己穿来那天到现在都看多少回了 再看 这也是原主的身体 能说自己是假的不成 去去去 这就去 闺女啊 是不是深山里啊 太深的林子危险啊 你要是累着了 明天去也行 沈建军见闺女被看得不耐烦了 赶紧笑着说 不是太深的林子 就是偏僻了点 没猛兽 走吧 沈朝延看着抱着自己腿的小弟 捏捏眼睛哭红的小豆丁的脸说道 哎 闺女啊 你弟弟就放家里吧 带上碍事 沈建军见女儿牵着儿子 往外走提醒道 爸 你打他了 他怎么去喊你一趟 就哭成花猫了 沈朝延淡淡的看了一眼不靠谱的老爸 哎 嘿嘿 就小教训了 这笔小子一下 他就是个爱哭包 你别管他 一会儿他就活蹦乱跳的了 沈建军现在看着女儿 总觉得有点压力 以前见到女儿是糟心又心疼 现在跟女儿说句话都觉得有压力 感觉闺女气场有点强 虽然闺女比之前脾气好多了 小孩不能总是打 你要多跟他讲道理 我看他走路都不正常了 这是屁股打肿了吧 没肿没肿 我都没使劲 顶多就疼一会儿 他都习惯了 没事 男娃就得多坐几下 天不早了 快走快走 沈建军看儿子总揉屁股 有点心虚 好心把儿子抱起来揉揉 老大沈朝前 扑扑 妹妹你别担心 小弟没事 吃过晚饭保准就好了 老二沈朝静 姐 小弟调皮惯了 没事 三叔每次打都没使劲 就看着吓人 老三沈朝光 嘿嘿 姐 小弟一会儿到山上一准就好了 每隔一段就得被揍一回屁股蛋 揍着揍着就习惯了 你们确定是兄弟 都是魔鬼吧 小弟知道自己兄弟这么坑吗 沈朝延懒得掺和几人的事 无声的翻个白眼 自己体会吧 爸 明年去县城吗 我想去买点东西 沈朝延想想自己还不知道县城怎么去 还准备去卖点粮食 换点钱呢 哎 哎 去县城啊 去 闺女想去咱就去 爸也一个多月没去县城了 你结婚太匆忙 爸还没来得及给你买新衣服呢 咱去看看 有没有不买点回来 爸给你攒了一张布票 沈建军想着 闺女也好久没去县城了 得陪着去 就一个闺女 万一丢了杂整 可怜去了那么多回了 闺女还不认路 哎呦 一想着闺女 已经结婚了 就不得进 嫁得远了 闺女怕是都找不着回家的路 也不知道这丫头咋回事 就是不记录 不对啊 闺女从山上咋下来的 自从发现闺女是路痴 家里就约束着 不让乱跑 上山完 必须得大人跟着 十岁了都还摸不清村里的路 可没把一家人丑死 也就这几年大点了 才把村子周围摸熟了 不会走丢了 哎 不能想 一想就糟心 头一次去县城这丫头就走丢了 好在自己闺女长得特别好记 问问人就找回来了 亏不亏心呢 说得那么委婉 那是长得好记吗 那是看一眼 都能记住一辈子的长相 其实真实原因是 园主看一个大妈买了糖饼 盯着人家篮子里的糖饼 跟着走了 园主老爹前脚付完钱 一扭头 闺女不见了 园主跟着买东西的大妈 跟了一路 后来人多更丢了 回过神 找不着自己爸爸了 就蹲在路边哭 因为长得太磕沉了 人贩子都看不上 园主哭了半天 终于等到了爸爸找过来 至于怎么找到的 沈建军发现女儿丢了 立马到处问人 结果突然听到几个人议论 有个丑丫头 被家里人扔路边了 越听越觉得 他们嘴里的人 就是自己女儿 然后轻轻松松找到了 女儿还被好心了 送了不少吃的 一想到女儿要去县城 沈建军就发愁 小时候丢过一次 之后每次领着闺女去县城 都得拿绳子 拴着闺女的手 一不看着 这丫头说不定你扭个头 她就跟着谁走了 见到吃的就脑子短根筋 就好了 后来发现根本没用 这丫头在村里玩 都找不着回家的路 小时候带着去干活 回家了才发现 女儿不知道丢哪去了 最后被村里人 从卖地里领回来了 好几次把女儿 领到干活的地方 干着干着 女儿走丢了 还得回头满地里找 最后家里人没办法了 就让她在村子里随便玩 不准出村子 大不了吃饭的时候 满村子喊几句 也好找点 第二十章 脑子开光了 第二十章 脑子开光了 沈建军想了一路 闹心了一路 不知不觉 几个人就到了 沈朝延之前摘丧刃的地方 看着眼前几颗 挂满果子的丧刃树 沈建军却顾不上开心 而是满脑子问号 闺女脑子被菩萨开光了 这上山一路上 七拐八拐 才找到丧刃树这里 连她都不一定 能找到返回的路 所以 路痴的闺女 是怎么领着弟弟摘完果子 要安全找到回家的路的 闺女啊 你这脑子 不是被女婿开光了吧 咋结完婚 突然认入这么厉害了 沈建军满脸呆滞的 看着白了许多的闺女 路痴 沈朝延回忆了一下 远主的记忆 好吗 远主还真是路痴啊 连自己村子附近的路 都认不全 出去 就找不回家了 可 爸 我也不知道 结完婚好像脑子聪明好多 是不是爸你给吓的 要吃出问题了 沈朝延直接把黑锅 甩给老爸 啵 啥玩意儿给你吓药 别胡说 爸还不是为你 和女婿好 不是 真是吃下了料的酒 真厉害 山下树都快干死了 我闺女还能找着果树 沈建军一听 可能是自己下药下的原因 心虚的赶紧转移话题 闺女便聪明是好事啊 自己干嘛多嘴问一句 反正还是自己闺女就成 这下不用担心 闺女以后找不到回娘家的路了 哇 好多丧人啊 还没一次见这么多野果呢 三叔 我和三弟爬树上斋 你和大哥在下面接着果子 沈朝静仰头 看着挂满了丧人的树口水直流 恨不得马上都摘回家 这摘回去能吃好酒了吧 自家不吃 背到供销社 也能换不少粗粮回来 想起之前饿肚子的感觉 心头就一阵火热 那行 天色不早了 山上危险 快摘完回去 闺女啊 你就在这看着你弟弟就好了 摘果子就不用你动手了 免得桑胜之夜 把你手给染走了 沈建军拿起背楼 接侄子从树上扔下来的 带果子的枝条 扭头对沈朝延说道 嗯 那行吧 我领个小弟在附近转转 沈朝延本身也没想参与 过了那股子兴奋境了 干脆点头答应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之前就感觉到进山里 木系异能好像活跃了很多 山里的植物和末世不同 没有被病毒杂质污染 能量很干净纯粹 不知道能不能当成能量 吸收到体内 想到这里迫不及待想试验一番 干脆从兜里掏出一颗糖 让小弟蹲在树下 完 他要原点的地方试验一下 姐姐 你去吧 我乖乖的不乱跑 沈朝延抬着头笑眯眯的 接过姐姐给的糖果 然后蹲在地上 用木棍戳虫子 沈朝延看了一眼 弟弟丸的东西 鸡皮疙瘩都起来的了 软体动物菜青虫 无脊椎动物最可怕了 特别是毛毛虫 菜青虫 还有滑溜溜的蛇 妈呀 不能想 活了两辈子 沈朝延都怕这些东西 也说不上十分害怕 就是看了不舒服 得 反正没什么危险 熊孩子爱咋滴咋滴吧 他要去实验木系一能去了 看着众人各忙各的 精神力探查周围一番 没什么危险 沈朝延放心地 换个草木茂盛的方向离开 就这里了 一人抱这么粗的大树 能量充足 就拿你试试吧 之前一直是自己输出 木系一能操控植物 还没尝试过 能否吸收植物体内的能量呢 手按在大树上 运转木系一能 吃叶繁茂的大树 十秒钟内迅速枯萎 沈朝延感觉体内 涌进了一股的生机 虽然很少 但能量很纯粹 沈朝延看着 只剩五分之一生机的大树 停掉了异能吸收 从空间吸水里 拎出来一桶水 浇在大树根上 又动用异能 催动大树吸收 又是短短十秒钟 大树恢复了生机 好像还茂密粗壮了不少 终于搞明白 空间吸水的正确用法了 之前沈朝延只是拿它泡澡 给空间果树药材浇水 没想到在空间 种植一些植物吸收能量 再用吸水浇灌植物 如此形成一个循环 天 感觉错失了一个亿 前世早发现 植物体内的能量能吸收 自己不早 就升级成大佬了 还需要苦哈哈的 吸收什么丧失精和 直接吸收植物能量多快 也是默示植物受到了污染 没人敢去尝试 吸收植物的能量 以至于没人发现 没受到污染的植物 对木系异能者提升异能 有多的帮助 沈朝延对着面前粗壮的大树 进行一阵头脑风暴 既然植物体内的生机能量 自己能吸到体内 那是不是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呢 万一能提炼出来生机能量 那自己可以用 也能给别人用 即便哪一天 自己能量枯竭受伤了 也能拿出来及时补充 前世木系异能者 能用自己的异能给人疗伤 但是治疗的时候 需要手接触到治疗的人 而且治疗的时候 受伤的人 能明显感觉到体内能量游走变化 莫是这样使用还好 不会显得异类 现在这个世界 用异能给人疗伤 那不是分分钟的暴露了 搞不好还被人当成精怪 或者拉去切片研究 而且自己现在异能才三级 没有筋盒 空间水主要补充损耗的能力 异能提升作用很小 三级木系异能用来疗伤 也只能止止血 恢复一些伤口 治不了疾病 虽说沈朝延 现在体质提升了不少 万一有意外重伤了不就惨了 万一家里人得疾病 需要治疗他 不就束手无策了 他从来不喜欢堵着万一 因为运气不好 连开盖油讲 从来都是谢谢会顾的人 谈什么运气啊 他沈朝延 喜欢未雨绸缪 喜欢万无一失 试试能不能把植物里面的生机 单独提炼出来 木系异能疗伤用的 也是生机能量 植物里本身就有 为什么不试试呢 说干就干 还拿刚才的大树试验 心里默默念了一声抱歉了 谁让他在周围 找不到比这棵树生机 更浓郁的植物了呢 沈朝延再次运转体内的异能 手按在大树上 控制着异能抽离 大树体内的能量 不对 怎么又把能量吸收到自己体内了 从空间拎出来一桶吸水 浇灌到树根上 再次帮助大树吸收恢复 重新实验 第21章 生命之水 第21章生命之水 沈朝延如此反复实验了上百次 要不是周围有不少草木恢复异能 他都要异能透支了 都说失败是成功他妈 这他都给成功找了100个妈妈了 怎么就没生出来一个成功呢 难道成功随他跌失败的精英多显 最后实验一次 都101次了 再不成功 他就放弃这种疯狂的想法 有了之前100次的积累 亦能控制越来越熟练 第101次终于 又失败了 太 不带这么玩的 不对 刚才好像差点成功了 抬头看看天色 决定再是最后一次 这次一定可以 哦 成功了 就说嘛 刚才感觉到了一股能量抽离 就是自己一击都没控制好才失败的 终于找到方法了 沈朝延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开心的看着指尖聚集的一颗 露水低大小的绿色能量团 笑得像个500斤的大胖子 啊 不是 像只透了油的耗子 更贴切一些 不用实验 沈朝延都能感觉到 这一颗小小的绿色水珠 肯定有治愈效果 不过还是实验一下 比较保险 想着就从空间拿出刀子 在手臂上划了一刀 之后 把绿色水珠吞进肚子里 浓郁的生机能量 瞬间修复了伤口 一点疤痕都没留下 沈朝延感受了一下吸收的水滴 像五级木系异能者的疗伤效果 修复外伤没问题 修复内伤或者恶级 估计得五颗水滴 才能达到效果 看到了实验效果 找对了提取方法之后 周围的树木都遭殃了 稍微粗点的大树 都被抽离了生机 方圆千米内 草木瞬间像汗死了一样 沈朝延也顺利地提取了 一百毫升的绿色生机能量 看着手中玻璃瓶中的绿色液体 沈朝延沉思了一下 嗯 总不能叫你能量液吧 听着就不够高大上 那就成为生命之水好了 开心地把玻璃瓶收到空间里才发现 周围植物竟然被他祸祸这么惨 糟糕 破坏自然环境了 还好不是前世 要不得被环境管理局请去教育半年 还得支付巨额罚款 沈朝延心虚地吐吐舌头 精神力又探查了周围没人之后 直接把空间吸水引出来 给这片地方来得大范围漫灌 被提取生机的树木倒是没死透 花草彻底断绝生机了 一番灌溉 加上自己亦能控制树木吸收 树木很快恢复了 看到死掉了不少花草 空出了好多地方 干脆从空间果树上掰断了几百根枝条 拿出来插到空地上 又催动异能 使其快速长大开花结果 看着这片恢复了生机 又长满了果树的地方 沈朝延终于松了一口气 异能快要透支了 喝了几口空间井水 补充了一下能量 赶紧跑回去找老爸他们 闺女啊 你可回来了 我都准备去找你下山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 咋的啦 沈建军看到闺女的身影出现 急忙走了过去 爸 我走得远了些 累的 我刚发现一片果树林子 接了好多果子 有梨 有桃子 还有樱桃 你要去看看吗 沈朝延看着老爸担心的样子 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 反正梨和桃子是7到9月份成熟 晚熟樱桃7月也有 更何况上山温度比山下低 有樱桃也不奇怪 仔细斟酌之后 才催更这些常见水果 桑润也是4到6月熟 这些果子出现在同一月份也不突兀 何况出现太突兀又如何 又没人知道是他沈朝延催生的 啥 又发现果树了 哎呦 今年果树这么好找吗 不是都快汗死了吗 沈建军一阵惊奇 那可是有钱也难买到的好东西啊 咱去看看 日头还老高 咱家摘了那么多桑润回去太早 被村里看到不好交代 晚点再下山 沈建军一听还有果树 脑子里就浮现出好多大黑石 这三大矿背到县城供销社 能卖不少钱吧 正好还有俩备篓空着 再去摘点野果 一起送去卖正好 想到这里 沈建军赶紧催促侄子背上丧刃 自己背着空背搂 抱着儿子 跟着闺女去那片果树林 沈朝延看着那满满的三大矿丧刃 才注意到有些不对劲 抬头看了一眼那几棵丧刃树 才想明白 哪里不对劲 不是吧 爸 你把树上的果子 全部毫光了 地上掉的也给剪了 沈朝延皱皱眉 看着箩筐问道 那可不 没人发现可不便宜咱们家了 哎呦 地上掉的好些都烂掉了 太可惜了 沈建军一脸心疼啪啪的拍大腿 怎么早没发现这地方呢 地上烂掉那么多 爸 你是不是关注错地方了 丧刃树上那么青涩没熟的 怎么也给摘了呀 那些太小的 留着给鸟雀吃啊 那么酸摘回去干嘛 沈朝延一脸无语的看着沈建军 嗨 你这孩子就是好心 人都快饿死了 还给鸟雀留吃的 要被外面人听到 非得说你傻子不可 青涩的也是吃的呀 总比树根好吃吧 城里人指不定多喜欢呢 放心吧 山里那么多东西 饿死谁也饿不死鸟啊 沈建军扯着闺女 着急想去摘果子 沈朝延捏捏眉心 行吧 不多发表意见了 是他思维太固定了 还想着前世保护野生动植物 没想现在人只想填饱肚子 沈朝延没办法对这里的人感同身受 还是不要多废话了 入乡随俗吧 拿自己的标准 要求别人不太好 离桑甚述不远的地方 走过来三个人 快点啊 爸妈 君子说他们都走好久了 在追不上 说不定好东西 都被沈朝延他们弄完了 沈小花一脸着急 催着养父养母走快点 小花呀 你确定你三叔 他们是去山上找吃的吗 这片林子可是有狼啊 以前有猎户 又被咬伤了 沈小花的养父 擦了一把汗 满脸担心 他和媳妇儿正在地里干活呢 女儿神秘兮兮的跑过来 告诉自己 沈建军家 背着好几个被篓上山 肯定找着好东西了 害得他们两口子公分都不挣了 请假跑过来 结果七拐八拐 半天没找到地方 要不是一路有被人踩倒的草 他们指不定跟丢了 哎呀 爸 你相信我 要是没东西 沈朝延那小子会跑得那么急 还趴在三叔耳边神神秘秘的 我老远都看见 沈朝延被了一大被篓 从山上回家 这沈朝延那猴精的小崽子 又跑来喊人 还拿那么多被篓 指定是找到好东西了 沈小花激动的 恨不得马上找到地方 见面得分自家一半吧 不 他要分一大半 否则就去举报他们家 挖社会主义墙角 沈朝延领着沈建军几人 已经到了被异能催生的那片果树林 并不知道 有人已经暗磋磋地跟来了 还想着算计他家人 第二十二章 便宜是那么好占的 第二十二章 便宜是那么好占的 我擦 好那么多啊 一向不爱说话 老实巴交的大哥沈朝延突然爆粗口 妈呀 我不是在做梦吧 二弟沈朝延张大了嘴巴 三弟沈朝光和小弟沈朝阳 更大了二十四太金狗眼 老子要发大财了 沈建军把筐子扔在地上 插腰大笑 沈朝延嘴角抽搐地 看了一眼三人核爆的大树 他之前好像用力过梦了 一人爆的大树 给催成三人核爆那么粗了 大意了 但愿没人记得 这棵树本来的样子 沈朝延柔柔 被老爸魔鹰荼毒的耳朵回过神来 爸 你在大叫要把狼招来了 啊 那傻 爸这不是激动吗 你不小心喊大声了点 快 咱们赶紧把果子摘回去 沈建军被闺女的话吓得猛一闭上嘴 呛得直咳嗽 几个小家伙也终于合上嘴巴回过神来 沈朝延看着结满水蜜桃的果树 立马跑过去 抱二哥的腿 二哥 二哥 快帮我摘那个 我想吃 西六 摘俩 姐姐也吃 沈朝延一向知道 二哥沈朝延最疼他 平时二哥最喜欢给自己掏鸟蛋摘野果 找二哥指定没错 比找不靠谱的爸爸强 沈建军如果知道儿子的想法 肯定会摸着儿子的脑袋说 小子有前途 会看形势 会找对能帮自己的目标人物 又不是闺女要吃 还想让老子出力 想着吧 儿子要操养才行 才不惯着 等着 二哥给你摘 这桃子可真大 小店 你看这个头快有你脑袋大了 沈朝延轻松爬上去 摘了两个超大个的 一手拿一个跳下来 那树叶子把桃毛给搓掉 弄身上该养了 沈建军看儿子接过桃子 就想吃 赶紧提醒 爸 你快帮忙把给姐姐这个毛毛弄掉 看着好好吃哦 西六 沈朝延拿衣袖蹭了一下口水 又捡了两片树叶搓毛 给 闺女 快尝尝看 瞅着就水淋淋的 指定好吃 沈建军拿树叶子蹭蹭 又用衣服擦干净递给闺女 爸 你自己吃吧 我刚才就吃过了 沈朝延看了沈家几个男娃 已经蹲在地上 抱着脑袋大小的水蜜 讨肯吃了 真吃过了 那爸 自己也尝尝啥味 还没吃过这桃子呢 跟传说中西王母的盘桃似的 沈建军想着 闺女以为护食的习惯 也就没推让 拿起了啃了一口 顿时桃之四亿 沈朝延看着吃地欢快的几人 有些自我怀疑起来 真有那么好吃吗 怎么感觉 他们真像在吃鲜桃呢 如果现在能开直播 他一定把这几人啃桃子的样子录下来 指定能冲上吃货直播间第一名 好累 亦能透支的感觉 需要休息 沈朝延干脆坐在三人核爆的大树根上 靠着大树闭目养神起来 再次睁眼 几人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还把三个被篓装满了 一筐梨 一筐水蜜桃 一筐樱桃 把他寒行 准备下山呢 沈朝延伸了个懒腰 突然脸色一变 皱了皱眉头 沈建军看着闺女的脸色说道 闺女啊 是不是没睡好 咱们回家再睡 这会儿下山 刚好能赶上村里人做晚饭时间 回去路上人挣手 省得被人看见 嗯 回去吧 大哥 把箩筐给我一个吧 你背俩箩 不好下山 沈朝延没多解释 看着大哥前后各背一个大箩筐说道 啊 不用 不用 小妹 我能背得动 下山不耽误 沈朝延憨憨的挠挠头回应 还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天哪 热头打西边出来了 小妹竟然喊自己大哥 震惊一万年 她家小妹从跟那个小花一起玩之后 再也没喊过自己大哥 还时不时告黑状使绊子 现在突然喊一声大哥 差点没把他吓得跳起来 沈朝延看着老实的大哥 一脸紧张的样子 算了 不勉强了 扭头从老爸怀里接过小弟 重新抄了进到下山 沈朝延看着妹妹面无表情 冷淡的样子放松下来 暗想这才对吗 他记忆里的妹妹就是这么傲娇 对谁都没好脸色的样子 闺女啊 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回去是往那边走的 爸 从原路返回绕得太远了 咱们抄进到回去 咦 你咋知道从这里能抄进到回去 我之前离开那么久 除了找了片果树林子 还找了一条劲道 沈朝延不得不又说谎 哎 这谎话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什么叫一个谎言 要无数个谎言来源 他是真正体会到了 哦 辛苦闺女了 等爸把这几框果子 卖去供销社 给你买新衣服 买香皂 沈建军想着 闺女刚找自己脸色发白的样子 一阵心疼 哎 闺女还不如不认识路呢 这突然认路了那么辛苦 都是他这当爹的没用 闺女啊 你把那臭小子给我抱 他太沉了别累着你了 沈朝延捏捏眉眉心 真是唠叨 来自老父亲爱的负担 叹口气 爸 小弟都受成骨架了 哪有多重啊 咱们赶紧下山吧 天不早了 姐姐 我下来自己走吧 我走得动 小不点听自家老子说会累到姐姐 挣扎着想下去自己走 别动 当心摔下山去 乖乖呆好 姐姐抱得动你 沈朝延拍拍挣扎着的小弟的屁股蛋说道 那姐姐累了 就放我下来 小不点听到姐姐的话 立马安静下来 不乱动了 嗯 乖 听话的孩子有糖吃 沈朝延说着 从空间拿出一颗压缩奶片 塞到小不点嘴里 叠叠 哦 姐姐 我 吃东西的时候不许说话 口水都流出来了 沈朝延看着怀里的小不点皱了下眉头 头水差点滴到自己脖子里 好险 呼 吸溜 小不点拿衣袖赶紧擦一下嘴角 抿着嘴 开心的把眼睛都眯成月牙了 得 还真是熊孩子 回头得给他整一块手帕放小不点衣兜里 免得总用袖子蹭 他要是没忘记的话 流鼻涕的时候 这小子也用衣袖蹭的 算了 整两块帕子吧 省得鼻涕口水混一块了 哎 有些头疼 感觉弟弟脏得不能要了 想扔到河里洗刷一下再捞出来 不知道可行否 哎呀 这下山也太快了吧 不到半小时就下来了 走 这会儿没人 赶紧回去 沈建军到山脚下之后感叹 沈朝延目光幽深地看了一眼山上 眉头往上一条 嘲讽三分漫不经心 他沈朝延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 第二十三章 惊喜 第二十三章惊喜晚饭时间的沈家村 真是安静啊 群山环绕 吹烟鸟鸟鸟 好一幅水墨画 看吧 就说晚饭的时候人最少 连小孩都不会出来玩 都围着锅边等着吃饭呢 气氛突然安静下来 沈建军觉得怪怪的 突然说了一句话 哎 这老爸不能要了 谁想要赶紧临走算了 距离远了也没关系 他还可以出油费 赶紧打包发走 得 好不容易享受一刻的安静 欣赏欣赏这独特的山村景色 一句话把兴致全弄没了 不信你看 这几人立马热闹起来了 是啊 还是三叔聪明 会挑时间 三叔厉害 爸爸最棒 小豆丁不知道 哥哥们为什么突然夸起自己爸爸 但是不耽误他拍马屁 爸爸最喜欢被人夸了 嘿 那是 这几框水果 加上屋里的那框 卖给供销社 保准笔不还值钱 沈建军抬抬下巴傲娇的说 他已经看到很多大黑石像自己飞了 爸 你还是先想办法把果子藏起来吧 不被举报就是好的了 你还想卖钱啊 沈朝延被老爸叨扰了心情 反过来也打断一下老爸的美梦 来啊 相互伤害啊 不是 闺女啊 为啥被举报啊 这一路没人发现啊 你之前回来被人看到了 沈建军一听极了 断人钱财 犹如杀人父母 谁这么缺的啊 沈建军恨恨的咬牙发誓 别让他知道是谁想断他财路 没被发现 不过 我们拿被摟出门的时候 应该被人发现了 还顺着我们上山的路 找到了发现水果的地方 沈朝延神色淡淡的说道 闺女 你咋知道啊 你看见了 是谁跟踪咱们 沈建军急红了眼 等着闺女回话 都火烧没毛了 闺女咋一点 没放在心上呢 晚了那么多果子 只不定落谁怀里了 没看见 听见人说话了 我们刚离开那会儿 这会儿应该找到那片果林那里了 沈朝延神情淡淡解释 打了个哈欠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你咋就不早说呢 火烧屁股了 还这么淡定呢 我说闺女啊 你之前一遇事情 就炸毛糊石的性子哪去了 这人家都来偷你的食物了 你还不着急 沈建军着急的想冒火 急什么 咱家现在又不缺吃的 山上果树又不是咱家的 谁摘不是摘啊 那么多 咱们家也摘不完呢 摘完也没法卖 难道爸你要偷摸卖黑市去 沈朝延不紧不慢地看了老爸眼 不是 闺女啊 谁说咱家不缺吃的了 哎呦 就算不缺 那吃的多出来 也不嫌多啊 山上果树 是咱家先发现的 现在被别人占了便宜 你甘心啊 不过闺女你说的对 那么多果子卖供销社 想瞒也瞒不住 去黑市是万万不行的 被抓住就惨了 咱家还没到快饿死那一步 沈建军这会儿 也反应过来了 闺女 我琢磨了一下 要不咱们 把那片果树林上 抱到村里算了 让你大队掌术 带着全村人去摘 光明正大卖了 咱们还能分钱 总比别人占了便宜 再回头举报咱家强 沈朝延听了老爸的话 眉头往上一挑 聪明 不愧是我店 随我 想法和我计划的一样 嗯 那爸 你把这些果子 先送我老爷家去吧 家里的一筐丧刃 我回去 让奶奶藏起来 等你回来 再去找队长叔说一声 我带小弟先回去了 沈朝延点点头说完 抱着小不点直接回家了 沈建军领着几个侄子 往隔壁村岳父家走 哈哈 终于找到了 我就说嘛 他们肯定找到好东西了 沈小花看着 接满果子的果树 激动得浑身颤抖 还是小花心颜子多 看跟着一路 终于找对地方了 就是刚才几棵丧刃树可惜了 都被摘光了 沈小花的养父 激动得双手颤抖 三下五除二 摘了一个大大的水蜜桃啃起来 也不管是不是有绒毛 摘完就摘完了呗 还能咋地 这么多好吃的果子 谁还稀罕桑圣呢 又不是没吃过 沈小花的养母翻了个白眼 也顺手摘了一颗水蜜桃 往袖子上蹭两下啃起来 这桃子长得太诱人了 呜 真甜 汁真多 才不会便宜他们 等咱们把这片果子都摘了藏起来 再回村举报他们家挖几体墙角 看他们把摘走的果子拿不拿出来 哼哼 到时候他们摘也白摘了 还还挨屁 沈小花啃了一口桃子 阴侧侧的笑笑 小花啊 咱们两家好歹是亲戚 这么干不太好吧 沈小花养母犹豫说道 什么不好 他们家吃鸡 吃肉 都没想着咱们家 就抠锁 施舍咱家一惊 够塞牙缝的 上次小花拿猪肉被抓 还被大会上批 还不是他们家老太太 胳膊肘往外拐弄的 帮隐藏一下 咱家也不至于丢脸丢到全村去了 就按小花说的办 得好好治治他们 沈小花的养父 抹了一把嘴上 桃子狠狠地说道 行了 你们父女俩赶紧的吧 天快黑了 也不知道摘到啥时候去了 夜里可不能留山上 这么多 明天早上 咱们全家一起来 再喊声我娘家人 一上午肯定能摘完 沈小花的养母 看着满树的水果 急得不行 恨不得今天全给搬回去 叫上你娘家那边的人帮忙也行 不过最多分给他们两框 再多了不行 要不是赶时间 老子他不想找你们娘家人呢 沈小花的养父 啃完最后一口桃子 拍拍屁股上的灰站起来 草 好称 这桃子啥品种 咋这么大的头 往年山上 也就能找到几颗牛眼睛大点的毛桃 这果树挖去卖了 也能卖不少钱 可惜了 建军家人没发现就好了 要是指他们一家发现 就能每年都能卖不少钱 草蛋 咋啥好事都让沈建军那狗日的遇到呢 看回去举报他 还能躲过去 呵 呸 沈小花的养父往地上徒口弹 又搓搓手 开始爬树上摘果子 沈小花母女俩摘树下面的头小 没太熟透的果子 反正打算全摘回去 也不管大小了 一家三口欢天喜地的忙活着 丝毫不知一场惊喜正等着他们 第24章 贡离 第24章贡离眼 奶 我们回来了 沈朝延看到爷爷奶奶在院子里上前打招呼 哎 回来了就好 沈老头笑笑点头硬道 奶的乖孙女可回来了 累不累 奶给你冲一碗卖乳金喝 李婆子赶紧放下手里的活 手往衣服上擦擦 准备起身回屋给孙女冲卖乳金 奶 别忙了 我不可 你快把咱家里那筐丧刃藏外面去 有人可能要举报咱家挖几体墙角 沈朝延把小弟放地上给李婆子解释 啥玩意 哪个天杀的要举报咱们家 生儿子没屁眼的家伙 黑心烂甘忧 咋不爱到雷给劈死 李婆子一听有人要举报自己家 气得一只手插腰 一只手指添怒骂 沈朝延看奶奶这模样 嘴角忍笑忍得直抽搐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太太跳脚骂架吧 为什么觉得莫名的可爱呢 若是有人知道 沈朝延说老太太可爱 肯定要怒怼沈朝延是不是眼瞎 简直不当人子 感情被骂的人不是沈朝延自己 李婆子插腰骂了一会儿 终于发泄完了 终于想起来要做事了 老头子 我看你趁这会儿没人 偷偷送到他二爷爷家 娃他舒适大队长 咱村里人没人敢去他们家搜 哦 好像忘了点啥 对了 乖孙女儿 你爸他们呢 得嘞 感情老太太你儿子 孙子都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呀 回来这么半天了 你才发现人少了 沈朝延这两天已经适应了 自家老太太 这偏心偏到心窝子里的态度了 嘴角微臭一下回应 我爸他们几个 背着几筐水果 去我老爷家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 发现被人跟踪了 他们估计发现 我们摘果子的地方了 为了防止他们使坏举报 爸他们先不把水果背回来放了 对了 等我爸他们回来去 要去队长书家领村里人去山上 把果子摘回来 李婆子一听极了 咋还告诉村里人啊 不是 山上野果怪多吗 多 多多的 好多好多果树 结了好多好多果子 我脑袋这么大的桃子 好好吃啊 来 我小背楼里 还留了几个拿回来了 你更夜快尝尝看 我肚肚都吃撑了 来 你快看 沈朝延听到一个 自己能回答的问题了 赶紧抢答 真有那么多果树啊 李婆子听完孙子的话 抬头看一眼 孙女确认真假 嗯 很多 一片果树林 五六十棵果树总是有的 沈朝延点点头 哎哟 遭温神的败家子 黑心浪干的哪家人跟踪你吗 那么多果树 得接多少果子啊 哎哟 可心疼死我了 要是没被跟踪发现 这卖去供销社 能挣多少钱呢 李婆子捂着心口 满脸心疼 李婆子在那边心疼骂人 沈老头走到小孙子面前 看小孙子放下的被篓 哎呀 这果子也长得太好了吧 看着水淋淋的 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桃 成人巴掌大的梨 可比往年供销社卖的大多了 李婆子听到自家老伴的惊讶声 赶紧跑上前 随和就是一声惊呼 哎呀 我的亲娘他妻旧老爷 这玩意咋嫩大赖 什么嫩大 娘 沈朝延的老妈和二伯母 一人端了一个箩筐 相继进了院子 小羊背回来的果子 你们来瞅瞅 挖了多少野菜回来 李婆子看了脸 洗一眼问道 野菜都被挖得差不多了 就挖得够吃两顿的 二伯母说着 把宋翠花的箩筐接过去 一起拿到厨房给大嫂 嘿 这桃子也太好看了吧 你们这是去仙山摘的吧 嘶 这是贡梨啊 咱们这地方也接这玩意 沈朝延的老妈宋翠花 看着小贝楼里面 十多个个投贼大的果子感慨 嗯 看来老爷家以前不简单 连贡梨都认识 沈朝延看了一眼老妈 不自觉眉头向上一条 啥 贡梨 以前给皇帝老子上贡用的 乖乖哟 不得了 李婆子惊奇地摸了摸 这次竟然小心翼翼起来 那可不 贡梨这名 还是乾隆皇帝亲自下旨遇刺的呢 没想到 咱们这边山里竟然有这品种 听说现在山西中南那边 才产这种梨 宋翠花骄傲地给婆婆普及知识 她也是吃过一次听爹说起的 说起来还是小时候的事 沈朝延对自家老爷家 是越来越好奇了 在原主的记忆李老爷组上是御厨 大舅舅现在在国营饭店当大厨 记忆信息太少了 原主只记得吃的 妈 饭做好了 要等三叔他们回来一起吃 还是现在盛出来 大伯母围着围裙出来问 不等他们了 咱们先吃 只不定一会儿有的忙 老头子 你把那筐丧刃背他大伯家去 顺便韩老大跟老二回来吃饭 李婆子也稀罕够了 连忙发话 儿子估计要不了多久该回来了 吃完饭村里人肯定要去摘锅子去 那行 你先把饭餐弄出来凉着 我这就背过去 沈老头拎起庄丧刃的背篓就走 行了 赶紧摆饭菜 一会儿 还有事要忙 李婆子洗洗手 只回这儿媳妇干活 这边饭菜摆好 差不多凉了 李老头领着儿子孙子回来了 咦 老三也回来了 怎么这么快啊 李婆子看着三儿子和几个孙子 竟然沈老头一起回来 有些奇怪 三村和我岳父家就这么点距离 我们几个走得快 把东西放下交代一声就走了 回来的时候 直接去了二叔家 把果树林子的事给大队长说了 说完就跟爹他们一块回来了 妈 快吃饭吧 估计一会儿大队长该大喇叭喊人去山上的老二沈建民催了一声 他快饿晕了 行 都赶紧去吃吧 饭菜温度正好合适 李婆子也不问了 恨不得立马上山去看看 那片果树林 果然 刚吃完饭没一会儿 大队长带着村里几百号人在村口等着了 沈朝延看着浩浩荡荡一群人 带着镣筐背搂 一脸猛逼 其实二三十个劳动力就够了 整这么多人 怎么像打群架似的 爸 你是不是没说清楚 有多少刻果树啊 这 要不了这么多人吧 沈朝延扭头问了自己不靠谱的老爸一声 说了 一家出一个人 可不就二三百人吗 不让谁去还不行 都想知道果树林在哪 沈建军被闺女那副你多不靠谱的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尴尬的摸摸鼻子回答 好嘛 既然那么多人 那我不去了 我回家睡觉了 沈朝延无奈耸了一下 经说道 本来是担心去的人太少 晚上天黑遇到野兽不安全 自己得跟着 结果 好吗 他再次低估了这个时代的人对食物的渴望程度 看来 那个计划的尽快实施了 第25章 假如是谁 第25章 假如是谁 爸爸 我也不去了 我在家陪姐姐 沈朝阳听到姐姐的话 立马跟着姐姐往回跑 上山有姐姐香吗 姐姐有超级超级好吃的糖糖 沈建军扭头看向几个侄子 去个山上的几个侄子 立马读懂了三叔眼神的意思 我们还是去看看 几个侄子点头表示想跟着 不多看几眼 明天果树就秃了 满树的果子光看着就开心 好吗 妈 那咱走吧 我带路 沈建军看看村里的队伍 又看看自家这边跟着去的爹妈兄弟子 直摇摇头带路去了 好奇害死猫啊 天快黑了 还非得跟着去看看 跟就跟吧 要是自己没去过 肯定也想跟去看看 这种缺吃少喝的时候 听到有一片结满果树的果子 谁不好奇 吃不到嘴里看看 也能过过研瘾 看看自家侄子就知道了 明明才下山 还吃饱了 还非得 再去多看几眼 沈建军迈着八字布 昂着头 拽出二五八万的样子 后面跟着一群那种扁淡箩筐的人 这乍一看像是影视里演的黑帮杠把子 带着一群小弟去打群架的场面 沈朝延一回头就看到差点让他崴脚的一幕 不说了 暗磋磋的拿出纳米像鸡咔咔 拍了几张照 他很期待几十年后 给老爸看看这几张照片 老爸会有什么反应 哎 这便宜爹 真是沈老头亲生的吗 确定不是从港城帮派里抱回家收养的 这气质 真是拿捏的死死地 不去拍戏屈才了 领着小弟 欣赏了便宜爹装插的一幕 扭头教育小弟 瞧见没老爸没 那就是不学好被人群殴的样子 姐 咱们快回家把门关上 老爸招惹了全村的人别 连累了咱俩 沈朝阳拉着姐姐的手 往家里转 对 这真是便宜爹的亲儿子 真是孝顺死了 不是 小弟 没觉得姐说的哪里不对吗 没有啊 姐姐永远是对的 爹说的 咱们快逃回去 沈朝阳手下又加大了力气 小弟 你是咱爸亲生的吧 沈朝阳一言难尽地看着 拉着自己的小步点 爸说 我是卖地里捡的 姐姐才是他亲生的 矮说 你是我亲姐 我得对你好 沈朝阳挠挠头 一脸认真的说 可 小弟啊 你没觉得自己的话有问题吗 爸不是亲爸 姐是你亲姐 姐又是爹亲生的 你觉得这关系对吗 反正妈说了 爸爸和奶奶说的都对 姐 咱快走吧 爸爸快被人追上了 他一个人肯定打不过那么多人 沈朝阳看着姐姐 不紧不慢的样子 急得直冒汗 小弟啊 你有没有听过 小孩子要孝顺长辈啊 长辈被外人欺负了 要护着 对长辈要敬爱 要礼貌 爸爸说了 姐姐比我年长 要保护姐姐 听姐姐的话 姐姐 你别怕 他们一会儿来打我们 我会保护你的 沈朝阳严肃地点点头 所以 在小弟的眼里 姐姐等于长辈 老爸不是长辈 啊戏吧 毁灭吧 这孩子被家长带歪了 教不了 他果然不会教人类幼崽 老爸 你自己做的孽 自己受着吧 这是你亲自教出来的亲儿杂 实在太孝顺了 沈朝阳扶我感叹 沈朝阳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心里叹气 这一届家长太难带了 姐姐什么时候愿意跑快点啊 万一那群里又回来了怎么办 自己打不过 他们欺负姐姐怎么办 沈朝阳小同志 姐姐问你啊 如果那群人打爷爷奶奶 你会怎么做 沈朝阳觉得 要不再抢救一下便宜弟弟 带着姐姐离家出走 沈朝阳认真地点头回答 不是 沈朝阳小同志 我们俩跑了 不管爷爷奶奶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爸爸教的 遇到危险带姐姐先跑 长大了再回来教训坏人 沈朝阳挥挥小拳头说道 哼哼 果然是亲爹叫出来的亲儿子 沈朝阳小同志 你说得很对 打不过先跑 长大再打回来 沈朝阳点点头 不是 自己不是教育小弟要孝顺吗 怎么自己先被带歪了 哼 姐 他们跑远了 我们安全了 沈朝阳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弟 姐问你啊 要是姐姐被一群人打 你会怎么做 沈朝阳想弄明白 便宜弟弟的三观问题 嗯 带着姐姐一起跑啊 那要是你离姐姐很远很远呢 你是先自己跑 还是要回去找姐姐 找姐姐 哇哇哇 姐姐不要走 我不要离姐姐很远 哇哇哇 我只有姐姐一个亲人了 谁欺负姐姐 我拿鞭炮炸他 沈朝阳立马抱住姐姐的腿 哇哇大哭 沈朝阳捏捏眉心 哎 头疼 这孩子被彻底交歪了 掰不回来了 真以为他是捡来的 只有姐姐是亲的 好了 别哭了 姐姐不走 姐姐刚说的是假如 就是姐姐不走的意思 沈朝阳无奈的拍拍抱着自己腿不放的便宜弟弟 真是的 人类幼崽好难教育啊 难怪前世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姐姐 假如是谁 我不喜欢假如 姐姐拉勾 你说不走的 沈朝阳伸出自己的小拇指勾住姐姐的小拇指 天呐 毁灭吧 我哪知道假如是谁啊 他想静静 谁能告诉他静静是谁 这是个世界难题 这末世都没有标准答案 沈朝阳深深吸了一口气 控制住了打地要趁早的念头 拉着抱着自己腿不松的熊孩子回家 他真的想静静了 真的不要再问他静静是谁了 问 就是静静是闹闹他妈妈 教育孩子什么的 还是交给孩子他爸妈吧 他没办法搞定了 熊孩子太难搞 不只是他这种单身狗能教的了的 啊 不对啊 我他妈已经结婚了 虽然伴侣跑了 那也是结过婚了呀 非推 那不算 半婚礼的又不是他沈朝延 而是原主 自己顶多算是客串了一下洞房 完了 完了 忘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情 事关生命 他大意了 才想起来 怎么办 怎么办 靠 都怪那个大婚第二天就跑路的丈夫 他要是多待两天刷刷脸 自己也不至于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了 臭男人 你果然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阿帖 阿帖 顾身猛地打了几个喷嚏 银长 你是不是感冒了 怎么最近总打喷嚏 要不要请假休息两天 三柱有些担心问道 老大应该是最近营养跟不上 身体变差了 老大把家里寄的卖乳精 都分给了家里有娃的几个兄弟 猴子垂了一下地 都怪这该死的天灾 胡说什么 继续训练 顾身纳闷一瞬又严肃道 第26章 租个爹 第26章租个爹沈朝延 埋怨了几句跑远的丈夫 拉着小弟 加快了回去的步伐 姐姐 走那么快 是怕那群人又跑回来了吗 沈朝延仰着脸问姐姐 嗯 怕他们跑回来 咱们回家把门关上 不要出去乱跑 沈朝延想着 一会儿要进空间一趟 还是得吓吓小弟 免得他自己溜出去玩 回到家 沈朝延就把院门关上了 把小弟带回爸妈那屋里 给床上放了一堆零食 各种形状颜色的小蛋糕 各种糖果饼干 各种卤味小吃 各种果干肉腐 放了一堆到床上 沈朝延看着姐姐回自己房间一趟 就拿出那么多零食 馋的口水都滴下来了 看着熊孩子又流口水了 也没心情纠正了 他要赶紧把小弟安置好 进空间一趟 有些事情必须要确认一下 即使发生天大的事 自己都得进空间一趟 否则静不下心 沈朝延把馋得流口水的小弟 抱到爸妈床上 乖 自己乖乖坐床上吃零食 姐姐回屋睡一会儿 奶奶回来再开门 其他人叫不许开门 记住没 嗯嗯 记住了 乖乖吃零食 只给奶奶开门 沈朝延用衣袖抹了一下口水 乖乖点头回答 不是只给奶奶开门 是只给咱家里人开门 想吃什么吃什么 不要吃撑了 要是撑坏肚子 再不给你吃好吃的了 姐姐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 沈朝延揉揉小弟的头 嗯 我听姐姐话 姐姐我很乖的 沈朝延拉着姐姐的手 认真的说 好 那你乖乖吃东西吧 姐姐去睡会儿 沈朝延看便宜弟弟 自己吃起了东西 扭头回了自己房间 房门一锁进了空间 找到医疗用品区 翻出了医用测试棒 草 中奖了 狗男人也太会了吧 同房才两天 时间太短 前世的测试棒虽然很厉害 但是时间很短的话 会出现检查错误 得用医疗仪器查看一下 这种事关生命的问题不能草率 记得空间里有医疗检测仪器 找到了医疗检测仪的使用说明书 看了一下 弄清楚怎么使用之后 就仪器拿去自己休息区 通上电 万幸空间里的核能蓄电匣子还能用 要不还得自己拉手动 发电机发电 鞋盒子大小的核能蓄电匣子 能供一个市居民 全天无休用的十年 这就是后世研发的成果 也是人类计划 步入星际时代的第一步 可惜刚研发出来不久 末世来了 自己所在的基地 总共也就两个蓄电匣子 一个基地在使用 这个是备用的 存放在自己空间里 嗨 又想多了 赶紧检查身体要紧 连上蓄电匣子之后 按照医疗仪器使用手册 启动了检测仪 沈朝延站在医疗检测仪上 感受着仪器对自己身体扫描一圈 之后听到仪器检查结果 机器扫描完成 检测者成功结合了三个受精体 目前已经处于新生命郁郁状态 望检测者注意身体营养均衡 恭喜检测者成功受孕 为人类延续做出巨大贡献 丁 请检测者走出检测仪器 本次检测结束 请检测者定期做新生命健康检查 沈朝延听到医疗检测仪器的检查结果 忐忑多于惊喜 他还没接受过人类幼崽浮育知识教育呢 他不会养娃呀 至于直接打胎 沈朝延从没想过 后世法律规定 一旦孕育出新生命 不许擅自结束新生命的人生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和延续的权利 一旦违法 不但要面临巨额罚款 还要面临十年监禁处罚 一旦检查出孕育出新生命 检测机构将免费提供 为期一个月的孕育教育和育儿知识 如果新生命降生 父母却没能力抚养 可以向所在地生命抚养部提出申请 国家会出资给抚养部 孩子可以免费抚养三年 父母只需要每天陪护一小时 人类幼崽在未满18岁之前 医疗营养学习费用全免 就这么周全的条件下 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生孩子 因为要承担的责任太大 幼崽没成年之前 幼崽受到的任何伤害 父母都要受到巨额罚款 幼崽没成年之前犯错 父母要提起承担犯错的惩罚 父母每周要向当地生命抚养机构 提交抚养周报 每月要带幼崽进行健康检查 等等 想到前世的一些 针对人类幼崽养成的制度 沈朝延说不清自己现在的感受 有些期待和自己血脉相连的新生命的到来 又有些担心不会养崽崽 不行 得联系娃娃娃爸 人类幼崽太弱了 需要父母陪护 前世就是夫妻双方离婚了 有崽崽了 代替另一半的身份 总之 不能让崽崽感觉到被抛弃了 必须要有双全的父母之爱 才能健康成长 前世国家为了人类幼崽健康长成 可谓是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计划 沈朝延念念没心 有些头疼 看来自己未来生活里 必须要有男人了 无论是原配的 还是租借的 都得有 为了即将到来的幼崽 哎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原想独自美丽来着 现在不行了 责任来了 还是先和肚子里的娃娃爸 是否能健康成长 就看自己的了 不对啊 娃他爸在哪了 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联系感情啊 太特么坑了 一个接一个的天坑啊 不管了 那男人要是在崽崽出生之前还找不到 自己只能出租一个另一半了 他需要钱 很多很多钱 羊崽崽很费钱啊 何况自己 孩子三个崽子 还得考虑给崽子们租个爹备用 任重而道远呢 也不知道这个时代 给崽崽们租个好爹 需要多少钱 历史没记载啊 这时代 好像没有租爹这项业务 哎 好怀念前世的人类幼崽抚育机构 不仅教如何养崽崽 还有专门的父母租借机构 相当专业 只要你出得起租借的资金 什么性格 什么长相 什么学历 什么身份的爹妈任意挑选 收费相当合理 服务相当周到 比原配的还好用 不到崽崽出生的最后一个月 还是给崽崽亲爹一个机会吧 毕竟亲爹是免费的 这个时代 也没有专业人员承接夜晚 投脱 难搞 第27章 闹出大事 第27章闹出大事 万幸自己的身体 经过异能改造提升 不用担心肚子里崽崽们的安全了 只要自己不受致命重伤 即使蹦蹦跳跳 都不用担心把崽崽们蹦掉 漠视经过验证的 异能者受孕很困难 但是 一旦孕育成功 不到危及生命 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即使服用药物也无法打掉 因为身体会自我保护 浮进去就会吐出来 除非手术 好吧 安心了不少 不用担心受怕了 自己可以随便吃 随便造了 再次庆幸自己激活了异能 即使遇到不健康的东西 身体也会自我保护 简直不要太省心了 明天开始挣钱计划 为即将出生的宰宰们攒钱 攒营养费 教育费 生活费 预留出应急租被用跌的租借费 据史料记载 穿越这个时代之后 来钱最快就快的 就是传说中的黑市了 保值最高的 就是古董收藏和买房了 就是不晓得有没有限购问题 回头查查记载 粮食审潮严不缺 可以说源源不断 衣食住行物资也不缺 他空间里可是有一万物资的 一些稀少的物资 还是不要随便拿出来了 万一挥霍完了 这个平行空间 或许未来百年 都不一定能生产出来 要理智消费 不是 是要理智兑换 钱没了可以再挣 有些东西挥霍完了 就只能干瞪眼了 糟了 自己进空间有一段时间了 忘记给小豆丁准备水了 吃那多零食不喝水 不得渴死了 哎 他果然不会养崽崽 决定了 以后把便宜弟弟当亲儿子养 先练习练习 怎么当亲马 想到这里 沈朝延在空间 翻出在母婴用品区 搜集到的东西 拿出一个新奶瓶出来 清洗干净之后 准备去找一罐奶粉烫烫 拿去给小弟喝 先让自己练习一下喂奶 拿出奶粉之后 才想起来问 要倒多少量合适来着 看完说明书之后 准备倒水了 问题又来了 什么温度 冲泡合适来着 天呐 来一道天雷劈了他吧 怎么那么麻烦 人类幼崽太难养了 不想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法都毁灭吧 他要赶紧找娃他爸 凭傻两个人的崽 要他一个人操心啊 敢耍赖不负责 他要把那男人的狗脑子 都打成江湖 太 找什么备用爹啊 他一定要把崽子 交给他们清店 凭借他的能力想找人 不幸找不到 埋到土里了 他也要用木系异能 把他从地里挖出来 殊不知有的话不能说 有些念头不能动 因为有个神器的定律 无意间的假设 说不定哪天就成现实了 就像古人常说 不烧柴火 难道要烧空气啊 然后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真的不烧柴火烧空气了 沈朝阳此时还没想到 某一天 他真的用木系异能把自己男人 从土地挖出来了 得 奶粉总算烫好能喝了 赶紧出去找便宜弟弟去 姐姐 你醒了 我很乖哦 没下床 沈朝阳看到姐姐突然过来 眼睛都亮了 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眉眼都弯成了月牙 哎哟 老夫的少女心啊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人类幼崽 果然是世界上最最最可爱的生物 也是最最最闹心的生物 哎 便宜弟弟真好看 一双眼睛像极了他亲爹的桃花眼 就是太瘦了点 脸色黄了点 头发粗糙了点 哎哟 不行了 不看不知道 一流星 这宰子问题太多了 得好好养养才行 可不可 要不要姐抱你下床撒尿 沈朝阳才想起来 便宜弟弟 好久没和外面进行能量交换了 沈朝阳小脸红红的朝姐姐伸手 姐姐不让他下床 他太难了 得 伺候着吧 你是幼崽 你最大 想当初他亲弟弟妹妹 他都没给伺候过 不想了 他肚子里还有三个崽子等着伺候呢 再也不能独自没力了 姐姐 我自己去 我会的 沈朝阳姐姐还想帮自己脱裤子 抱自己的样子 赶紧挣扎着下去 好吧 那你自己来 沈朝阳被放到地上之后 夹着屁股一溜烟跑去后院了 跟后面有狗子追似的 我有这么可怕吗 沈朝阳眨眨眨黑豆式的眼 自言自语道 不自觉伸手摸摸脸蛋 好吧 忘记了 这是园主的脸 确实 可 挺有特点的 尤其是在夜里 砰砰砰 乖孙女啊 睡了没 来给奶开个门 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沈朝阳的沉思 李婆子他们从山上回来了 奶 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嗨 别提了 你三爷家那个糟心的孙女 就是那沈小花妇女三个 我说哪个糟瘟的 敢招惹咱家人 原来又是他们 就是他们 妇女几个跟踪你们的 黑心丹的哟 我们大队的人上山之后 他们几个正摘果子摘得欢呢 还说什么 他们摘的是他们的 村里人想要自己去树上摘 李婆子缓了一口气 继续说 你是不知道啊 他们那样说 村里人肯定不愿意 队长带着上山 就是摘果子的 山上的东西都归集体 他们摘了几大筐 那村里人能乐意 村里人要说 他们挖集体的墙角 要拉他们去改造 他们才服软认错 你是不知道 那什么小花那死丫头 心真是黑透了 呸 竟然拉咱们家下水 要举报咱家 丑丑 丑丑 那群人不就来了吗 李婆子看着 走到自己门前的一群人 声音立马抬高了几倍 嘿 查吧查吧 要是搜不出东西来 看老婆子 我不能把牛粪糊 那个黑心烂干的一脸 哼 你们这乌泱泱的一大群人 我们家妙小 可装不下 派几个人搜罢 谁要是把我家东西 磕着碰着了 我老婆子就去砸了他家 我儿子好心发现 果树林子 带全村去摘 你们倒是好 听了恶人挑拨 还要来搜我们家 嘿哟 这是缺了大德了 李婆子插着腰站在门口 吐沫星子纷飞 对着来人怒怼一通 可 大伯娘 您消消气 你也知道规矩 有人举报 咱们得例行检查不是 这样 我亲自带人 找几个村礼品行好 手脚干脆的人 进去检查一下行不 沈建海队长也觉得生气 没想到三叔家的那几个人 竟然举报大伯家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得亏了大伯 把一筐丧人杯自己家去了 要不然有的麻烦 嗨 那么老多果叔大伯家 都带村里人去摘 他们家先摘一筐留着咋了 先发现的有奖励 留个几筐多盒情理 都是一些见不得别人家好的 跟着瞎搅合 现在涉及挖几体墙角的问题 就算是一筐果子 也得闹出大事来 几个老鼠 坏了一锅好汤 都是什么事呢 糟心玩意 第二十八章 不可能 第二十八章不可能 哼 进去搜吧 不该动的东西别乱动 弄坏了 别怪我老婆子不给你们脸 李婆子双手插腰 下巴抬得高高的 眼神狠狠地看着这些搜查的人 几个被点名的民兵 跟着进屋搜 心里一阵不爽 特么的 都是一个村的 各家都沾亲带故的 这么多年 也没见谁举报谁 只要不是太明目张胆的过分 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事 村里相安无事这么多年 这回怕是要被那几个人 给搅合坏菜了 以后大家都提心吊胆 防备别人下黑手吧 大队长领着几个民兵进去 几人带着怨气搜查 倒是没乱倒腾 毕竟李婆子家惹不起 一不小心招惹了 那就等着明天一日三餐 上门被骂吧 想到这些手脚 都不自觉地放轻了许多 心里再次暗骂一声晦气 靠 别人家找着好东西 是别人家的本事 何况人家还带着村里人 一起去摘那么多果子 本来挺高兴的是 非得搅合一下 几人匆匆搜完赶紧出去 他们村里人都很老实 不喜欢惹事 更何况还要他们招惹 最难搞的一家人 那就搜到四五颗果子 人家发现的果树林 摘几颗水果 常常不算过分吧 村里谁家没上山采过野果 砍过柴火 挖过野菜啊 这要是都算挖集体墙角 那大家以后都别上山了 饿死了了事 大队长从沈朝炎家 拿出几个果子展示给大家看 生气的训斥道 家里人故意留下几颗果子放屋里 一个果子不留 说不过去 毕竟发现那么大一片果树林子 谁不摘几个回家 谁是傻子 你们一家三口 先是挖集体墙角 后污蔑举报 行为恶劣 罚你们每天下工清理牛棚 扣五十个公分 每天大会上做检讨 也就咱们大队 没把人送去改造的习惯 否则早把你们送去改造了 队长黑着脸 看着被压在人群里的沈小花 一家三口 不可能 队长说 你在包庇沈朝延家 我看见了 他们背着几个 箩筐上山 他们不可能没摘果子 还有那几棵丧任树上的果子 也没了 肯定被他们摘光了 队长说 你跟我们家也是亲戚 你不能这么偏心眼 沈小花红着眼 尖叫一声 摇着头不信 小花 你给我闭嘴 胡乱咧咧啥 大队长他输 你别跟小花这孩子一般见识 他还小 沈三爷看孙女魔证了一样 举报完大哥家 还想拉二哥家的儿子下水 连忙阻止 哼 你们一家三口要是不信 自己进去看看 你们几个带着他们去看 别弄坏的东西 大队长听了这话气炸了 指着压着三人的民兵说道 什么叫自己偏心眼包庇 要是被举报了 自己不被分分钟录掉职位啊 果然是黑心的白眼狼 坑完大伯家 还想拉自己下水 什么人啊 这是 特么的 专门坑自己亲戚 这死丫头 是对头派到他们老沈家的客星吗 怎么会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啊 这里 快看他们藏了好多大米面粉 这肯定是黑市买的 供销社根本没有 快把他们送公社审问 沈小花妇女几人找了一圈 什么也没找到 沈小花看到梁氏 立马激动的跳起来 你们可拉倒吧 还想拉别人垫背呢 沈老头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和你们家是亲戚 快出去吧你 村里谁不知道 人家女婿是城里人 给送了糖果点心烟酒 还给送了梁氏 听说还分分了你们家一斤五花肉来 泽泽 这年头肯分出去一口肉给别人的 打着灯笼都难找 沈老头家怕是一片好心为了狼 还是头白眼狼 可不是人家女婿送的东西 爱着你啥事了 眼红嫉妒也不能说人家去黑市了 这不是想坑死人家吗 就是吃了人家的肉 还反咬别人一口 李婆子当天可就满村子显摆女婿了 人家可没藏着掖着 三个大队的民兵 压着沈小花一家三口出去 轮番对他们 虽然他们也听眼红嫉妒那么多好粮食的 但还不至于故意坑害别人 还特么是没出五福的亲兄弟 对 太恶劣了 亏得他们以前还觉得那丫头是个好的 还想把他说给自己远房亲戚呢 马得 好在没来得及开口 这要是真跟自己成亲戚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坑了 什么人啊 专门逮住亲戚下手 村里人一看这架势 肯定啥也没搜着 顿时对着三人指指点点 队长也懒得多说 挥挥手让把人带走 不用说 先关几天小黑屋再说吧 好了 都散了吧 天色不早了 水果先锁到大队仓库里 明一早再商量怎么处理 折腾一通下来都八点多了 队长也不想耗在这了 以前这点早去找周公下棋去了 困死了 沈朝延默默地看了一场闹剧 一群人真是来得快 散得也快 可能都着急回去睡觉吧 根据园主的记忆 这个时代的农村人五点多下宫 六点多就准备睡觉了 看着人都走远了 李婆子松了一口气 招呼着家里人回去 行了 都收拾收拾回屋睡觉去 大晚上的怪费灯牛的 对了 老三 这两天就别去你岳父家了 指不定有哪个黑心的盯着咱家呢 哎 知道了 妈 哈欠 那我回屋睡了 困死了 沈建军伸个懒腰 打个哈欠 拉着自己媳妇就回屋 姐姐 床上的东西呢 是不是被坏人拿走了 沈朝延红着眼睛 委屈的别嘴问道 没有 姐姐藏起来了 明天拿给你吃 乖乖回去睡觉 沈朝延拍拍小弟的脑袋 那些东西 还不适合让家里人看到 一听到敲门声 沈朝延就把东西全收起来了 那姐姐 你明天去县城可不可以带我去 我还没去过 沈朝延拉着姐姐的手 摇摇晃晃的问道 行 带你去 乖乖回去睡觉 小朋友不好好睡觉长不高 沈朝延抬头 目光悠悠的看向远离开的人 无声无息中 目系异能涌动 沈小花一家三口 突然被几根枯草根绊倒 摔个狗啃泥 沈朝延勾唇一笑 收回异能 心情好了许多 嗯 明天是个好机会 村里人肯定要去县城卖果子 自己跟着去不打眼 看来明天 那个计划一定要实施了 第29章 菜里没有一滴油 第29章菜里没有一滴油 次日一大早 五点左右 沈家人已经起床了 要去县城得走早点 沈朝延迷迷糊糊的 被大哥帮忙穿好衣服 打着哈欠 揉着眼睛 小店 要不你今天不去县城了 再去床上睡会儿 沈朝延的大哥话音刚落 沈朝延立马瞪大了太金苟眼 哪里还有一点困境 不不不 大哥 我要去 姐姐走了没 你快帮我系一下鞋带 沈朝延头摇成了波浪鼓 扯着大哥的衣袖 急得直跳脚 奶奶刚做好饭 你姐姐还没起床呢 急傻 好了 出去洗脸吧 沈朝延帮小弟系好鞋带 拍了小弟的屁股蛋一下 刚说不让跟去 立马不困了 沈朝延扯了爸爸 帮自己擦了一把脸 一溜烟跑到姐姐窗户前 垫着脚趴着窗户 小声喊 姐姐 姐姐你起床没 没听到屋里的动静 声音又加大了一点 姐姐 起床去县城买东西了 姐姐 沈朝延早就听到院子里的动静了 可是不想起来 哎 这时代的人 做戏太规律了 五六点就起床做好饭了 七点准时上工 晚上七点 之前已经躺床上了 可是 他沈朝延的生物中 不是这样的 前时都是早上九点才起床 晚上十二点左右才睡觉 为了今天去县城的计划 他夜里在空间翻看了一些历史资料 和古董鉴定资料 看到凌晨一点左右才睡 对喜欢晚睡晚起的人来说 早上五六点就起床 简直太痛苦了 一大早被吵醒之后 虽然睡不着了 却也懒得起来 宁愿躺床上迷糊一会儿 昨天虽然看了很多资料 最后还是觉得自己看了个寂寞 古董鉴定知识 真不是临时抱佛脚能搞定的 念念没心 不去想了 反正自己粮食多 大不了多用粮食换点 总能遇到几个真货 沈朝延看着趴在自己窗户前的便宜弟弟感叹 这小豆丁还真是有趣 进来吧 门没锁 截起来了 沈朝延穿好衣服 躺在床上懒得下去 精神力控制着门栓打开 招呼着小弟进来 姐姐 嘿嘿 轻轻推开门 扶着门框 迈着小短腿进来 小豆丁啸的小虎牙都露出来了 他还没进过姐姐房间呢 姐姐以前不喜欢自己 不让自己进 现在的姐姐真好 把门关上 过来吧 姐给你拿好吃的 沈朝延淡淡笑了一下 对小弟招招手 小朋友真可爱 想露一下毛怎么办 姐姐你不起来吃饭吗 嗯 晚点 饭还热呢 来 把这个喝了 姐姐 这是什么啊 好好喝 昨天也给我喝了 这是小朋友喝的奶粉 以后每天早上 晚上来找姐姐喝 不许告诉别人哦 这是我们的秘密 沈朝延如愿地露了一会儿 小弟毛茸茸的脑袋 又捏捏脸颊胶胶带 嗯嗯 不说 细溜 好好喝 沈朝延吸着奶瓶 边喝边点头 眼睛都开心地眯起来了 唉 这眯着眼睛的小动作 怎么那么向李婆子 开心的时候呢 沈朝延逗了小弟一会儿 看小弟把一瓶奶粉喝光了 才拉着出去吃早饭 乖孙女 饿了吧 乃今天给你烙了葱油饼子 放了老些猪油 可香了 去县城可得折腾一天呢 得吃饱点 米粥给你凉好了 快吃吧 沈朝延感受着李婆子的疼爱 心里一阵温暖 也有些愧疚 不管外面的人 怎么看待这一家人 至少作为被疼爱的对象 沈朝延觉得 家里人很好 他以后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了 一定会带他们过上好日子 来 早饭怎么还两种啊 你和爷干嘛不吃米粥 吃油饼 沈朝延看着一家人 两种早餐待遇 有些不理解 家里不是还有粮食 嗨 你们小辈的还是孩子 吃好点省得伤身体 我们大人吃粗粮野菜都习惯了 野菜窝窝头 菜里没有一点油 这么多年都这么过得 这两天没少吃肉 肚子里可不缺油水了 李婆子说着 啃了一口窝窝头 加了一筷子野菜 又吸流一口 只有几粒的汤说道 闺女啊 别看了 快吃 晚了 可村里牛车可没位置了 沈建军伸长脖子咽下去 一口窝窝头 喝了口汤 顺顺喉咙说道 沈朝延低头看看自己碗里的粥 浓得插上筷子都不会倒 又看看大哥和几个弟弟的碗里 吸了很多 一半米一半汤水 姐姐 快吃 好吃呢 这几天真好 以前都没早饭呢 沈朝延咬了一口葱油饼 又挖了一勺米粥 鼓着腮帮子说 沈朝延眼眶红了一下 又低下头默默吃饭 不能急 慢慢来 只要他让全村人都富裕起来 家家户户吃不完的鱼粮 他不幸家里人还会这样两种伙食 既然缺食物给他们带来了太多不安 他就拿食物硬砸 让他们看得粮食堆积如山 与其现在逼迫他们 强迫他们改掉节省的习惯 不如从根源解决问题 想通了之后 沈朝延就不再伤春悲秋的待遇壮了 快速吃完自己那份早餐 也让家里人安心 吃完了奶奶排的爱心早餐 沈朝延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 干饭人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 那就是饭不好吃 出门的时候 沈朝延又一次见识了 什么是来自奶奶的偏心 便宜爹和大哥的午饭口粮 是二合面混合野菜蒸的馒头 自己和小弟的午饭口粮 是葱油饼 自己两张饼一个鸡蛋 外加一葫芦 冲好的卖入精水 沈朝延实在是有些纳闷了 就算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女娃 也不该偏心这么狠吧 出了家门 沈朝延问了老爸一句 爸 咱家为啥这么宠我 就因为是女娃 嗯 因为我闺女是家里的唯一女娃 沈建军神情有一瞬间的伤感 坚定的回答 沈朝延看老爸不愿意再多说的样子 想想算了 不说就不说吧 总有一天会知道答案的 哟 君子 今天还带着儿子闺女 一起去县城啊 牛车旁边一瘸腿老头 看向走过来的几人 笑呵呵的问道 是啊 老根说 这不是怕晚了没位置吗 来早点 沈建军说着地上一根烟 这还是出门时候娘塞给自己的 让去卖水果的时候 跟供销社打关系用 还是女婿给买的呢 哟 大前门啊 这可是稀罕货 咋的 女婿给买的 那可不 说 你可是第一个抽上的 我家老头都没有抽上 嘿 这还是我出门前 我妈专门让带上 县城打关系用的 那感情好 说起来 多亏了你 为了村里人着想 把果林告诉村里了 咱们村吃不上饭大的人 这些水灵灵的水果 不信供销社 不愿意给咱们换点粗粮回来 嗨 都一个村里的 不能我们自家吃饱 看着村里人饿死吧 哟 人都来了 我们先到牛车上站到位置 沈建军一看 一群人过来了 赶紧把儿子滴溜到牛车上坐着 第三十章 换脸 第三十章换脸 沈朝延在老爸的提示下 挪到牛车前面坐着 因为后面颠得慌 看着牛屁股在眼前晃悠 尾巴还时不时打打背上蚊虫 后世哪里都干干净净的 什么时候经历过这些 即使末世丧失爆发 也没影响人类对环境的清理 实在清理不了的 人们就一把火烧干净 更何况沈朝延作为后勤人员 很少去接触那些脏乱差的场景 不能想 两个时代差了上千年 发展水平不同 慢慢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吧 去往县城的路还挺坎坷的 难怪这些人 不把装水果的筐子 放牛车上拉着 就这座车上 能把人颠到屁股离地的架势 水果放上面 运到县城能有几颗完整的 挑着水果单子的汉子们 满脸期待的笑容 仿佛一点都不觉得累 一路上 大家轮流从牛车上下来挑担子 连自己大哥都没逃过 话说 为什么快到县城了 也没见自己老爸 下去挑一下担子 爸 你怎么不下去挑担子 只让大哥去啊 可嗨嗨 闺女啊 你大哥力气大 我这不是没力气 而且 我不是带了一包烟去打关系吗 队长这不给免了劳力了 哦 沈朝延淡淡回了一句 悄然翻了个白眼 忽悠谁呢 肯定又多懒 也就欺负自己大哥老师 不跟老爸计较 流车颠簸晃悠了两个多小时 沈朝延终于见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县城 还真跟历史资料里记载的一样啊 灰扑扑的砖瓦房 一股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扑扑 不对 是一股浓郁的灰土扑面而来 可嗨嗨 刚好一阵风吹过 沈朝延压根都没做好准备 被呛了个正正 大风起息 尘土飞扬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长知识了 闺女啊 你这回记得路没 要是没记住 可得跟紧巴呀 你可别自己走丢了 爸这次是办正事 找供销社谈条件呢 你别乱走啊 沈建军看到县城到了 赶紧跟闺女交代 嗯 爸 你放心吧 我这次记得路了 你放心去忙吧 沈朝延回了一句 开始四处打量整个县城 爸 县城人这么少吗 哎 年景不好 都饿得懒得动他 不是在上班 就是家里躺的呢 谁没事出来晃呀 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郊外挖挖野菜 树根傻的 要说现在城里人的日子 还没咱们村里好过呢 咱们村田地少 粮食种的少 粮税也交的少 公社对咱们村要求 就是不指望交上多少公粮 别找公社要补贴就成 咱们村平时也没指望 田地那点产出过活 都有买粮食吞粮食的习惯 才一个人都没有饿死 沈朝延还想多听老爸说说 这个时候县城的情况 却被一声吆喝打断了 沈家村的老少爷们 县城到了 把筐里水果都用草席盖上 别进城 让人给顺走了 挑担子的都跟着走 别吊队哈 相互监督 少一个果子 大家就得少分一口粮食 队长喊了一声 领着村里人 直接奔去公销社 沈建军和大队会计 先进去找公销社经理 大队长在公销社门口 看着水果 沈朝延好奇地打量着 这两层楼高的公销社 还真是 比想象的小太多了 手心多出一个 同前大小的照相机 避开众人的视线 偷偷拍了不少现成的照片 这些以后 都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 不论破败与否 都是这个时代的记忆 沈建军进去不一会儿 就领着一个挺着肚懒的 微胖的中年男人出来了 微胖的男人掀开草戏 看了一眼水果框 脸上的笑容立马大了 顺手又把草戏盖上 五颜石 来 咱们不从前面走 直接去侧面 把东西送进仓库去 微胖的中年男人 二话不说 笑着让人赶紧把水果送仓库去 庞经理 这咱们还没谈好价格呢 沈建军笑着递上去一根烟 我是副经理 老弟啊 价格不是问题 咱们先运到仓库再谈 放心 不会亏了你们 庞经理笑着接过烟 勾搭着沈建军的肩膀说 这水果 他还没在县城见过 卖相这么好的果子呢 有了这些水果 拿去运作一番 他明年升值稳了 沈朝延懒的看他们在那寒暄 讨价还价了 把小弟交给大哥看着 找个借口开溜了 大哥 你看好小弟 我去一趟厕所 回头我直接在公销社里面等你们 小妹 你可别乱跑啊 别走丢了 要不大哥 把你送了过去 在厕所门口等你 别 不用 大哥 我记得路了 就这么点距离 丢不了 我走了 沈朝延还想去找黑市谈生意呢 哪能一直在这耽误时间 去了一趟厕所 再出来 已经变成了一个身材修长 温文尔雅的斯文败类 呃 好像用错词了 是变成了戴着眼镜 禁欲男主模样 如此天翻地覆的幻言之术 真得感谢前世一项 女性最爱的化妆机器 设置好容貌类型 机器里安放好化妆品 连往机器上面一贴 十秒化妆 三秒定型 搞定妆容 后世为了识别变脸问题 又研发出了识别真人眼镜 扫描仪 可以透过妆容看到原貌 她真是太喜欢这项发明了 简直是所有女性 手残党的福音 可惜上辈子这一期太贵 买不起 直到末世搜物资 才搜集进空间几台 真没想到 第一次用上 竟然是在另一个时空 精神力展开 找了十几个巷子口 终于找到黑市入口了 一条小巷子边 坐着一个戴着草帽的大爷 等等 同志 你要干什么 大爷 我找你们负责人 有好货 海市那边来的 沈朝言摸了一下自己的假猴杰 回答的声音 立马变成了温润少年的声音 不必说 又是末世黑科技 指纹解锁仿真变声器 这玩意就比较便宜了 都快烂打街了 同志 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可没什么黑市 你再不离开 当心我举报你投机倒把 看门大爷 感觉这人咋看咋 感觉像是个大官 这样的人来到黑市 不会是想打听虚实抓他们吧 别想骗过他老头子的火眼金睛 沈朝言凑近看门大爷的耳边 说了一句话 大爷听完脸色立马一遍 第31章 传说中的黑市 第31章传说中的黑市先生 我这就领您过去 看门大爷抹了一下额头的虚汗 擦 看走眼了 沈朝言双手插到裤兜 悠闲肆意地跟在看门大爷身后 像个高高在上的公子哥 绕过两条巷子 在一户宅院门口停了下来 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 我去通报三爷一声 看门大爷看了沈朝言一眼 恭敬地问道 原 沈朝言嘴唇清起 淡淡地吐露了一个姓氏 这个姓氏为纪念一个农学大家 因为他后世才研究出 母产万斤以上的粮食来 今日来是为了卖粮食换钱 也是为了救助一下这里的人 那辛苦原先生稍等一下 我进去通报三爷 看门大爷用暗号敲开门 被人领了进院子 门再次被关上 说你知道咱们这的规矩 怎么能领陌生人找到这里来呢 万一那人是来钓鱼的呢 咱们还不要被一锅端了 黑三爷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站起来 三爷不是我非要领人进来 那人说要找东三巷36号的黑三爷 我想这不是已经知道您在哪了吗 那人都打听好 找上门了 我还能不领过来啊 看门大爷觉得自己也很冤纳 本来自己不让进的 结果人家认识黑市头头 哪头他都得罪不起 凭他老人家多年的生存经验 他能感觉到 那年轻人比黑三爷还厉害 这老话不是说了吗 两害一比较 当然站在最牛的那一害那边了 这他懂 知道我的名字 还知道地方 黑三爷桌子前来回走了几圈又问 你觉得那人咋样 俊之赖 看一眼就忘不了 县城没一个比得上的 不是 谁问你长相了 我又不相信 我是问你 他看着像有货的样子不 黑三爷听到看门大爷的回话 脸都黑了下来 愤怒到 那一身打扮 向大城市来的 嗯 瞅着你干不过人家 看门大爷缩了一下脖子 任命的说了一句 什么叫我黑三爷干不过人家 我一倒腾祸的 找人干家干啥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把人叫进来吧 黑三挥挥手说道 他感觉这看门大叔 怕是不能要了 气死他了 袁先生 请坐 吴子 上茶 沈朝言没进门之前 黑三爷想着 要给来人一个下马威 看到进来的人 黑三爷觉得 这人看着他 好像得罪不起 黑三爷看到沈朝言落座 才开口说道 听说袁先生找我 不知道袁先生 怎么知道我黑三爷的 沈朝言转转 左手食指上的白玉斑纸 看了端上来的茶水一眼 淡淡撇了黑三爷一眼 道 这茶太刺 难以入口 就不喝了 直接进入正题吧 靠 你小子怕不是来找茶的吧 端茶的吴子 看着人的态度 立马跳起来 想揍沈朝言一顿 还没人敢在他们地盘 对三爷这样态度的 沈朝言渐向冲过来的 黑氏小弟 手拍了一下桌子 红木桌子 立马碎成了渣渣 门外的黑氏小弟们 听到屋里的动静 立马冲进屋子 沈朝言往椅子背上 慵懒肆意的依靠 翘起二郎腿 拿起手 怕擦了擦 拍过桌子的手 继续把完桌 手上的白玉斑纸 声音懒散道 看来这生意 黑三爷是不想做了 也罢 听说西区也有个黑氏 元爷息怒 宁消消气 黑三爷躬身一败 转身对周围 小弟怒斥 谁让你们进来的 都滚出去 无子 把我珍藏的大红袍 拿出来 给元爷泡上 元爷 对不住 这些人都是大老粗 得罪了 听说您有货要出 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忙 您放心 我肯定给您公道价 黑三爷抹了一把 额头上的虚汗 擦 差点被这帮小弟害死了 就人家刚刚那一手 他们一群人一起上 那也不够人家一只手拍死的 那可是石木桌子呀 轻轻一拍 都碎成渣渣了 特么的 他骨头也没比那木头硬多少 哪够人家一把掌拍的 这人绝对是大老 真正的大老 绝对比自己在室里面 到藤货的俩兄弟 厉害多了 十万斤红薯 五万斤大米 三万斤面粉 你找个地方接收货 我知道 你们黑市大米面粉 已经卖到三块多了 红薯都卖到一块多了 是供销社价格的几倍 嘶 这么多粮食 元爷 您放心 我给你按黑市最高价收 绝对不让你吃亏 黑三爷听到这么多粮食 呼吸都急促了 迫不及待 想把货吃下 不必 红薯五毛一斤卖给你 你售价不能超过七毛 你面我一块钱卖给你 你售价不能超过一块三 另外 我白送你十万斤米糠面糠 你售价一斤 不得超过一毛 这些粮食不得批量卖 每种粮食 每人每天一次购买 不得超过三斤 钱不够 可以先付一部分给我 粮食全部卖完再结算 怎么样 这比买卖做不做 沈朝延三指敲着 椅子扶手说道 元爷 您是这个 黑三爷爷翘起大拇指 敬佩道 我黑三就没佩服过谁 元爷 您是咱青山县的恩人 我替咱们全县吃不上饭的人 拜谢您的支援 黑三说着 双目含泪 功身一败 沈朝延吓得立马站了起来 明明是个到货头子 突然这么煽情 搞得他很尴尬 生意还怎么谈 不必谢 我这么做 自然是有我的原因 你只要能做到我说的那些 你以后的货我都供了 你准备好一部分资金 告诉我运送的地方 我下午把货送过来 沈朝延重新坐下 喝了一口水压下刚刚的尴尬 城东有个废弃的工厂 没人往那去 或可以运那里去 很安全 黑三爷想了一圈 那么大一批货 也只有那个废弃工厂适合放 又不会被发现了 下午两点去取货 一分钟不能走 一分钟不能迟 哦 对了 我不希望 我的人运货过去的时候 有人在那守着 你最好保证那一片没人 就这样 你两点带钱过去 我还有事 不必送 说完 沈朝延双手插裤兜 如同刚进门时的样子 云淡风轻的离开了黑市 第32章 真正的大佬 第32章 真正的大佬黑三 看着沈朝延离开的背景 恭恭敬敬的恭身一拜 宋元爷 沈朝延步子都没停 随意的摆了摆手 乖乖 这位元爷是什么人 让咱们三爷这么恭敬 三爷见大爷和二爷 都没这么恭敬过 门口一群小弟 一脸崇拜 看着离去的人潇洒的背景 马德 男人就该是那样的 我一个男人都恨不得嫁给他 滚 你特么野配 黑三爷气得拍了多话的小弟的脑袋一巴掌 你们以后招子放亮点 见到这位爷 要比对自己 亲爹妈还有恭敬 记住了 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财神爷 绝对是真正的倒爷界的顶尖人物 真正的大佬 死 死 黑三爷话音一落 周围一片抽气声 360行 哪一行坐到了顶尖 那都是让人敬佩的牛人 黑市混的人也一样 站在顶尖的正真倒爷 那是混他们这一森 所有人崇拜向往的对象 沈朝延并不知道 他走这一趟 就成了黑市贩子眼中 忒厉害的倒爷了 沈朝延这番装扮的目的 只是想让人相信 他很有钱 很厉害 有资源 没事别来招惹他 别瞎打听瞎问 他没想到目的是达到了 却成了另外一种效果 还多了个倒爷的身份 不管怎样 只要最终结果是 好的就成 至于单不担心黑三爷 拿了货阳凤英维 沈朝延只想说一句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是直老虎 敢黑他沈朝延的货 脑袋给他打成猪头 沈朝延找一条无人的巷子 回空间恢复了容貌 刚回到供销社附近 就被村里人拉住了 哎呀 你这丫头 你爸和你哥找你都找疯了 快跟我回牛车那等着 一个村里大叔拉着他 就往牛车的方向走 完了 没想到老爸他们卖水果卖这么快 哎 不会以为自己又迷路了吧 果然 离牛车还有段距离 小弟立马发现了 倒腾着小短腿往自己身边跑 姐姐 你去哪了 哇哇 我们都找不到你了 哇哇 沈朝延抱着姐姐的腿鼻子 一把泪一把哇哇大哭 哭得城里的路人 平平看他们姐弟俩 好了 不哭了 姐姐就去城里逛了逛 走得远了些 沈朝延拉开小弟 拿出手帕 把小弟的脸擦干净 然后把帕子团巴 团巴塞小弟衣都理了 嗯 姐咱们回牛车坐在吧 村里人都去找你了 爸说谁找找你 给他三斤大米 沈朝延揉揉哭红的眼睛不哭了 哑着嗓子给姐姐告状 三斤大米 对现在的人来说 那可真不少了 嗯 走吧 沈朝延揉揉小弟的脑袋 往牛车走去 哎 小延哪 你可不能乱跑了 你爸都许出去三斤大米 让村里人去找你了 你弟弟知道 你丢了 嗓子都哭哑了 好不容易才红住 看牛车的瘸腿书 好心提醒到 还有些羡慕自己腿不利索 没去找人 错失了三斤大米 嗯 老哥爷爷 我知道了 我在这里等我爸他们回来 沈朝延没多解释 乖乖点点头 又把麦如金给小弟惯了几口 哎 你这丫头姐玩魂懂事多了 以前见到我 只会喊缺腿爷爷 对你弟弟不是打就是骂 难得这小子不记仇 还总念着你的好 看牛的老头 一脸欣慰的看着 坐在牛车上 给弟弟喂水的沈朝延 嗨嗨 沈朝延差点被口水呛着 啥玩意 还有这回事 糟心的园主 守着瘸子不说短话 这园主 怎么竟不干人事呢 不能想园主的记忆 一想就闹心 园主的智商情商 也没谁了 沈朝延尴尬的轻壳了一声 老根爷爷 都怪我之前不懂事 还多亏了爷爷 不跟我一般见识 老根爷爷 您吃了糖甜甜嘴 辛苦你在这等这么久了 说 你也吃一颗吧 得亏你看到我 把我领过来 要不我还在供销社 啥啥等着呢 沈朝延从一兜里 拿出几颗大白兔奶糖 递给老根爷爷 可找到自己的大叔 哎 严丫头果然懂事多了 那叔就收下了 大叔局促的 从沈朝延手中 接过大白兔奶糖 小心翼翼的装进衣服兜里 完了还用手拍拍兜 他倒不是自己想吃 就是想在家里娃了 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大白兔奶糖呢 闹了好多回了 老根爷爷是家里 就剩他自己了 倒也没客气 小心翼翼拨开糖纸 含嘴里 早上没吃饭 他年纪大了 这会儿都有些头晕 吃一颗糖好多了 要不他也不会 厚着脸皮接孩子糖果 沈朝延这边 刚给小弟喂完水 队长叔和自己老爸就回来了 闺女啊 你可回来了 快把爹给急死了 说好了不乱跑呢 哎 你这丫头啊 你多丢几次爹 怕是要短命了 沈建军老远就看到闺女 回到牛车上了 赶紧快不跑了回来 侄女啊 你刚跑哪去了 你是不知道 记自己老爹之后 队长叔又开始上阵说教了 沈朝延未免自己的耳朵受伤 赶紧打断队长叔的话 立马转移话题 队长叔 我听到一个消息 县城东边下午三点 有便宜粮食卖 比供销社粮食还便宜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队长一听 直接抓住侄女的胳膊 侄女 你说啥玩意 有比供销社卖的还便宜的粮食 沈朝延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胳膊 往后挪了一点解释道 队长叔 我也是听人说的 听说好多人都等着呢 不知道真假 队长看了一眼牛车上的两袋碎米 下定决心晚点回去 看消息是不是真的 要不是 看在他们村卖了那么多水果的份上 供销社绝对舍不得 从自己内部粮食份额里 挤出两袋粮食给他们 不说全国了 就他们县城差不多所有人都嗷嗷待哺 等着放粮 哪怕沈朝延说的消息是假的 他们都要去看看 更何况还说 粮食价格比供销社平日公布的还低 打着灯笼都难找 他们村里不是没人去黑市买粮食 去了也买不着 价格高的烫手不说 还总买不到 剑海啊 你真打算去看看 沈建军有点不信 哪都缺粮食 咋可能黑市比供销社还便宜 除非天上下红雨了 除非日头打东边出来 不过 既然消息传出来了 那估计是真有粮食 价格怕是散布消息的人虚夸的 第33章 最亮的仔 第33章最亮的仔午饭时间 村里人陆续都回到了牛车旁边 有人紧了紧裤腰带 喝几口水凑合 直接闭目养神 有人往地上一蹲 拿出手心大的苞米茶子 窝窝头蹲在地上啃 沈朝延看着他们用牙使劲啃 腮帮子青筋都露出来了 脚拔几下 在伸长脖子往下吞咽 看着都觉得牙酸喉咙疼 不喜欢这种清静 这个时代人生活得太艰苦了 也正是有这一代人的艰苦与努力 才有了后世稳定发展的基础 历史有学习过 沈朝延想着 回去就把空间里的空地 全部种上粮食 他就不信了 凭借空间土地 加空间吸水 加自己异能辅助 还供应不了全线口粮 以后看粮食出售情况 争取每月来县城卖一次粮食 免费给的事情 他沈朝延是不会做的 斗米恩生米酬的事情 可听了不少 有些东西你越是免费 人们越是不知道珍惜 最后反而责怪你 免费的给太少了 你越是限制 越是收费 别人得到实惠之后 反倒是越会珍惜 越会感激 前世国家要求所有高中第一课 必须教会学生等价交换 给予和奉献的正确打开方式 沈朝延至今还记忆犹新 思路又跑偏了 自己还没吃午饭呢 沈朝延把自己的葱油饼 分给一个 给老爸和大哥评分 鸡蛋给小弟吃了 反正他一个就够了 大不了饿了找机会 啃几口空间里的鲁鸡腿 沈朝延和弟弟的午饭一拿出来 全村人的目光都扫射过来了 他和小弟坐在牛车这个大舞台上 立马成了全村最闪亮的仔 沈朝延忍着被人看着的尴尬气氛 低头快速地啃完了手上的饼子 借着双手的遮挡 往嘴巴里喂了一颗清新口气的糖果 拒绝葱油味 一顿操作完 沈朝延抬头看向人设差劲的便宜老爸 想发现了新大陆 震惊全球了 他自私懒惰耍赖来爱占别人便宜的爹 竟然把自己的二合面窝窝头 分了一半给老根爷爷 他便宜爹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除了对自己这个女儿大方之外 连亲儿子都坑的人 扭头小声地问弟弟 嗯嗯 爸给老根叔送吃的 我看到好多次了 弟弟边小口啃手里的鸡蛋 边点头 坐在姐弟俩旁边的沈朝前 听到后解释了一句 小妹 要说你还得感谢老根叔呢 三婶生你的时候早产 还是老根叔大半夜赶牛车 把三婶送去公社诊所 后来又从公社诊所送现医院 你才顺利生下来 乃说的 好吧 所以老爸是因为感谢老根叔 大半夜送娘去医院 才这么大方的 沈朝延点头表示明白了 哎 又想起了原主干的一些糟心事了 对自己的救命恩爷 救下的启毒蛇 吃过饭 趁着出来的人都在 队长把沈朝延说的消息一说 征求了一下村里人的意见 要不要等 他倒是没说 消息是侄女告诉自己的 就含糊 说了句听人说的 就怕消息假的村里人埋怨侄女 沈朝延当然理解村长叔的意思 没多说什么 安安静静当个背景板 要是原主的性子 怕是把别人好心当驴肝肺 还要跳出来 怪别人抢自己的功劳 队长沈建海看了一眼安安静静的侄女 悬着心落了下来 侄女没闹腾就好 要不他真是会对这侄女失望了 听到有粮食出售的消息 跟来的村里人都激动了 管他价格真假呢 反正卖水果卖了五六百块 能买不少粮食了 刚还发愁 供销社就给了两袋子不到两百斤的粮食 回去分不了多少呢 离地里庄稼收获 还有两三个月呢 家里都快没吃的了 要不是能找点野菜 他们一天一顿饭都混不上 毫无意外的都举手表态通过了 接下来就坐等消息吧 队长还安排俩人去那巷子附近守着 免得知道消息太晚了 牛车这边不能离人 粮食在车上呢 其他人就守在牛车旁等着 沈朝延不想坐在牛车上熬时间 干脆拉了大哥去供销社里面逛逛 五六十年代的超市 值得一看顺便偷拍几张照留作纪念 这次说什么 沈建军都不让闺女离开自己的视线了 谁知道这丫头什么时候认路 什么时候又不记得路了 爸呀 就你闺女我这长相 放大街上人贩子都不带看一眼的 你担心啥啊 你看看我这张脸 丢了你随便问几个路人 就知道我丢哪去了 白送都没人要 也就你把我当得饱了 胡说 我闺女一点都不丑 你就说因为早产身体不好 才显得难看点 等爸挣钱了 多给你买点好吃的补补 展开了就好了 乖呀 爸就跟着 你想去哪逛去哪逛 沈建军说 啥都要跟着闺女 想想闺女丢了 他就恨不得出门 给闺女拴根绳子 哎 行吧 您不放心就跟着吧 沈朝言摇摇头无奈道 这便宜爹对女儿太好了点 他都不忍心拒绝了 他还是比较理解这种心理的 真正疼爱你的人 就算你是所有人眼里的垃圾 他也会把你捧在手心里当宝 还觉得所有人 都想偷自己的宝贝 心里没你的人 就算你把心挖出来送给人家 人家都觉得心 人哪 真是个奇怪的生物 尤其是感情这东西太复杂 有时候 他脆弱到一句话都能伤得彻底 有时候 他顽强到 让生命到尽头的人 重新迸发生机 后世都研究出访真机器人了 却永远无法让机器人真的像人 没人能让机器模拟出 人类复杂的感情 又扯远了 他最近对这个时空的人 牵绊越来越多了 他都尽量表现得 冷淡无所谓的样子了 还是没能逃过沈家人 轮番上阵的温暖和偏爱 无赖夺懒占便宜的老爸也好 能满村子 骂人的奶奶也好 他的爷爷以及其他的家人 沈朝延都能感受到 他们有意无意的偏爱 就连嘴碎的二伯母 都没在外人面前 说过一句侄女不好的话 即使圆主之前人 嫌狗憎的样子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的偏爱 反正现在沈朝延 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 被全家团宠着的感觉 有谁会不喜欢自己成为 那个偏爱和例外呢 他沈朝延承认 他也无法免俗 即便因为圆主的原因 他还是甘之如頤 第34章 一脸问号 第34章 一脸问号沈朝延 带着老爸小弟和大哥四处闲逛 通过精神力探查 终于在脑子里 把整个县城的布局摸清楚了 即使现在有人问县城里 随便移出地址 沈朝延都能立刻告诉他 具体怎么走 看时间差不多到了 沈朝延之后 再次借口去厕所了 因为其他借口 身后都会跟着人 再次变成了 袁先生从厕所出来 看到老爸几人 正离厕所 不远不近的地方 往厕所门口看 生怕他再次溜走了 沈朝延叹了口气 哎 甜蜜的负担 想着自己以后 要是去婆家了 便宜爹会不会哇哇大哭 算了 他现在是自己亲爹 自己还是快去快回 别让他操心了 索性选的位置 比较靠近东郊废弃厂房 直接超近到赶过去 来回十分钟左右足够了 沈朝延到厂房附近 精神力扫描一圈 果然没人 貌似更远的地方 还被清场了 做得不错 进入废弃工厂区 沈朝延动用木系异能 操控植物根系 从工厂内到后面 靠近山地的范围 直接打通了一条长一千米 两人宽度的地下通道 通道口稍微用草木盖了一下 故意让人发现洞口的位置 伪造成粮食 从地下运过来的样子 至于怎么弄出 这么个通道出来 让想探查 自己秘密的人自己想去吧 看看时间还有两分钟 马上两点 沈朝延手一挥 拿出几十万斤粮食出来 当黑三爷带着小弟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沈朝延鞋 靠在粮食袋子上 一只脚向后蹬着粮食袋子 双手插在裤兜里 四十五度看着远处的天空 黑三爷及身后的小弟 看到这一幕 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放轻呼吸 顺着原爷视线的方向 同样四十五度脚抬头看天 沈朝延回过神才发现 这些人集体被带歪了的样子 怎突然觉得 自己有演戏的天分呢 瞧瞧自己 把一个精尊玉贵 有些忧郁又脾气的少年 演得多像 黑老三心里感慨万分 两次见原爷 两次的气质都完全不同 不愧是大佬 连脾性都让人捉摸不透 来了 验货吧 我赶时间 沈朝延看自己不开口 这群人都快战成雕塑的样子 赶紧发话 他还得赶回去忽悠老爹呢 可没时间号 原爷 黑三爷带着小弟们 公邀抱拳 表示敬意 沈朝延看着一群人的样子 懒懒地抬抬下巴回应 嗯 去吧 别耽误事 黑三爷手下小弟得了话 立马激动地查看起来 好多粮食 这辈子都没接触过这么多粮食 这下家里人不愁没粮食吃了 听说了定的价格 简直不要太便宜 自家也能天天吃上大米白面了 黑三爷没等手下查看完 就把带来的一部分钱递了上去 原爷 我们现在只能凑出来两万块 您看等卖完粮食 再给您结算剩下的行吗 可以 剩下的交给你了 现在就可以往外面放粮食了 沈朝延接过钱看都没看一眼 家在割肢窝就离开了 实际上 在黑三爷拿出钱的时候 沈朝延就精神力探查过了 还多了两百块 但是在黑三爷看来 自己凑了所有能凑的钱 人家压根都没放心上 连看一眼都懒得看 是对自己的信任 也是人家有足够强大的底气 黑三爷决定 日后对待这位 要恭敬再恭敬 绝对当祖宗共争 原爷您慢走 对了 原爷 下批货什么时候来 看你办事能力 办得好 下批货很快到 办得不好 你懂得 沈朝延再次脚步不停 随意摆了摆手回到 原爷 您请等着看吧 我指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黑三爷看着沈朝延走远了 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沈朝延则拐了几个弯 避开了黑三爷一批人的视线 加快了脚步 看着厕所附近来回走动的老爸 沈朝延捏捏眉眉心 这老爸 怕不是被原主下出心理问题了吧 要不怎么可能会是 现在这种焦虑不安的状态 肯定不是自己下的 自己传来之后 都很靠谱 如果老爸身边 再次进了厕所 趁厕所没人 沈朝延闪进空间 快速完成了换装 沈建军看了一眼 路过自己身边的人 又扭过头看了好几眼 哎哟 这娃子长得真俊呢 闺女肯定喜欢 还好还好 闺女没出来 这人一看 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沈建军这会儿 拍着胸脯暗暗庆幸 还好没被闺女看到 要不非要嫁给人家 他这当爹的 咋整呦 这臭丫头从小到大 都没让他老子 我省心过 这糟心玩意 不会掉毛坑了吧 那么久还不出来 爸爸 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我们要不要进去找找 姐姐是不是掉毛坑里了 呸呸 你这臭小子 才掉毛坑里了 胡说啥呢 当你姐姐跟你是的 沈朝阳蹲在地上 双手拖着下巴 别别嘴巴 我也没掉过毛坑 毛蛋就掉过 可臭了 哎哟 闺女啊 你可出来了 是不是闹肚子了 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 沈建军刚想教训儿子两句 抬眼看见闺女过来了 立马把儿子忘到后脑勺了 屁颠屁颠地上 前关心女儿去了 您老就别操这么多心了 当心哪天头脱了 沈朝阳无奈地叹口气 真担心老父亲 哪天因为自己愁得早早脱头了 你稍微听话一点 你把我满头头发就能保住 这都出来好一会儿了 咱们快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粮食卖 正好过两条街就到东向了 顺便看看去 沈建军说完 又一把把儿子四脚朝地地拎了起来 看了小弟连挣扎都懒得挣扎的样子 沈朝阳好心提醒了老爸一句 爸 你这样拎着容易勒着小弟的脖子 再说 万一衣服不结实 那小弟还不要被摔个狗啃泥啊 哦 那行吧 沈建军回应了闺女一句 扭头把儿子塞给身后跟着的侄子了 大侄子啊 你小弟就交给你看着了呀 哎 三叔 你放心吧 我抱着丢不了 沈朝前被突然砸得一猛 回过神来笑笑 沈朝阳嘴角抽了抽 他怀疑自己便宜爹 这偷懒耍滑的毛病 就是家里人惯出来的 突然从各个巷子里 呼啦呼跑过去几个人 边跑边抱怨 快走 快走 我他妈厕所上了一半 提着裤子跑出来了 老子眼看牌就糊了 消息一来 都他妈撒腿就跑 太不讲武德了 都闪开 闪开 别挡路 我擦 谁他妈把鞋护到爷脸上了 一年没洗脚了吧 哦 前面那小子 你给爷站住 大爷 对不住了 那只鞋送你了 我赶时间 沈建军领着家里几个孩子 看着疯狂跑走 恨不得爹妈多给生一条腿的人 一脸问号 第三十五章 他来了 第三十五章 他来了 沈建军走上前去 一把抓住一个 比自己弱的半大小子问道 小子 你站住 我问你点事 大叔 你快放开我 拽我干啥玩意 晚了粮食都被卖完了 被抓住的小子气得不行 实际挣扎着要走 买卖粮食 你们都跑去 是要买粮食 沈建军死死地抓着倒霉小子不让走 你不知道吗 东向放了一大批粮食 比供销社还便宜 每天俩小时 晚了就没了 哎呀 叔 你快放开我 我家里人都快饿死了 倒霉小子急得快哭了 沈建军得到了答案 这边手一松 半大小子一溜烟跑了 可嗨嗨 这小子绝必是故意的 马得 跑走 还带了老子一脸灰 可嗨嗨 快 闺女啊 消息肯定是真的 咱快去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沈建军边咳嗽 边带头跟着人群追上去 沈朝言眉头向上一挑 果然猫有猫到 数有数到 这黑三爷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吧 自己才回来不到十分钟 消息就满线成飞了 不过不是听说黑市买卖被查得很严吗 这么高调卖粮食不怕被抓 沈朝言想了一瞬 摇摇头不再担心了 没了黑三爷 不是还有黑一爷 黑二爷吗 这年头有粮食 还怕没倒爷接手吗 至于单不担心粮食被没收 沈朝言表示 没收就没收呗 当给国府做贡献了 空间还有几千万斤老库存呢 丢个万把斤的 一点不行疼 跟着人群拐过几条街 发现一条隐蔽的巷子里 安安静静排了击队人 队伍扯得老远了 还真是大场面啊 跟前是全民排队 接种丧失病毒免疫苗似的 沈朝言跟老爸几人 排在队伍末尾 精神例外放茶看了一下 果然这群人之所以如此安静 因为有人在维持秩序 闹事的都被取消了 今天的购买资格 闺女啊 我刚才打听清楚了 价格是真便宜啊 不要粮食票 红薯六毛 米面一块三 米糠面糠 才一分钱一斤 哎呀 这粮食真便宜啊 跟白捡的似的 不过 听说要拿身份证明才能买 代家人 买的得拿户口本 每样粮食 每人每天不能买超过三斤 我看这人越来越多了 再闹下去 怕上面要来抓人了 你们在这排队别乱跑 我去看看 你对掌叔他们在哪 早买完早安全 沈建军说完情况 赶紧去找村里人 这么多人排队到啥时候去 倒卖粮食的人也太心大了 咋不怕被抓呢 平时想私下买卖点东西 谁不遮遮掩掩的 哎 也不知道卖粮食的人背景太硬 还是心大 沈建军带着满满的忧心 顺着人群找村里人去了 此时 某处隐蔽基地 一个秘密办公室里 顾深同志 我们接到线报 线黑市 莫名其妙出现大批粮食 这次任务要求是 想办法找到提供粮食背后的人 调查清楚供货人的身份 当然 最重要的目的是 想办法接触上提供粮食的人 争取能让他同意 直接给国府交易 顾深一听 任务地点 是线 不自觉抬了一下眼皮 又回过沈问道 只是调查提供粮食人的身份 能审讯抓捕吗 黑市要端掉吗 不用 这次线黑市放粮价格极低 能缓解不少当地缺粮食的情况 当地官府不作声 就不必干涉 这次任务 主要是联系上提供粮食的人 争取买到一批粮食 其他的都是其次 什么时候出发 最好是现在 我们刚收到消息不久 去得快 说不定提供粮食的人还没走 嗯 我立刻出发 顾深同志 这次任务很重要 我们很多前线同志 都等着粮食救济 希望你能明白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顾深郑重地进了一个李保证道 顾深同志 你还有什么事吗 政委 我的结婚暴批了吗 顾深问道 哦 身份背景调查是通过了 还要派人去当地走访 你身份特殊 结婚对象需要慎重调查 那我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 领导帮忙 给安排好火车票吧 放心 打好招呼了 你带人可以随时出发了 沈朝延此时正在看热闹 丝毫不知道 他要找的人 马上就要来了 闺女啊 快 咱们不用隔着排队了 你队长叔在前面排着 卖粮食的人说了 拿着大队里的证明 可以按村里人口代买粮食了 好在你队长叔出门带了印章 不过人说了 队里买完 村民们今天就不能再买了 想买得等明天 沈建军开心地跑过来 招呼着家里几个孩子 赶紧去前面 沈朝延听着 觉得这黑三爷办事还挺靠谱 这样就规避了集体名义买完 自己又去买 让真正缺粮食的买不上的风险了 看着这粮食卖出去的速度 沈朝延估计两三天 他就得再来一趟县城 米糠面糠卖得最快 买的都是些面黄肌瘦 衣不蔽体的人 其次是红薯 沈朝延有些无奈 空间里粗粮最少 总量不过一百多万斤 里面其实是最多的 看来回去得再种多种粗粮了 真正需要粮食的 还是一些穷苦的人 或许可以把没脱敲的倒骨和麦子 直接打成碎颗粒 当成杂粮麦 就跟红薯一个价格 想到这里 沈朝延拍了一下脑袋 我真是个小聪明 至于为什么不把大米和面粉 直接和粗粮一个价格卖了 沈朝延表示 他不想好心到最后 还被人说成是傻子冤大头 沈家村的人快过来 咱们村里的粮食在这里 都来帮忙搬运 别忘了看好牛车上的粮食 大队长一声吆喝 打断了沈朝延发散的思绪 赶紧带着小弟到牛车边守着 排队的人满脸羡慕 人家大队的人正好赶上 还带了公章 不用挨个排队购买了 队伍后面的人则看着 一包一包往牛车上 搬粮食的沈家村人 满心担忧 怕粮食卖光了 大队长看着满车的粮食 脸上都笑开了花 装完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多护着点粮车周围 虽然总有治安队的人 在附近巡逻 也不排除有恶风的人 一窝风上来抢啊 丢一袋子都要心疼死 想到这里 队长赶紧招呼着村里人 快走 别在这拉仇恨了 满满一车粮食 谁见了不眼馋呢 好在跟来的汉子多 安全不少 沈朝延跟着村里的队伍 走在牛车边上 开心的回村 顾身此时正坐在火车上 看着沈家村的方向沉思 第36章 你倒是问我呀 第36章 你倒是问我呀 沈朝延看着 渐渐黑下来的天空 以及坐在路边 歇脚的村里人 深感这个时代人的艰辛 不像前世 出门有代步工具 农村家家户户 至少两辆出行工具 城里有钱的出门 都是悬浮飞行器 嗨 即使前世科技这么发达了 还是没丧尸进化出来的 异能厉害 要不也不会漠视十年了 也没把丧尸消灭掉 这个时代 也有这个时代的好处 没什么厉害的传播病毒 空气也没被严重污染过 日子过得苦了点 但是人们却很容易开心 不像后世 物资虽然丰富了 人们却好像很难开心起来 沈朝言晃晃脑袋 最近不知怎么了 好像心情起伏越来越大 难道是孕妇反应 也没了解过孕妇相关的知识 才几天就有影响吗 回去还得看看孕妇相关的资料 闺女啊 别傻站着了 快坐地上歇歇脚 早知道不让你跟来了 这走回去 你脚该疼了 沈建军满脸心疼 本想着来回有牛车坐的 谁知道装满了粮食 牛都快累趴下了 也没法拉人了 爸 我不累 你看我不是精神着吗 咦 还真是的 连汗都没出 嘿嘿 爸没想到你看着弱不经风的 体力还怪好 沈朝言看了一眼 村里人都满头大汗 坐地上用衣袖使进山风 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表现得有点不合群 也不怪他粗心 一能改造过的身体体质太好了 一般的极寒极热天气 对他来说 完全跟平时没什么区别 虽然来点凉风会舒服很多 但是热点也感触不大 除非45度以上的气温 才会让他热得出汗 等牛吃饱了 咱们就出发呀 不能歇太久 天太黑了 山路可不好走 都抓紧时间歇着吧 队长看还有不少人站着 提醒了一句 沈朝言也不想招人眼 单脆顺势蹲下些坏 地上全是土 他不想直接坐地上 这边还在想着回去晚饭吃什么 却不知道 他那跑路的丈夫已经到县城了 老大 调查清楚了 东向黑市头子黑三爷就在这里 猴子指着一户人家的大门 对顾身说 屋里总共多少人 顾身小声问道 总共三个人 院子里俩 屋里一个是黑三爷 猴子补充道 院子里两个交给你和三柱解决 我和狸猫去找屋里那个 顾身安排好人 打了一个手势 几人翘无声息地进了院子 看守院子的两个黑市小弟 还没任何察觉 就昏过去了 顾身和狸猫进屋里 把人胖揍了一顿之后 才点起了屋里的蜡烛 顾身坐在之前沈朝言坐过的椅子上 淡淡地吐了一个字 说 黑三爷被打猛了 等回过神发现屋子里多了俩不认识的人 不是 二位是哪条道上的 我黑三爷可以得罪过你们 黑三爷坐地上捂着被打肿的脸问道 看来不愿意说 继续打 顾身看着地上的黑三爷 冰冷地说了一句 冲战着的狸猫示意 不是 等 等会儿 大哥 别打 你们想知道什么 你到处问我啊 黑三爷看着在自己旁边的男人 又挥起拳头 感觉双手护住脑袋 憋屈地喊道 真是的 哪来的两位煞神那这是 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就好了 干嘛二话不说 先打自己一顿 还是打一顿吧 顾身淡淡地看了黑三爷一眼 又吐出冰冷的几个字 黑三爷眼看全都挥过来了 猛地意识到 这俩人为什么找自己了 坐在椅子上那位的气质 可不就跟原爷是一位人吗 别 你们是想找原爷吧 黑三爷捂着脑袋大喊 说吧 他在哪 顾身又是淡淡地说了几个字 他们已经打探到 提供粮食的是一个姓缘的年轻人 只是其他的就丝毫查不出了 那人像是凭空出现的 我不知道啊 黑三爷话音刚落 狸猫的拳头就招呼上去了 哎呀 别打了 我真不知 就是打死 我也不知道原爷在哪啊 我擦 你还打 我真不清楚啊 你们这些大人物之间有什么矛盾 你去找他本人吗 我就一个倒藤货的 顾身听了黑三爷的话 眼神微动一下 倒是没解释 自己和那个原爷并不认识 看黑三爷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对狸猫挥挥手 事已可以停下了 说说 你们是怎么接触上的 下批货什么时候交易 我不 那个 你们先别打 听我说完 黑三爷刚想说不知道 又想起这俩人不按常理来 赶紧换个说法 顾身单单点了一下头 抬起下巴 事已继续说 不是我找的原爷 是他自己找上我的 要出给我一批粮食 给我限定了价格范围和限购条件 让我低价卖出去 原爷走时候 没说什么时候交易 就说 看我办事的好坏 到时候再联系我 黑三说完 防备的看了狸猫一眼 往一边挪了挪 他叫什么名字 什么身份知道吗 顾身又问了一句 什么 不是吧 你们 你们看起来像是一类人 你不认识原爷啊 黑三爷话音一落 就挨了狸猫一脚 你怎么又打我 我不都化了行了吧 我不 那什么 你先别打呀 我对原爷真是一无所知 我以为他是那种最厉害的导演 他就说了句 自己姓缘 一副不缺钱的样子 气质倒是跟你差不多 我以为你们认识的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单方面联系我的 黑三爷缩了一下脖子 硬着头皮说道 你们这种人 不调查清楚 会跟别人交易 顾身继续问道 我又不瞎 不是 你别打 嘿嘿 我的意思是 那人看着就不好惹 我就一个小人物 招惹不起啊 再说了 他卖给我粮食 价格还那么低 也就要求多了点 摆明了 给县里快饿死的人一条活路 我犯不着得罪他 我有钱挣 还能卖全城人一个好 他就是我的财神爷 我哪敢调查他 我包大腿还来不及呢 黑三爷没好气的说道 哼 他才不会说自己 被原爷那一手功夫吓到了 今天就到这吧 别告诉其他人 我们来问过话 顾身留了一句话 带着人离开了 完全没看黑三爷在背后 狠狠地瞪着他 老大 他好像还有所隐瞒 狸猫在他们离开院子之后 小声说了一句 第37章 他会来的 第37章 他会来的顾身点点头回应 嗓子发出一个字节 嗯 那咱们就这么放过他了 狸猫感觉 这不像老大的风格 猴子上前勾着狸猫的肩膀 放心吧 没得到答案之前 老大肯定还要行动 去房顶 顾身指了指 刚才离开的院子说道 几人听了顾身的话 相互露出一副 果然是老大行事风格的笑容 院子里顾身几人刚离开 黑三爷立马跑卧室 拿出武器别在腰上 又跑到院子里 踹醒了昏迷的小弟们 三爷 怎么了这是 三爷 对不起 我们不小心睡着了 几个看门的小弟 慌里慌张地解释 屁的睡着了 你们被人弄晕了都不知道 怎么守的院子 黑三爷喝了一口 茶压下火气 三爷 您的脸 黑三爷听到小弟们的话 刚压下去的火气 立马窜了上来 一脚踹向刚才开头的小弟 特么的 你们还好意思问 要不是你们没守好门 老子能受伤 三爷 谁伤了你 兄弟们给你报仇去 去去去 报什么仇 老子都不知道 那些人是谁 你们几个 赶紧去通知那天 见过原爷的人 以后在各个巷子口守着 见到原爷就告诉他 他被人盯上了 先暂缓交易 黑三爷捂着脸 挥着手 安排小弟们报信 打晕我们的人 是来找原爷的 三爷 您不会把原爷的事 告诉那人了吧 你们当老子傻呢 老子会得罪自己的财神爷吗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打死老子也不会吐口 都把心放肚子里 原爷仗义 低价卖粮食 帮咱全县吃不上饭的人 老子虽然是岛爷 也不是恩将仇报的人 你们把县城各处守好 别让原爷被人找到了就行 黑三爷喝了一口水 润润喉咙 三爷 原爷没告诉你 怎么联系他吗 老子要是知道怎么联系上 就不会这么着急上火了 今天那些人找不到原爷 肯定不会走的 原爷还一部分货款没收呢 要是找来这里不是被赌个正着 行了 你们可赶紧的吧 原爷要是被搞了 咱们以后的财路可就没了 好不容易才接触到金大腿 你们可别掉链子 黑三爷没好气的 看着几个小弟交代道 挥挥手让人赶紧去安排 哎 等会儿 你们回来 去 把那把椅子搬出去 劈了当柴火烧 黑三爷越看着椅子越不顺眼 两次坐在上面的人 自己都招惹不起 几个小弟一脸猛逼的 又转身回来 抬着椅子又出去 哎 站住 等等 搬仓库去 放好了 锁起来 黑三爷看着被搬出去的椅子 又觉得好像还不能烧 这玩意虽然招来的都是大人物 但是也带财啊 原爷这个最大的财神爷都坐过了 那椅子不就不一般了吗 此时的黑三爷没想到 自己老的时候 竟然坐在这把椅子上 看着自己的万贯家财 给自己孙子们讲原爷的故事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 顾身几人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悄无声息的从房顶离开 离开了那条巷子之后 猴子纳闷的问道 老大 你说那把椅子 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 那什么黑三爷 怎么一会儿要劈了 一会儿要藏起来 顾身淡淡看了猴子一眼 想知道 你回去问问 老大 那椅子真没什么问题吗 李猫拍拍猴子的肩膀 那椅子被老大坐过 三柱听的蒙圈 老大坐了一下 他就要烧了 擦 他这是嫌弃老大 把椅子做脏了 猴子怒气不争的 拍了三柱的脑门一巴掌 傻柱 你他妈是真傻了吧 老大那么干净的一个人 不是 我是你这脑袋咋想的 那什么黑三爷的 明明是被老大吓着了 拿椅子撒气 后来又觉得舍不得 干脆藏起来了 三柱黑黑笑着也不恼 俺不是没想到 他一个黑市头子 会那么怂吗 咋就被老大吓成那样了 你厉害 你不怕老大 你赶回基地说不 猴子看了一眼顾身 拍着三柱的肩膀说 俺没说不怕老大 你别胡说啊 那就是说那黑三胆小 三柱挠挠头 悄悄偷看了顾身一眼 礼貌无语地看看说 悄悄话的俩人 心想 这俩货怕不是忘了 被老大咋虐了吧 敢当老大面编排起来了 对了 老大 咱们今晚不用再守着了吗 三柱突然问了一句 陈队已经安排人 暗中盯着黑三爷的人了 一旦袁先生露面 我们就能得到消息 今天先休息 顾身抬头看看天色 回应了一句 老大 你说这袁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 他卖粮食 不像是为了赚钱 价格那么低 就算是从国外运来的 这么低也亏钱 猴子想猜测一下 袁先生的身份 俺猜这个袁先生 应该是从国外回来的 祖籍肯定在线 估计听说了国内的一些情况 特意运了一批粮食 过来救急的 俺不操心他的身份 俺就想知道 他手里到底有多少粮食 要是能买点运前线去就好了 柱子粗壮嗓子说了一句 柱子猜得很有可能 国内应该搞不到 这么大批的粮食 最可能是海运过来的 否则不可能 这么悄无声息的运到线 李猫点头认可 移民到国外的种花国人 很有可能 也不排除是国内爱国人士 我感觉对方 更像是国内的人 顾深也说了一句 他内心总有种直觉 这个袁先生的能力 怕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老大 现在除了南方粮食多一点 但也没有 多到可以大批供应的地步 从南方运到北方 这么大批粮食过来 怕是不可能 各处检查还是挺严格的 不会完全没蛛丝马迹 猴子觉得 人不可能是国内的 非是存放粮食的仓库 调查的怎么样了 顾深突然问道 老大 我和李猫去查看过 周围没有大型车辆进出的痕迹 废旧厂区里有一个地下通道 直通后山 粮食应该是从地下运到仓库的 猴子答道 顾深 粮食还有多少 李猫 老大 估计还有十万斤左右 按黑老三这边每日放粮食的速度 下批粮食 肯定就名后天道 猴子 老大 你说这袁先生 还会露面吗 顾深 会 李猫好奇顾深这么肯定的原因 老大为什么这么肯定 第38章 必须要去一趟了 第38章 必须要去一趟了 顾深淡淡的回了俩字 直觉 李猫无奈的服额 老大怎么突然那么不靠谱了 虽然老大的直觉 每次都很准 可是以前推测事情 那也是由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结果 这次可没丝毫依据 连对方什么身份都没调查出来 猴子笑道 老大 别人都说 女人的第六感很准 可是从来没听说 男人的直觉也很准 擦 老大 你怎么每次都能踢中我 我都提前躲开了 猴子捂着屁股直跳脚 哎 李猫和三柱摇摇头 每次都嘴见 老大 陈队说 食堂有夜宵 咱们去吃点 再去招待所吧 三柱捂着咕咕叫的肚子说道 嗯 去尝尝这位原先生卖的粮食 顾身带头往前走 沈朝延这边 则是坐在饭桌上 不断打喷嚏 乖孙女啊 你不是夜里走山路受凉了吧 哎 早知道今天回来那么晚 就不让你跟着去了 李婆子忧心的说道 沈朝延柔柔鼻子纳闷 自己现在这体质 不可能感冒的 来 我这可能是路上被灰尘腔到了 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你老快去睡觉吧 我等你爹 和你夜分完粮食回来再睡 没想到 黑市既然不黑了 还大张旗鼓低价卖粮食 真是天降红雨 太阳打西便出来了 孙女 你说他们明天还是价钱卖不 应该会卖一段时间 一家几斤量 也够就个急 明天让你爸自己都去 你别跟去了 天那么热 回来也坐不上牛车 怪累的 李婆子给孙女 扇着扇子说 嗯 来 我明天不去了 来 我不热 你自己扇吧 你看我一点汗都没出 哎 还真是啊 那你赶紧吃完洗个澡谢谢去 锅里有热水 哎呦 看你弟弟这懒小子 抱着饭碗睡着了 哈哈 还真是给你小时候一样护士 李婆子说着 才发现小孙子 竟然趴晚上睡着了 可不是吗 平时这点早就睡了 这会儿有八九点了吧 来 我抱小弟回去睡了 你和妹妹也早点休息 沈朝前几口吃完碗里的饭 抱起小弟说道 行 去睡吧 都跑一天了 我在等会儿 不看的粮食 心里跟猫抓了似的 李婆子挥挥扑扇 来 我也去洗澡了 那你自个做院子里凉块话啊 沈朝延也没收拾碗筷 自己一动 奶奶一准得 和自己抢 哎 懒得为这点是磨叽了 勤快孝心 也不在这点小事上 等沈朝延洗漱好回到房间 已经差不多十点了 立马房间门一锁 闪身进了空间 看着空间里的粗粮 只有一百万斤左右 干脆都种上粗粮算了 靠空间吸水 和自己的异能辅助 估计一个月就能收获一茬 好在粮种超高产 要不自己怕是累死 也种不出来多少 播种机器也不用了 直接用精神异能大范围撒种子吧 顺便练习一下精神系 异能操控能力 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多才休息 像刚穿越来 那天晚上一夜 搞得浑身酸痛 阿呸 怎么又想起那碗糟心的事了 话说 自己得尽快找到 崽子们的爹才行啊 孕妇熬夜 好像对肚子里崽崽不好 想到这里 拍了一下脑门 赶紧睡觉 啥也不想了 谁也没自己的幼崽重要 一夜无梦 沈朝延在空间里睡得香甜 却不知道 县城里有多少人 正因为自己失眠 第二天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沈朝延精神饱满的 伸了的懒腰 一开房门 家里又是只剩自己和小弟了 扔了手里的泥巴 小手藏到背后面 跟姐姐说话 嗯 知道了 小弟 你今天怎么没出去玩 等姐姐起床 哪让我跟着姐姐 行吧 继续玩你的泥巴去吧 别弄身上了昂 沈朝延看看弟弟的小动作 摇头笑笑 得 还是赶紧吃个早饭 进空间继续种地吧 昨天才种了一半 百万亩的面积 真是难为他了 要不是有利能可以用 他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自己干嘛想不开 去插手历史啊 肯定智商被丧尸偷吃了 一天又没事可做 闲出毛病来了 嘶 好像忘记换些票证了 他就说回来的路上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原来把票给忘了 过两天 据送第二批粮食的时候 找黑三爷换点回来 此时沈朝延还不知道 有人因为一批水果 正在找来的路上 顾身几人 正在公安局小食堂 吃了陈队送来的饭后水果 刚吃了两口 顾身脸色一变 停下动作 抬头看狸猫几人 老大 怎么了 水果有什么问题吗 猴子最先注意到顾身的动作 狸猫此时也停下了动作 看了顾身一眼 老大 你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了 猴子看看手里的水蜜桃 又看看顾身和狸猫问 猴子不舍得 看着手里的水果 扎扎嘴 不会是水果有毒吧 三柱挠挠头 看着三人说了句 是不是吃完水果 身体一股暖流 尤其是受伤的地方 感触最大 看来 你们也感觉到了 那就是这些果子的原因 顾身说道 什么感觉 老大 你们说的话 怎么听不懂啊 我除了觉得水果怪甜 怪水灵 别的没什么感觉啊 一向负责打探消息 比较警醒的猴子 这次竟然没觉察到丝毫意 我们三个身上都有旧伤 三柱更是心伤未愈 老大 这些水果好像不一般呢 对身体很有好处 尤其是受过重伤的人 狸猫突然意识到 问题的重要性 嗯 得去找陈队问问水果的来源 走吧 这事情重要性 不亚于找到原先生 顾身眼神深邃起来 看来这县城 好像藏了不少秘密 老大 你们是说 这水果对受伤的人有用处 这不会真是王母的盘桃吧 猴子一脸难以置信 可是他没受伤 感受不到 那股不一样的暖流 一番探查 弄清楚了水果的来源 本想截留一些水果送回基地的 没想到早就分完了 顾身决定 送几个水果和土壤样本回去 让基地找人化验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能找到 有意于伤口愈合的那种东西 他们前线许多战士 或许就不会因为缺少药材 而失去性命了 看来 沈家村 糟了 第39章遭了故身 一行人发现了 异能催生的水果 有些异常 正打算这两天解决好原先生的事 就来调查 沈朝延到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催生出来的水果 竟然会让重伤的人 有那么明显的感觉 他这会儿 正在空间催生一些红薯芽 土豆芽 准备下午种上 看着这些发芽后 牵插的粮食 他有些头疼 这一堆红薯土豆要切完 他感觉自己精神异能 非透支不可 真坑 就不能像 那些个麦子骨子似的 直接洒下去吗 那么的 自己脑子瓦特了吧 竟然忘记 可以直接用木系异能催动 多让红薯土豆发几根疼 多长些根不就好了 还切什么片啊 真是的 思维局限了 一运傻三年 还真是 沈朝延摸摸肚子 第一次对肚子里的仔仔们 产生了嫌弃的感觉 太影响老娘的智商了 赶紧给仔仔们找爹 赶紧卸了肚子里的货 他不想成为傻白甜 呸 是傻黑丑 想想他现在的颜值 就为肚子里的仔仔们担忧起来 可千万别随娘啊 随你们爹去 要不以后太折磨眼睛 太 他这无处安放的颜值 狗神没敢 现在都不敢多照镜子 处理完红薯土豆 沈朝延赶紧出空间了 在空间待了三个小时了 也不知道 小弟还再不在院子里 姐姐 你睡醒了 我没出去哦 果然 这熊孩子越来越黏着他了 谁让他时不时 就把曾经肠挨厄的弟弟 喂的饱饱的呢 哪个小孩子不喜欢吃好吃的 嗯 真乖 没吃完的东西 拿来姐姐 给你收着 下午饿了再吃 走吧 去地里给家里人送水去 沈朝延还没好好看过 这时代人集体劳动的场面呢 之前只是大概扫了一眼 一手拎着小弟 一手拎着梁白开往地里去 却不想刚到干活的地方 就被一个大婶拦住了 哎 延延哪 给家里人送水啊 几天没见好看了不少 大婶差点没认出来你 婶子好 沈朝延想起 远主记忆里这人是谁了 拎着小弟打了声招呼 沈子真是谢谢你们家了 要不是你把把果树林的事告诉村里 我们家也分不到钱 更别提还给 买了粮食了 林沈说着 说着哭起来 拿衣袖擦擦眼泪 又继续 你也知道 沈子家公婆早没了 可怜娃她爸前几年也去了 沈子一个人带着娃 呜呜呜呜 要不是村里人救济 昨天又分了钱 分了粮食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沈子真是命苦啊 可怜我那早死的公婆 一天福都想过 可怜我那男人干活累死了 乖孙女啊 你来送水了 快来 奶奶都快渴死了 李婆子喊了一声 解救了沈朝延 哎 这就来了 林沈 我还要去送水 您先忙 说着 牵着小弟就走 他全想起来了 这林沈子 还真是让村里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每次见到人就诉苦 哭他那一家有多命苦 自己有多命苦 简直了 都多少年了 遇到人还是会说上一遍 沈朝延刚听还挺同情他来着 这会儿恨不了躲得远远的 有些事情发生了 要学着去面对 一直沉浸在痛苦里 只会折磨自己 林沈这是还要用自己的精力折磨别人 也许 林沈并没有别的心思 只是想找人诉诉苦 可是这么多年了 逢人就要说一遍 真是让村里人有苦难言 沈朝延走了几步 又回过头 林沈 没有任何人 能对别人的喜乐 真正的感同身受 你该走出来了 我想林叔 也希望你和孩子能过得幸福 连带着他那一份人生 一起好好过下去 沈朝延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 只是觉得 他和一位作家笔下的祥林嫂很像 沉浸在痛苦里的人生并不好过 希望他能看开点 哎 你这孩子 平时不是不喜欢搭理村里人吗 今天怎么听你林沈说那么久的话 他那个人哪 算了 不说了 你以后遇到他躲远点就好了 别把你带歪了 沈朝延的老妈宋翠花 接过水壶 点点女儿的脑门 我这不是闲的吗 来 你喝点水歇会 我来帮你干 沈朝延躲过老妈的手 往奶奶身边跑 乖孙女儿 这天热 你快去树荫凉下去 好不容易仰白了点 别又给晒回去了 奶都干活干习惯了 不用你帮 你那手没干过农活 容易伤着 李婆子扯着孙女的衣袖 往树荫下面拉 大热天的 非得出来一趟干啥 也不怕热到 奶啊 我都结婚了 管他晒黑不晒黑呢 您不是都说了吗 我都没干过活 这都结婚了 还不下地干活 村里人不得说情话啊 沈朝延本想改变一下懒惰的人设 结果奶奶不给机会 他真的是 谁说闲话啊 他们那时嫉妒你 乖啊 咱家不缺你个干活的 你妈干活 一个抵别人俩 算他把你那份给干了 李婆子立马说道 来 那我爸也没干多少 您这不是光偏心我们家吗 那大伯二伯家 还不有意见啊 沈朝延还想争取一下 他得挽救一下名声 他们不敢 好了 你赶紧跟你弟弟回去吧 也没多少活了 李婆子死活 不同意孙女下地 算了 不让下地 他回去做饭去了 家里伙食有点下降 正好天不点 锅还甩给跑路的男人背 沈朝延看向不远处劳作的百姓 有的对干着活 还喊着劳动口号 有的对在唱劳动最光荣 如起膀子 脖子上挂着汗金 时不时抹一把汗 低头继续劳作 沈朝延看着这庄稼的掌势 又看看天气 就知道 不会有什么收成 可村民们 还是一担子一担子的 单水交地 不愿意放弃 唉 这就是底层的百姓 明年 明年开春 给村里弄些果树 让村民们多个收入的路子 现在是六月 蘑菇木耳可以种植 回头给奶说说种植方法 让奶奶找队长商量种蘑菇去 致富之路千千万 不能总守着庄稼 何况据记载 灾情还得一两年才过去 种庄稼 也不可能有多少产出 他要带着村里的百姓 在这个特色的年代 提前致富 虽然不能私人种植 但是可以集体名义申请不适 何况摩公木耳又不占用耕地 糟了 糟了 一个村里的汉子 急匆匆地跑到干活的地方喊道 直接打断了沈朝延的思绪 第四十章 偷肉 第四十章偷肉村里干活的人 听到有人大喊 立马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抬头看向来人的方向 等他说下文 赖子 你慌里慌张地干嘛 发生啥事了你倒是说完 一个急性子的村民问道 哎呀 明天又要断粮了 县城的低价粮食 明天不卖了 说了没了 以后还有没有的卖 让等通知 赖子哭丧着脸 喘着粗气说道 啥 明天就不卖了 哎 就说嘛 这么便宜的粮食 这年头哪里找去 就知道坚持不了多久 供销社都没放出来那么多粮食 价格那么低 谁也不是傻子 可不是 早就猜着卖不久了 哪有黑市这么大张旗鼓 卖低价粮食的 上面既然没人管就很奇怪 还是赶紧干活吧 等低价粮食 还不如好好干活 地里多点产出靠谱 村民们念叨了几句 毕竟羊毛刚好两天就没了 沈朝延听了村民的话 眉头微微促起 他好像还是低估了 县城缺粮食的程度了 也是 这个时代的人口 和后世人口差别还是挺大的 自己都多预估三倍人口了 好像还是预估少了 看来 明天得早点去放粮了 放五十万斤 总能多支撑一段时间了吧 要不是帕方太多不安全 更让上面的人盯上 他都想一次拿出个几百万斤出来 这挤牙膏似的 有点烦 沈朝延这边想着 尽快去县城一趟 却不知顾身几人正在守株待兔 呃 是守城待人呢 老大 黑三那家伙 把粮食放完了 就剩不到一千斤里面了 你说那原先生知不知道 粮食卖完的消息 他会不会来 猴子一副乡下干农活汉子的打扮 他既然放任黑老三卖粮 肯定有自己获取消息的方式 等着吧 最迟明天会有消息 顾身看了一眼黑石的巷子 又低头看手里的书 一副教师的打扮 我就好奇 他那大米咋弄出来的 一粒一粒跟筛选过似的 米粒都差不多大小 没碎米不说 连点米糠灰尘都不带 亮晶晶的 放太阳底下都会反光那种 面比雪还白 咋做到的 三柱戴着破草帽 裤腿半卷着 搓了把脸说道 应该是某种先进的脱壳机器 绝对不是石墨碾的 离毛涂口烟 眼神看向远处说了一句 我现在对着原先生越来越好奇了 老大 我去方粮食的厂房后山查了 没半点痕迹留下 真不知怎么运过来的 竟然有我猴子都打探不出来的消息 我怎么有预感 这次任务要翻车呢 说什么会计划 咱们出任务 哪次没成功 三柱在猴子话音刚落 就给了对方一个脑瓜崩 水果和土壤送回基地了 顾身更在意的是 那些水果的作用 又问了一句 安排人送走了 一早去那片果树林献取的土壤 不同地方都挖了一些 有几十斤呢 三柱回到 又想起了什么 补充了一句 老大 我昨天又找人买了一些 吃了几颗感觉伤口发痒 都没之前疼得厉害了 那些水果确实不一般 尤其是伤势越重 病得越重的人 感受越明显 陈队派人去守着 那片果树林了 顾身依旧靠着墙 低头看书问 李毛点点头 用脚碾了一下烟头 守着了 昨晚跟陈队说了情况之后 就派人去了 顾身几人 对这小小的县城 是越来越好奇了 总觉得 这里还藏着什么秘密 沈朝延还不知道 自己弄出来的果树 有多招风 此时正在厨房做红烧肉 辣子鸡 铁锅炖大鹅呢 别人都在喝野菜糊糊 啃树根 他却在吃肉 简直不当人 好在沈家村虽然穷了点 但是都还没到断粮的地步 要不他们家不招极恨才怪 小弟 去喊家里人回来吃饭 姐给你留个大鸡腿 沈朝延烧着火 冲院子里的弟弟喊了一声 姐姐 我这就去 沈朝阳早就等着开饭了 姐姐做饭太香了 还有好多好多肉 换成兜里的帕子擦 完了一溜烟跑出门去 沈朝延一边烧火 一边吃着冰棍 这感觉还真是舒爽啊 他果然还是 喜欢一个人过 放松 拾多了一下锅灶里的火 确认安全之后 起身拍拍灰 回房间闪到空间里 洗澡换了身衣服 有空间金手指的日子真舒服呀 尤其是这么大一个 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嗯 什么人 沈朝延正美美的感慨 现在的小日子 突然觉察到 有人悄悄摸摸 藏在自家墙后面 精神力外放 查看一下 沈朝延嘴角勾起了一个弧度 马德 这老沈家是找了个金龟絮吧 三天两头有肉吃 馋死了老子了 三狗子 你真要进去偷肉啊 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 怕什么 我都打听清楚了 现在就剩那个耗子金在家 咱们吓吓他 保准他什么都不敢说 三狗子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他们一家子 惹不起 搞不好沈建军那货 哪天敲咱们闷棍 擦 我他妈怎么就被脊口肉给馋住了 竟然想找人这家极品 算了 咱们还是去国营饭店 买份红烧肉靠谱 嗯嗯 三狗子 我也觉得 还是自己花钱买点靠谱 沾上这家人 不死也得脱层皮 走了走了 沈朝延听完 表情有些微妙 说好偷肉呢 我穿人的动作都准备好了 你就给我看这 这画风 这情节是不是跑偏了 别人穿越重生 不是斗极品 就是在斗极品的路上 他穿越怎么 就没点发挥力量的余地呢 是自己太幸运 还是家里人太厉害 这是要逼着他躺平当咸鱼了 一直当咸鱼 也有些无聊 他想斗斗极品 本来想下下墙外那俩小偷 结果被老爸的一声 喊断去了想法 闺女啊 爸回来了 你猜爸 给你买啥回来 沈建军乐呵呵的 进了院子就喊 不 沈朝延淡淡吐了个字 嗨 你这丫头咋没半点幽默感 就不能多猜几次啊 回头做新衣服 高兴不 嗯 高兴 闺女 你要是脸上有点表情 你爸我就信了你的话了 我还遇到个人 这次你绝对猜不到是谁 沈建军看女儿这副懒懒的样子 也不生气 又好脾气的说了一句 这次沈朝延很给面子多问了一下 谁 我男人吗 第41章 不票 第41章不票 嗨嗨 闺女啊 你是不是想哭声了 沈建军真是有些秃头了 这还不如不问呢 咋能勾起闺女的伤心事呢 谁家男人大婚第二天就跑路的 没想啊 爸 你不是让我猜吗 沈朝延别别嘴 他这几天接触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猜谁去啊 他好像知道小弟 有时候化牢的毛病随谁了 可不就跟这个老爸很像吗 有些多动症 我遇到你舅舅了 看 还得包了一盒子红烧肉回来 沈建军说着 抬一抬手上的饭盒 示意闺女看 以前闺女听到红烧肉就开心 爸 舅舅家是不是很有钱呢 没啊 跟咱家差不离 那你为啥 沈朝延刚想问 老爸为什么舅舅给打包肉菜回来 就想到原主记忆里 好像是每次国营饭店做红烧肉 舅舅都会带给自己一盒 想到这些立马收住话头 那个 爸 舅舅家既然日子也不好过 那你以后可别收人家的东西了 这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吃吗 难道是吃够了 沈建军感觉 最近越来越琢磨不托闺女的想法了 怎么突然有点后悔 让闺女嫁给顾身了 这孩子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 不是 爸 咱这不是结婚之后 有顾身托人送的东西 咱家日子好过多了吗 今天中午又送了肉过来 我炖了大鹅 炒了个辣子鸡和青椒炒肉 还做了野菜炒鸡蛋 要不你去老爷几家 叫老爷来吃点 沈朝延记得 老爷家对原主还挺不错 就是外婆去世的早了些 沈朝延没见过 沈建军听着规律说的菜名 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了 肚子也紧跟着想了起来 这么多啊 那我去接你老爷过来吃点 你在家把红烧肉也热一下吧 想着老爷父家对自己还不错 水果还在那放着呢 赶紧颠着腿走了 沈朝延看着这么热的天 老爸还要的走去 觉得是时候买辆自行车了 明天问问黑三爷有没有货 再弄点各种票啥的 自己有能力 总不能还让家里日子过得苦哈哈吧 他虽然喜欢狗着 可不喜欢受孽啊 人生啊 该享受的时候 还得好好享受才行 要不就像自己前世似的 人死了 好多东西还没花用呢 这次是幸运 空间一块穿过来了 万一下子不幸运了呢 人死了 钱还没花完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吃饭的时候 沈朝延倒是见到这个会做菜的老爷了 和大多数厨子一样 身体胖胖的 爷爷啊 老爷之前还担心顾身被逼着结婚 会对你不好 现在看来白担心了 听你爷爷奶奶说 他给你送了不少好东西来 可见也是上心了 你这丫头 可不能再像小时候那么糊食了 时不时也分点吃的给你男人 要不老爷给你做点姜菜 你给他寄过去 沈朝延的老爷 真是担心外孙女的这小性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缺吃的 太忽食了 恨不得有点东西 全吃到自己肚子里去才好 沈朝延有些脸红 老爷这是看自己做了太多菜 有些剃骨身心疼吧 老爷 我想分也得知道他在哪呀 他都没给我留地址 反正东西送来了 不吃放坏了不是 沈朝延两个食指来回搅动 自己找的背锅侠 好像不那么好用啊 要不下次换个借口 延延他老爷 你就别担心了 延延忽食的毛病 结婚之后就好了 现在别提多懂事了 李婆子连忙帮着孙女正名声 这老头就是喜欢说叫几句 怪不得延延不喜欢他 该 延延他奶 我这攒了一张布票 你看哪天去供销社给扯点布 我瞅着延延衣服有些短了 胖老头从兜里摸出一张 几层不包裹着的票 递给李婆子 哎呦 是啊 这衣服咋短这么多 这丫头最近涨了头了 布票你收着给延延他表哥 结婚时候用吧 攒点也不容易 接着君子扯了点布回来 够做一身衣服了 李婆子推具了 拿着吧 一身衣服哪够穿 我家那孙子 这两年没啥心思结婚 不说他了 咱吃饭去 我都闻到肉香了 哈哈 胖老头笑笑说 沈朝言乖巧地坐一边 听俩老人唠嗑 他才知道 这年头扯点布 都有攒一两年的布票 他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 堆在自己空间落灰的各种布料 要不是材质和这个时代布料有些不同 他倒是可以拿出来 给家里一人做几身衣服了 说起来 他倒是大意了 从来没把家人的穿着放在心上 他都没注意到 这一用心打量 好吗 几个小弟大脚鸭子都露出来了 大人的鞋子 也是各种颜色不拼接的 也不怪他没上心 本来也没继承原主的感情 他自己跟这家人 算是稍微熟悉的陌生人 这两天才混了个脸熟 之前注意到家里伙食问题 还是因为自己要吃 才想到弄点好吃的 哎 毕竟是俩时空的人 隔了近千年呢 前世 谁家缺吃少穿了 真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决定了 明天去县城放一批粮食 再放一批布料出来 让空间里的布料 有何合理的来源 至于材质问题 让人自己猜吧 反正是袁先生卖的 跟他沈朝言扯不上关系 这里的布料穿着 确实有点不舒服 夏天穿太厚了 也不透气 还有点扎皮肤 毕竟这时代人 有的穿着不错了 听说还有一家人 大冬天供用一条棉裤 谁出门换谁穿 他这个后世人 有些无法想着这事 毕竟记载在书上的 只是文字 远没自己到这个时代 亲眼看到 亲自己体会的感受 那么直观 越是了解这个时代 越想为这个时代 做些什么 前世也没发现 自己这么伟大 看来真是太闲了 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想不到他沈朝言 也有一日可以体会到 那些富人 在富裕之后 做慈善的感觉了 前世总以为 他们是为了名声 现在他明白了 是拥有的越多 能力越大 就越想回馈给社会点什么 前世自己就是个 穷哈哈的搬砖族 末世之后 靠紧别人搬不走的物资 攒了丰厚的身家 还没来得及咋享受呢 就又被投放到农村了 嗨 最近总想太多 还是操心一下 明天怎么说服老爸 别跟着自己去县城了 都是原主这路 吃人设带来的麻烦 第四十二章 情况不对劲 第四十二章 情况不对劲 老人之间 好像特别喜欢说话寒暄 明明一件小事 却能寒暄一俩小时 有些理解不了啊 等到所有人坐上桌子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 还好是夏天 冬天等寒暄完 不得吃冰茶子呀 我们家终于又出一个 有天分的厨子了 外孙女啊 你跟老爷回家 继承咱家祖传厨艺好不好 沈朝延完全没料到 老爷刚吃两口菜 就抱着自己的胳膊大哭 老爷 我没天赋 我不想当厨子 厨艺不是有舅舅在学了吗 沈朝延摇头 他不要 两辈子就没开启厨艺这天赋 菜好吃全是因为料 跟他没关系 胖老头用袖子把眼泪一擦 翻个白眼说道 这丫头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老人家 拒绝得这么干脆 嗨 眼泪白流了 说完干了两大碗饭 撑得扶着肚子 气哼哼地走了 沈朝延看得嘴角忍不住抽搐 这玩意 不是 这胖老头确定厨子 不是演戏专业派来搞笑的 炎炎他老爷 你别跟这丫头一般见识 他从小就性子直 你跟他生气 不是气着你自己个吗 李婆子看胖老子走的时候 还气哼哼地 赶紧劝说了几句 胖老头没说话 头也不回地白白手离开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多好吃的肉菜了 吃撑了 开口就感觉饭菜可能会跑出来 带回过头 李婆子点点沈朝延的脑门 你这丫头 咋能拒绝那么干脆呢 一点面子都不给你老爷留 多少人想学你老爷家祖传的厨艺 你老爷都不乐意教呢 也就你傻呀 沈朝延扶着奶奶的胳膊往屋里去 哪呀 我不想当厨子 那颠大勺多类人啊 你舍得你孙女儿 我去吃那苦啊 那倒也是 是怪类人的 给那么多人做饭 尤其是夏天哟 厨房热得跟蒸笼似的 那咱就不学了 李婆子认可的点点头 倒也不再替学厨艺那一茬了 沈朝延对厨艺实在没多大兴趣 可不能含糊不清的拒绝 万一非拉着自己学咋办 他还得种地呢 还得去医植点大树进空间呢 他还得去黑市卖粮食呢 还得给肚子里的崽子们找爹呢 突然发现 才重生到这个世界没两天 他就给找自己 找了一堆事了 说好的 守着亿万物资当咸鱼呢 沈朝延这边 老大 你看那边几个人 猴子咬着馒头 正四处观望 突然发现 一条巷子里有些异常 情况不对劲 黎毛猴子留下等 袁先生出现 三柱 走 跟上去 顾身看了一眼 立刻发话 老大 他们要往西边去 咱们跟上去 这边找袁先生的人手会不足 三柱提醒了一下 无碍 袁先生可以多等几天再找 这是等不得 走 顾身目光微冷 看着前方几个动作奇怪的人 老大 我们跟去他们老巢吗 三柱挠挠头 他想 他们这举动可不像是只干过一次这种事情的人 宁可猜错 也不能漏掉 顾身看着前面几个人的动作判断道 老大 他们往县城西边的黑市方向去了 西边黑市不会私下干这种缺德买卖吧 三柱有些气恼 亏他之前还以为这个县城黑市的人也不黑心啊 感情都是表面功夫 黑市本就鱼龙混杂 不可掉以轻心 一概而论 顾身淡淡地说了一句 黑市的人本就是一群因利用而聚集到一起的人 有利益诱惑 没什么他们不敢做的 这些人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最终坚守的底线 向他们这些人做出的事 他是不会放任他们继续下去的 老大 他们进院子了 我们要跟进去吗 三柱盯着那几个人 你在门口守着 有人出来立刻打运 我进去查看一下情况 顾身吩咐完 立刻从后院墙头无声地翻进院子 屋子里传来几个人的对话声 九哥 这批货可以出了 最近突然多了很多武装部的人守在各项子口 再拖下去 怕是不好运出去了 嗯 小五 你去联系运送车队 让他们立刻过来 最近县城确实有些不正常 这批有两成色上等的货 数量差了点也无妨了 安全要紧 九哥深深吸一口烟说道 九哥 上次寄走的那批水果 三哥有说什么吗 小五讨好的打探道 九哥拍拍小五的肩膀 你很不错 三哥说老爷子很喜欢那些水果的味道 有机会再想办法弄些 好好干 三哥那边还想明年调你过去呢 还多亏了九哥平时的关照 九哥 那我先去联系人 您先些话 吃点东西 负责守着这批货的小五 拱着腰说完 急忙转身出去找街头人 什么人 你 九哥话音刚落 就被打昏了过去 两个留守的小跟班 回过神才发现自己老大被人袭击了 立马拿着棍棒砍刀冲了上去 顾深侧身躲过砍刀 一个格挡握住挥向他的棍子 翻身一个扫风腿 踹倒拿着棍棒的小跟班 躲过棍棒 反手将拿着砍刀的人打昏过去 顾深忙着对方这些人 还没注意到屋子角落里 一个人看着他的动作 眼睛都亮起来了 顾深刚解决完屋里的三人 三柱冲进了屋子 老大 你没事吧 刚要逃出去的人 已经被我打昏过去了 三柱看看倒在地上的三人 又上下打亮了顾深一眼 没事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 我回东边了 顾深看了一眼屋里 直觉自己继续留下来 会是个麻烦 吩咐完三柱 转身离开 三柱在顾深离开之后 开始头疼起来 早知道 这次让狸猫跟来了 他一向不会处理这些麻烦 小队里处理这些事的 一直是狸猫 他只负责打架 老大 事情怎么样 猴子看到顾深回来 立马好奇地问道 嗯 解决了 顾深点点头 就知道老大一出手 就没解决不了的事 不过 三柱怎么还没回来 狸猫斜斜嘴角笑着问了一句 从他认识顾深起 就没见顾深失手过 后续还有些事情 需要他去处理 顾深简单解释了一句 狸猫想到了什么 眼睛微眯 嘴角勾了起来 那个傻大哥 此时应该很想自己吧 第四十三章 麻烦经 第四十三章 麻烦经顾深几人 本以为三柱 最多一两个小时左右 就会回来 却不曾想 直到天黑三柱 才哭丧着脸回来 狸猫 柱子 怎么了 猴子 你不会搞出什么麻烦了吧 三柱把头上的破草帽 往地上一扔 随即坐到地上 都怪那个麻烦经 要不是他一直缠着俺 追问老大的情况 要不那个什么人贩子头 也不至于半岛给逃了 什么 逃了 顾深几人疑惑吃惊的眼神 立马投向三柱 好似毫不思议 三柱说到这里 气得拳头捶了一下地面 你们是不知道多气人 就那些被人贩子抓的女人 俺给松绑了 让他们去找公安 来把人贩子带走 他们逃的逃 不走的 就开始哭哭唧唧的 你说吓着了 哭一下也没啥吧 有几个哭完就闹着撞墙 还有一个好看点的女人 一直拉斩问老大是什么人 不会是他们闹着闹着 把打昏过去的人贩子 给吵醒了吧 猴子十分好奇 那些人怎么把柱子弃成这样了 柱子烦躁的抓了一把头发 可不就是给吵醒了 俺正忙着阻止那个要撞墙的 发现人醒了就去追 结果 擦 猴子立马跳起来 傻柱 你说话不说重点 很欠揍知不知道 俺不是在说吗 三柱瞪了猴子一眼 又继续 特么的 那个一直缠着俺问东问西的女人 抓着俺的袖子不让走 还说什么 你走了 我们这些女人不安全怎么办 擦 地上几个人昏过去了 他们把人绑起来不就好了 结果那女人非拉着俺不让走 他要不是女人 俺早就揍他了 害得俺挣扎开 那人早逃没影了 三柱解释完 低着头认错 老大 俺没把事情办好 你发俺吧 这次是咱们私下行动 与任务无关 追捕人贩子的事 交给县里公安处理就行了 顾身简单说了一句 眼神悠悠地看向县城西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大 你是在担心 那虎人背后还有人 狸猫看着顾身的表情猜测 是有人 应该是个很大型的团伙组织 头目逃了 我担心剩下的人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怕是还有得麻烦 顾身点点头 他当时听到那伙人的话 直觉这个组织应该很大 这种事 全国应该不会少了 还是交给当地公安解决吧 咱们主要任务 还是袁先生 这都等一天了 半点动静都没有 县城黑市粮食卖完的消息 应该已经传出去了才是啊 猴子虽然也想去把那伙人解决掉 但是他们小队这次出来 是有任务的 嗯 人贩子这件事先放放 今晚留一个人守着 其他人回去休息 如果猜测不错 袁先生明天应该会出现 做好准备 顾身看了一眼 天色吩咐到 冷峻的脸上看不出喜怒 老大 俺办事不力 晚上俺守在这 你们回去休息去 嗯 顾身点点头同意 三柱 我会给你带晚饭的 哈哈 你这是恶虚了吧 狸猫听着三柱肚子 咕咕叫笑起来 还是狸猫你对俺好 俺今天跑的路太多 确实饿了 三柱脸有些羞红 柔柔肚子憨憨的说道 放心 一准有大白面馒头 比在基地吃的好 还多亏了黑市卖粮食 陈队那可得了不少粮食 咱们这次出任务 也算占了光了 猴子拍拍三柱的肩膀说完 跟着顾身和黎猫离开 县城郊外 一处破旧的普通民房里 马德 通知县城所有街头的地方撤 今晚必须全部撤离 竟然遇到了几个 多管闲事的恋家子 现在咱们县城的地方 肯定被公安盯上了 好不容易弄了一批好货色 还想这次让老爷子高兴高兴呢 结果差点把老子折进去 九哥坐在主位上 把桌子拍得啪啪作响 九哥 你也没看出来 是什么人搞咱们吗 民房里一个男人问道 九哥听起这就来气 老子要是知道是谁 绝对饶不了他们 草 下手真特么疼 先都隐藏起来 县城最近风不对 先是莫名其妙 出现个粮食贩子原先生 又特么出现一些面生的恋家子 两路人 咱们的人竟然都没摸清楚人家身份 九哥 你先吃点米饭 这两天刚才东边黑市买到的 平时可吃不上 民房里男人的媳妇端上了饭菜 老大 咱们西巷能不能也试着联系 联系那原先生 黑三那斯 这两天靠着那个公粮大户 眼看要垄断整个县城的黑市了 民房里的男人 看着桌子上晶莹剔透的大米饭 羡慕地说了一句 你以为老子没想啊 这年头倒腾粮食 可比倒腾人有搞头 东巷那边的内应 你觉得他会把自己财神爷的消息吐露出来 九哥吃口大米饭 越吃越闹心 看着着的发财路子 自己偏偏接触不上人 九哥 咱们的人最近一直盯着东巷呢 只要原先生一出来 咱的人保准把他拿下 我可屈你的吧 能不能长点脑子 那原先生能无声无息 弄这么大一批粮食进来 你以为他什么无权无势 随你拿捏的那些百姓吗 要你们去接触 去请 谁让你们动绑人的心思的 那是老子能惹得起的人吗 啊啊 九哥听了男人的话 拿起手里的筷子使劲敲了几下 民房男人的脑袋 九哥 轻点轻点 我皮糙肉厚的 当心你手疼 民房男人捂着脑袋 讨好的笑着说 去去去 赶紧办事去 把小五那条线的人全撤了 那个 你婆娘就别跟去了 过来给老子按摩 九哥倒也没继续打 拿筷子敲敲桌面 抬抬下巴 示意人过来给按脖子 快去 九哥叫你呢 男人推了一把傻站着的媳妇 那九哥 我先去了 让我媳妇好好伺候着你 男人意为不明地 瞪了一眼自己媳妇 转身出去 又把门给带上 九 九 九哥 这里倒行吗 啊 女人刚问了一句 随后一声惊呼 民房男人听到声音 脸色黑了下来 随即想到什么开心的笑起来 第四十四章 我养你啊 第四十四章 我养你啊 挖开两朵 各表一只 一夜无话 沈朝延第二天一早 从床上挣扎起来 哈哈 坐在床上 伸了个懒腰 听着外面动静 家里人已经吃过早饭了 正准备趁早上凉快 下地干活去 作为家里唯一的闲人 沈家人也习惯了 沈朝延这睡懒觉的习惯 随便怎么睡 只要不出去惹麻烦就行 沈建军出门前 还不忘朝屋里嘱咐一句 闺女啊 你可别自己去县城啊 沈朝延已经不想说话了 就知道 昨天一提去县城 这便宜爹就不放心 干脆不征求 他的意见了 偷着去呗 好在小弟今天又被滴了着 下地捡草去了 倒不用自己看着 方便出门了 等家里人都出门了 沈朝延已经在空间洗漱干净了 还吃了俩热腾腾的包子 喝了一杯鲜牛奶 他真是爱死了这金手指了 吃饭洗漱睡觉 简直不要太方便 收拾完出门 顺手从空间拿了俩鸡蛋出来 去隔壁邻居家 交代邻居等 沈家人回来 告知自己的去向 邻居老太太连忙点头答应 小心地捧着手里的鸡蛋 老脸都笑成了句话 出了沈家村 走过一段爬坡路 沈朝延四处看看附近没人 从空间拿出一辆二八大港自行车 说起来 还是前世校园流行的梗 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爱情故事 随之兴起了一股复古潮流 不过 史料记载这个时候的自行车 好像需要编号 不管了 快到县城再扔空间去 先标一顿下坡路再说 哇 难怪上学的时候 那么多人喜欢骑自行车 反而不喜欢开车了 迎风从高处俯冲下去 那是自由的感觉 迎着日出 随着山坡起起伏伏 植物从两旁掠过 沈朝延秀发随风飘荡 美 如果忽略车子上女孩的脸蛋 如果忽略路两旁枯萎的草木 这会是一幅多美的风景画 自行车的速度 果然比牛车快多了 不到一个小时 沈朝延就到了县城附近 一路上看了一些别人骑的自行车 果然和自己的有些不同 看着人越来越多 沈朝延赶紧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把自行车收进空间里 与之前沈朝延到县城时候的情况一样 沈朝延的颜值再次吸引了不少眼球 如果那些人不是看一眼之后 一脸一言难尽 不愿意再回头看的样子 沈朝延估计会自恋一下 唉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大家将就忍受一下吧 摇摇头 不再管路人的眼神 一路冲进县城 直奔黑市的方向 又到快到了黑市附近厕所的位置 沈朝延准备再次进去换装 却遇到了意外 沈朝延奇怪地看了一眼 拉住自己不让走的男人 却见到一张熟悉的脸 你怎么在这 顾身问道 他没想到会在黑市附近 看到自己的丑妻 想都没想上去拉住了对方 啊 是你啊 你是回来接我的吗 沈朝延变不答 看着对方眨眨眼故意问道 顾身有些尴尬 缩回手 从喉咙憋出几个字 我出任务 哦 那办完是要回家吗 沈朝延想着肚子里的宰宰们 想找机会 跟这动过房的丈夫 试着多接触一下 顾身抿了下嘴唇 带着雌性的嗓音回应 又追问道 嗯 有时间会回 家里是不是缺粮食了 想去黑市 沈朝延看着面前 这张人神共分的脸 歪了下头说 所以你是不想让我去 这两天 很多人都去了 也没事啊 今天不行 会有些麻烦 你先回家 我明天安排人 送些吃用的给你 你一个人出来太危险 你要知道 人饿极了 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你先去供销社等着 我找人送你回去 顾身看着自己妻子 这孩子般娇小的身板 这两年他见过 听过不少落单 被捉去当成食物的人 意子而食 有些地方也发生过 嗯 不用 我跟村里人一起出来的 就是看看 今天还有没有粮食卖 你刚才说 今天去黑市会有些麻烦 是什么意思 沈朝延有些纳闷问 难道上面不让黑市 继续卖粮食了 今天黑市不卖粮食了 你先离开这 别问那么多 顾身不愿意多透露 只想沈朝延离开 这是非之地 他不确定 接触袁先生 会不会和黑市的人 引发冲突 与你的任务有关 那好吧 我不多问了 你不用找人送我 我自己会回去的 沈朝延感觉 这男人想自己快点离开 倒也不再和他 继续聊下去了 只要不是上面 不让继续卖粮食了就行 他这次 可是准备了 五十多万斤粮食 嗯 以后不要自己一个人出来 还有 别再来黑市了 这是我的地址 你想买什么东西 写信告诉我 我想办法 可 这些钱票你先拿去用 以后我每个月 会给你寄生活费 顾身从兜里 拿出零零散散 好的 那我走了 沈朝延很干脆的 接过顾身递给的钱票 杨仔仔不能指自己 在这个当娘的付出 当爹的也得参与才行 冲着顾身点点头 转身离开 走了几步 沈朝延停了下来 想着他男人身上钱这么少 是不是跟这里 大多数人一样 过得挺辛苦的 沈朝延笑着转身 朝顾身喊了一句 哎 顾身 你要是在外面过得太累 就回家吧 我养你啊 顾身还在想 那女人怎么又停下来了 难道还想去黑市 念头还没转完 就听到了让他一声难忘的话 我养你啊 几个简单的字 在顾身耳边炸裂 仿佛烟火般 炸开在他的心头 一瞬间 我养你啊 几个字 如魔鹰一般 萦绕在顾身脑海 刺激的他 心脏剧烈跳动 他的耳边 仿佛只剩下了这几个字 他的眼睛 好像只能看见 那个很特别的姑娘 沈朝延看顾身半天没回应 猝了一下眉头 纳闷地转身离开 不对啊 这可是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无数女主因为这句话 感动得泪流满面 怎么到自己这里不管用了 难道自己表情不到位 第四十五章 我记下了 第四十五章 我记下了沈朝延郁闷地转身离开 却不知道他猜错了顾身的意思 在沈朝延转身走的那一刻 顾身感觉喉咙里 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顾身在衣袖下的手 紧了紧拳头 好一会儿伸出右手 按在自己心口 好似要压住 手掌心下 快要跳出胸口的心脏 看着已经走远的小姑娘 顾身酸色的喉咙里 无声地挤出几个字 我记下了 他会记一辈子的 从来没有人告诉他 累的时候回家 养自己 顾身咧开嘴笑了起来 常年冰冷的脸 在这一颗冰霄雪蓉 灿烂了起来 那么小小的一个姑娘 竟然想着要养自己 真傻 顾身摇摇头失笑 他果然如传言般的不同 之前那些传言 或许只是 他保护自己的伪装 顾身现在想对他的小姑娘说 别怕 以后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 你可以肆意地活成 自己想活的样子 可惜这些沈朝延都不知道 当然 他若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摇摇头说 脑不真可怕 沈朝延这边还在想着 以后怎么能多联络 联络感情 让自己这便宜丈夫 日后好多陪陪孩子 却不知道 他还没使出洪荒之力呢 顾身已经沦陷在 他一句情话的撩骚中 哎 不能不说 经典不愧是经典 即便过了再多年 那些经典的桥段 一样能打动人心 那些经过时间验证 却能在人们口中 长久流传下去的东西 无意不是精华 沈朝延此时 避开了去黑市的几条巷子 正往郊外的废弃工厂仓库走去 哎呀 终于知道哪里搞错了 沈朝延猛地拍了一下脑袋 那句话应该是男人对女人说的 自己现在反过来用 可不就没用吗 沈朝延无语地摇摇头 当时看着他男人钱 还没自己多 就脱口出了 果然 金钱使他膨胀了 使他飘了 竟然把自己当男人用了 怪不得撩不动那个冰块脸 他当时就应该深情地 看着顾身说 我渴望遇到一个人 他会身披战甲 脚踏五彩祥云来娶我 太 又搞错了台词了 他现在都结婚了 顾身都已经娶过他了 再说这么一句台词 是想给顾身戴一顶绿帽子吗 沈朝延脑子 想了一瞬 摸摸肚子 对着肚子里正在孕育的三个崽子说 宝贝们 你们爹有点难搞 恋爱108事 第一事是啥玩意来着 想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男人的胃 好像是这个吧 眼看废弃工厂快到了 沈朝延摇摇头 甩去脑子里那些情情哀哀的事 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闪身进了空间 再次出来 又成了那个封批男主造型 安静时温润美男 笑时邪魅少年 仰头是忧郁男神 发怒时冷酷封批教主 好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 精分俊美少年郎啊 当沈朝延走进废弃工厂时发现 附近隐藏了这么多人 这些人是保护仓库粮食 还是等自己 他估摸着 手仓带袁先生的可能性更大 沈朝延扯开嘴角邪魅的笑笑 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 姐姐我从地下走 可不是地上哦 他很期待这些人 看到满满的粮食 却见不到袁先生时候的表情 一定很精彩吧 真是爱死自己这个马甲了 搞完事情 却当个吃瓜群众 真是想想就激动 嗯 看来以后要多弄些马甲 暴露一个 还有一个 始终让人摸不透自己 安全 又能躲在一边看好戏 可怜的顾身等人啊 还想着找袁先生 却不想让袁先生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从此更加热衷于换马甲搞事情 沈朝延精神立查看到 有人隐藏在之前 自己用木戏已能 挖出来的洞口附近 干脆重新换了一个方向 操控着附近植物的根系 从地下再次挖了 一个两人宽的洞 另一个洞口 直接延伸到了仓库里面 沈朝延顺着地道 出现在了空荡荡的仓库里 挥手放了五十多万斤粮食 这次洞口不再做任何遮挡 直接从洞口又悄然离开 回头看着仓库方向笑笑 很期待之后的事情了 沈朝延开心地办完事情 乐呵呵地离开 准备当个吃瓜群众 欣赏众人惊呆的表情 顾身这边却着急了 猴子 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老大 我一直在盯着废弃工厂附近 没有人过来 通往后山那个隐蔽洞口 也没有人出现 狸猫在那边 猴子小声汇报 又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这个袁先生再不出现 他要晒成猴肉干了 情况有些不对劲 你去废弃工厂仓库看看 我在这边守着 顾身凭借多年的行动经验 总觉得这个时间点人 还没出现 有些不对劲 果然 不一会儿 猴子慌利慌张地跑了回来 猴子 你难得忘了行动守则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心态稳定 回去加练 顾身促眉说了一句 看猴子这情况 他是真如自己推测的 人已经来过了 猴子喘了口气 是 老大 我不慌张不行啊 你是不知道 仓库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运进去几十万斤粮食 这袁先生也太诡异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在仓库里面 开了个地道口子 神不知鬼不觉地放了粮食 还留了一张数量清单 你去通知狸猫 不用看着那个洞口了 我去一趟黑市找黑三 顾身留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 哎 老大 我们会合之后去哪啊 猴子急忙喊了一声 继续盯着仓库附近 顾身的声音 远远地传了过去 西边黑市的人 此时还在盯着废弃工厂大门 毫不知情 黑三爷 那些人监视得太紧了 下面的兄弟们 被吓到不轻了 暗处有一批人 明面上也有一批人 看着像西边黑市的人 无子一脸烦躁地 跑进院子里报告情况 袁先生现在就是财神爷 上面人想查也不意外 他们的人 你不用管 西边黑市的人 你都安排兄弟们盯着 我担心他们狗急跳墙 动咱们的仓库 黑三爷烦躁地 在房间走来走去 替袁先生担心不已 就怕这财神爷 被钉反了离开 是 三爷 我亲自带人去仓库那边 钉着了 屋子说完出去 把屋子门给关上 你怎么又回来 黑三爷听到身后的动静 转身一看呆住了 看来 三爷不想见到我了 第四十六章 久违了 袁先生 第四十六章久违了 袁先生 不不不 袁爷 我不知道是您的 哎呦 外面人可都在查探您的消息啊 您怎么还冒险过来啊 黑三爷连忙白手解释 又探头朝门外面看看 把门从里面锁上 袁爷 您坐 先喝点茶 这可是我托人弄来的 准备给您备着 您给品鉴品鉴 黑三爷亲自给坐在主位上的 沈朝延倒茶 安徽太平侯奎 还不错 沈朝延抿了一口 轻轻把杯子放桌上 得亏了钱 是老爸爱品茶 各种茶叶 自己也跟着喝了不少 要不他这次 还真没法装高深 锦绣茶王香竹庆 武夷山母树大红袍茶 西湖龙井 安徽太平侯奎 老爸的珍藏 不让家里人随便喝 说你们不会品太浪费 自己当时看价格炒得挺贵的 偷偷喝了不少 连自己这个不懂茶的人都觉得好喝 还惦记了很久 可惜 末世之后 很多植物都变异了 也没机会去找些茶叶遗植 自己外出搜寻物资 找到的茶叶都留给老爸了 自己空间里一点没留 如今再次喝到这种茶叶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野喜欢喝 我这里还有两斤给原野带上 黑三爷直接把剩下的茶叶 用罐子装好 递给了沈朝延 嗯 货 已经运到之前那个仓库了 56万斤左右 大米面粉 这次是15万斤 红薯土豆10万斤 剩下25万斤 是没脱锹的碎米碎麦子 还有一些米糠 米面按之前的价格 碎粮跟红薯土豆一个价 米糠照旧 沈朝延又端起茶杯 用茶杯盖子剥了剥扶着的茶叶 低头抿了几口 呻 原野 这次这么多啊 这货款您看 黑三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位还真是能力吓死人呢 老样子 能拿出多少给多少 剩下的卖完之后结算 沈朝延放下茶盏 食指盒中指手指清点桌面 神色淡淡的 原野够大气 原野 这是上次的货款 您点点看 黑三爷双手递上一个纸包 恭敬的递到沈朝延面前 不用点 我信你 对了 我需要一些票 各种票 你看看给换些 最好是那种日期长的 能全国通用的那种 钱你从货款里扣 沈朝延突然想起来 家里人很缺买东西的票 立马补充一句 行 原野您稍等会 我去给您找些票过来 另外 我去给您准备这一批的货款 一开始没想到 您能给那么大的量 黑三爷说完转身出去 又轻轻眼上门 他既是去准备钱盒票 也是去确认货 是否有五十多万金 黑三爷走远之后 沈朝延看着屋顶 笑笑说道 听了这么久也累了吧 可要下来喝口茶 沈朝延早就发现有人过来了 只是精神力探查到是顾身 便装做不知道有人偷听 久违了 袁先生 顾身没想到 这人竟然发现了自己 倒也大方跳下屋顶 从门外进来 对着沈朝延抱了一下拳头 官方的人 沈朝延看着来人 挑了一下眉 明知故问 袁先生果然不凡 难怪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弄那么大批粮食进县城 不知袁先生 来这个小县城的目的是什么 顾身与沈朝延并排坐下 给沈朝延添了一杯茶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如你所见 来卖粮食 沈朝延懒懒地往椅子背上依靠 开口答道 袁先生刚从国外回来 顾身试探地问 直说目的吧 我不喜欢这样相互试探 沈朝延淡淡地瞥了顾身一眼 这男人真帅啊 适合挂在墙上欣赏那种 既然袁先生开口 那我就直说了 一是我方想知道 袁先生是否会做对我们国家不利的事 二是 希望能和袁先生做粮食生意 不知道袁先生是何意 顾身看主位上淡然慵懒的少年 倒也没在试探寒暄 直接说了目的 我也很喜欢这个国家 并不会做不利于国家之事 你们可以放心 粮食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找黑三爷 需要多少 提前跟黑三爷报个数 价格和给黑三爷的价格一样 如何 可满意 沈朝延扯开嘴角 连往顾身的方向一凑近 看着顾身的脸邪眉一笑 顾身愣了一下 这就完成任务了 是不是有点 太快了 不 男人怎么能说快呢 是不是太过顺利了点 怎么 不满意吗 那你来找我 总不会是为了把我抓回去审问吧 你可要想清楚哦 一 你不一定能抓走我 二嘛 抓了我 可没人能拿出这么多粮食了 沈朝延看对方冷着脸没反应说道 之后端起茶杯 喝了一大口茶 说太多话 真费口水 袁先生误会了 我只是没想到 袁先生会那么快答应与官方交易 顾身回过神 他有些不大适应袁先生这般洒脱不羁的话风 他们之前猜测 袁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稳重男人 或者是个心思难辨的年轻人 唯独没想到众人口中的袁先生 黑是头子嘴里的袁爷 其实是个洒脱直接的美少年 我的目的很简单 一是正点钱 二是帮一帮饥饿中的同胞 既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以后可否不要探查我了 沈朝延放下茶杯 暗叹喝饱了 随即挑了下没说到 只要袁先生不做危害 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 袁先生在国内是自由的 顾身回答 沈朝延翻了个白眼 这话还不如不说 算什么回答 这么含糊其词 看来还是没放弃调查自己 行吧 随你 还有事 沈朝延也懒得纠结 反正他们查不到自己 爱查就查去吧 反正他都劝了 人家还非要浪费人力物力 他也没话说 毕竟人只信自己查到的 袁先生可否最近 就与我们交易一批粮食 多少 什么时候交货 一 可 三百万斤粗粮 一个月内交货 顾身本想说一百万斤 想到对方可能会压量 临时改了口 不行 沈朝延皱了下眉头 又要粗粮 他得中的中到什么时候去 袁先生 可是价格不满意 我们还可以商量 顾身猜到对方会拒绝 打算继续讨价还价一番 试探对方的底线 番外沈朝延回答 你看吧 没上限 第47章 好特么大一个坑 第47章好特么大一个坑 那倒不是 主要是没那么多粗粮 里面可以吗 实在不行 碎稻谷碎麦子 价格和粗粮一样 沈朝延表情有些不耐烦了 他都把稻谷和麦子当粗粮卖了 还要怎么样 非要粗粮 不 嗨嗨 顾身刚喝到口的茶喷了出来 竟然一点折扣都不压 就同意了 还把水稻和麦子当粗粮卖 这袁先生是不是有点太单纯了点 嗯 还不行 那五百万斤总降了吧 反正要粗粮没有 拿不出来 哼 你爱要不要 就这么多 沈朝延看着男人一副吓到的样子 还以为他在担心玩不成任务 作为自己宰宰们的爹 他尽量帮他一把算了 反正对他来说是小事 总不能让他玩不成任务被罚吧 袁先生 你确定是五百万斤 不是五十万斤 顾身从一开始震惊粮食的价格 到震惊袁先生能拿出来粮食的数量 仅用了一秒钟 就调整了心态和神情 你要是只想买五十万斤 今天就能从仓库运走 沈朝延一愣 有些不明白 这男人在想什么 面无表情 好难搞 五百万斤 粗粮细粮都可以 只是钱需要分批给 还希望袁先生谅解国家现在的处境 顾身严肃了表情说道 那行 下午一点交货 你准备好地址 和装粮食的袋子 交给黑三爷 钱不够 可以用金银珠宝古董字画抵扣 我都行 一周内凑够就可以 沈朝延说完打了个哈欠 眼睛顿时水汪汪的 像只迷失的小鹿 顾身看了一眼 别过头不看 他突然有种 在欺负单纯小朋友的感觉 擦 你你你 你怎么又来了 袁爷 他他一直想打探你的身份 黑三爷进屋一看 多了一个人 还是给自己造成心里阴影的人 顿时吓得跳起来 吓得这么狠 你们之间有仇啊 沈朝延瞪着眼 好奇看着俩人 顾身 没有 黑三爷 有 你们之间的事 自己解决吧 我先走了 沈朝延摇摇头 从黑三爷手里 接过钱票 转头走向卧室 袁爷 你走错方向了 那边是我的卧室 黑三爷提醒道 哦 我知道 沈朝延答了一句 脚步不停转眼不见了 靠 好他妈大一个坑 黑三爷看到自己卧室突然多出来的洞口 眼珠子差点瞪的掉地上 他每次出现 都是从地下嘛 顾身突然问了一句 呼 奶奶的 吓死俺了 你走路没伤啊 人吓人 吓死人知不知道啊 黑三爷按着快被吓得跳出来的心脏 疯狂吐槽 顾身一如既往冰冷着脸 淡淡的看着黑三爷不作声 可 那什么 袁爷出现的方式 每次都不一样 他就是挖地道 挺有一手的 那个 袁爷你也见到了 还有事 黑三爷看着顾身的眼神 想到那天的胖奏 缩缩脖子回答 给我弄些袋子 能装五百万斤粮食那么多的袋子 还有 下午别出去 我把给袁先生的地址和钱给你 你转交给他 以后找袁先生采购粮食的事 我会安排人联系你 顾身难得一次说这么多话 说完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猛逼的黑三爷 哎 那个谁 你别走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 黑三爷看着顾身离开的背影器的跳脚 又任命的去准备粮食袋子 对了 咔咔咔咕咚一声口水吞夜声 妈爷都是大佬啊 一次采购这么多粮食 袁爷果然是财神爷 那么老多粮食都能搞过来 相比起来 还是袁爷的大腿更粗壮啊 我黑三果然命中带福气 袁爷这种大佬都能主动找过来 哈哈老子发达了 黑三爷想到这些插腰豪放的大笑 果然坐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 他黑三可比猪聪明多了 九哥已经查到了 那天搅合咱们好事的人 一个叫顾身 一个叫刘三柱 他们是部队里出来的 顾身是带队的队长 来现成执行任务的 西边黑市负责打探消息的人 找到郊外民房里 报告查到信息 部队里的人 难怪身手那么好 九哥不自觉揉揉脖子被打的位置 继续问道 还查到什么了 那个顾身的身份查不到 不过打探到他结婚了 对象是沈家村一个村姑 打探消息的人继续说 只是表情有些不自然 顾身这边我们不好动手 那就去找他媳妇好了 弄丢了我们的货 就拿他媳妇交差 九哥 那个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我觉着 卖了他媳妇 估计是在帮他的忙 顾身那个媳妇有点 有点丑 怕是卖不出去 打探消息的人 一脸一言难尽的说 什么意思 九哥扭头看着支支吾吾 一言难尽的小跟班 是这样的 顾身那天路过沈家村 救了落水的村姑 那村姑看顾身长得好看 就赖上了人家 然后 那家人都挺极品的 硬逼着顾身娶了他们家丑姑娘 顾身大婚第二天就跑路了 哎 哥我被逼取那么的媳妇 我也跑 打探消息的人 都有些同情那个当兵的了 长得很丑 九哥看小跟班 这一脸纠结同情的样子 好奇了 也说不上丑 就是很特别 看一眼就忘不了 但是绝对不想看第二眼那种 我见过一次 我估摸着老鼠城京长啥样 他就长啥样 个头还跟十二三岁的孩子似的 打探消息的人 脸上表情莫测的 把打探到的消息说完 哈哈哈哈 好 丑好啊 那不卖了 留给顾身享受吧 哈哈哈哈 九哥听着小跟班的描述 忍不住笑出声 有种出了闷气的感觉 那家人有什么好下手的人吗 最好是那种 动了之后 能让对方恨上顾身的人 九哥还想报复顾身 有 顾身妻殿 五岁 顾身妻子 就这一个亲弟弟 那孩子要是因为顾身丢了 那丑女人 估计不会让顾身好过 打探消息的人说 去 把那孩子搞过来 九哥咬着牙吩咐了一句 第四十八章 差点掉马甲 第四十八章 差点掉马甲 沈朝延这边办完事情 离开黑市 却不知道 自己便宜爹 已经找来县城了 想着反正顾身那伙人 已经知道自己是袁先生了 也就懒得 再换装避开他们了 下午一点 还要去把给顾身的那一批货放过去 来回换衣服 换装容 也挺麻烦的 说来 之前只是熟悉了一下 县城的整体布局 还没好好看过供销社内部 可以去看看 嗯 听说国营饭店饭菜不错 中午去尝尝 顺便看看那大厨舅舅 沈朝延刚走到供销社附近 就遇到了自己老爸 正想开口打招呼 突然意识到 自己现在打扮的可是袁先生 好险 差点掉马甲了 看到便宜爹这么着急的样子 沈朝延有些无语 老爸不会是来找自己的吧 不得不说 沈朝延真相了 沈朝延离开家不久 沈建军就跑回去了 本来是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 刚下地 越想越觉得 闺女不会听话 很可能偷偷溜去县城 沈建军跟老娘说了一声 就着急忙慌往家里跑 想看看闺女是不是老实在家 好吗 刚到门口 就遇到邻居老太太坐在门口 然后告诉他闺女去县城了 担心闺女的安全 沈建军立马往县城跑 希望路上追上闺女 没办法 村里牛车今天下地 他只能腿着去县城 哪能追上沈朝延的自行车呀 这不 沈朝延都办完事出来了 才遇到刚到县城不久的沈建军 沈朝延朝沈建军的方向走去 突然想起来 家里除了顾身之前给的彩礼钱 好像总共就一百多块钱存款 瞬间有了一个主意 原本家在夜下 装着货款和票的油纸包着的信封 在沈朝延路过沈建军身边时候 突然掉了 沈朝延装作没发现的样子 继续往前走 同志 你站住 你东西掉了 沈建军突然开口 拉住了要走的沈朝延 沈朝延嘴角抽搐 翻了个白眼 说好的便宜爹 喜欢占便宜呢 白掉的东西都不要 啊 我东西掉了吗 沈朝延只能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回头感叹了一句 从沈建军手里 结果装了钱票的纸包 小同志啊 这么大的东西 从你搁置窝掉了 你咋能没发现呢 也太粗心了 幸好遇到了我 别人捡了 还不一定给你呢 沈建军一脸无语的说道 哼哼 想事情想入迷了 没意识到 谢谢叔了 叔 这东西对我十分重要 您给留个地址 我办完事 一定上门感谢您去 沈朝延一脸真诚 看着沈建军说道 哦 我家在前进公社 沈家沟大队 我是沈家村的沈建军 你一进村 左边属 第一家就我家了 上门记得带礼物啊 沈建军没丝毫客气 就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 沈朝延都无语了 刚才还一副 实惊不媚的样子 这会儿又占便宜 失快的嘴脸 不愧是那个便宜店 嗯 您放心 我到时候一定带众里 上门道谢 您忙 我还有事先走了 沈朝延朝沈建军 淡淡的点点头 转身进了公销社 回头看了一眼 便宜老爹又在公销社门口 满脸忧愁的走来走去 沈朝延从兜里 实则从空间 拿出一张十块的大黑石 和几颗大白兔奶糖 随后笑着走向公销社门口 一个面黄鸡兽 看起来有些机灵的小孩面前 小朋友 你帮姐 不是 你帮多个半件事 这钱和糖豆给你怎么样 哥哥要我做什么 小孩看着沈朝延手里的东西 眼睛充满渴望 你去跟门口那个 走来走去的大叔说 你见过一个跟你差不多高 长得黑黑的 眼睛像黑豆的小姐姐 跟他说 那个黑黑的姐姐告诉你 如果遇到一个桃花眼的大叔 让他去国营饭店等他 先给你躺 办完事到公销社找我 我再给你钱 沈朝延在小朋友面前 小声交代清楚 哥哥放心 我肯定能办好 机灵的小孩 开心的接过糖果 跑向沈建军 不一会儿 沈朝延就见沈建军 果然朝国营饭店去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着办完事跑回来的小孩 沈朝延闭开人的眼睛 悄悄把一张大黑石 和几张粮票 塞进小孩手心 乖 拿回去找大人去 别一个人在外面 沈朝延说完拍拍小孩的脑袋 进入公销社里面 小孩紧紧攥着手心里的东西 双眼通红 看着沈朝延的后背 好久没有人对自己这么好了 沈朝延并不知道身后小孩的表情 他此时正双手插兜 兴奋地看着公销社的东西 准备买买买 虽然里面的东西不多 但是他好久没体会到 逛街买东西的感觉了 末世至今 那种购物的乐趣就没了 因为空间存货太丰富 压根不需要买 这次不一样 他突然就想买买东西 体会一下 有钱随意花的感觉 沈朝延这身打扮 一进公销社 那就像一盏探照灯 掉进了黑暗中 明焰照人 周围的人 瞬间自觉跟他保持了一段距离 好像怕弄脏了这人的衣服似的 之前还指高气扬 满脸不耐烦的售货员 瞬间笑容满面 亲切热情起来 同志 你想买什么 随便看 靠近沈朝延的一个售货员 眼睛亮成千瓦的灯泡 立马笑的露出八颗牙 招呼沈朝延 来十斤糖饼 十斤大白兔奶糖 十斤芝麻酥 沈朝延看着柜台种类不多的零食 一样要了十斤 嗯 那个 不好意思 同志 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三斤 不过 我可以把我今天的份额让给同志 我给你每样包六斤可好 售货员有些尴尬到 还有我 我的那份也让给你 又一个售货员小姑娘 红着脸蛋说着 沈朝延挑了一下眉头 微笑着 那就多谢两位漂亮姐姐了 哎 不客气 同志 太客气了 两位售货员姑娘脸 瞬间红成的主熟的瞎人 沈朝延有些好笑 果然长得好看的 到哪里都有优待 他突然在想 上次跟便宜爹他们来供销社的情形 他可没少说到白眼 先进衣裳 后进人 不外如是 既然他们愿意 为自己开后门 那他就趁机多买点好了 一会儿直接拿去给便宜爹 自己每次从空间拿东西出来 还要想办法找借口 这下有光明正大的借口 把东西拿回去了 第49章 贝维 第49章 贝维布料买了20尺 还是售货员们给挤出了份额 才凑了那么多 烟 沈老头好像喜欢抽汗烟 不知道喜不喜欢这种 还是买两条大前门吧 酒妈 直接把上面摆的 仅有的两瓶茅台买走了 好像资料记载 哪一年的茅台 很有收藏价值来着 算了 这点不够塞牙缝的 找机会去大城市再买一些收藏吧 不值得纠结 又买了一个缝纫机 留了沈建军家的地址 让回头送去 最后还是买了一辆自行车 谁让空间里自行车没有牌呢 不能正大光明的骑出去 如此不到半小时 沈朝延就把供销社值得买的东西买完了 供销社东西太少了 他还没买金信呢 要不是发现 周围很多羡慕极度恨的眼神 沈朝延还准备再多买点回去 毕竟机会难得 这次干脆以回报老爸实惊不昧为借口好了 完美 沈朝延推着自己的自行车 车子前杠和后座上色满了东西 迎着一群人打亮的眼神离开了供销社 他可是一点会被抢的觉悟都没有 自己有强大的能力 这就是他灾年还敢如此招摇肆意的底气 云先生 沈朝延突然被一句大喊声惊地抬起头 这人是魔鬼吧 不知道整个县城都在找自己吗 还大街上大喊 随着那人挥手向自己打招呼 大喊 他立马成了大街上的一个聚光灯 袁先生 原来他就是低价卖粮的袁先生 袁先生 多谢您放了大批粮食 救了我们一家人 袁先生 我见到活的袁先生了 好君啊 沈朝延瞪了第一个喊自己的人一眼 看着人越来越多 向自己围了过来 沈朝延嘴角抽了一下 二话不说 骑上自行车疯狂跑路 自行车后面还跟着一群人大喊 袁先生 沈朝延被追得无奈 转到一个僻静巷子里 连人带车闪进了空间里 太吓人了 沈朝延坐在空间的地上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 又把腿上的内增高给甩到一边去 累死了 穿着内增高登自行车 谁登谁知道 腿快废了 太 到底是哪个二货喊自己 不对啊 那人刚才喊的时候 好像语气有些试探 看自己抬头才大喊一声 擦 自己把自己坑了 跑什么啊 这不是变相承认自己 就是袁先生了吗 在空间待了半个小时 沈朝延才把内增高又穿上出去 他还要去找老爸呢 还要去尝尝国营饭店的饭菜呢 果然 出去之后 那群人已经离开了 袁先生 巷子脚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靠 又特么是你 你谁啊 在这干嘛 沈朝延真是后悔没精神力 探查一下附近巷子 是我啊 袁先生还记得我 我是西边黑市的 停 我不想知道你是谁了 你离我远点 再敢大街上喊我袁先生 我揍死你 沈朝延咬咬牙 没好气的说道 袁先生 您等等 我们西市也想跟你做生意 价格绝对比东边黑市高 那人还跟在沈朝延后面说 你过来点 沈朝延朝那人招招手 嘿嘿 袁先生 咱们去西市谈吧 那人毫不犹豫的走上前 头靠过来点 沈朝延淡淡的说了句 哎 袁先生您说 那人耳朵靠过去点 我刚说了 再喊我袁先生揍你 沈朝延说着 对着那人脖子 一个砍刀手 圆 碰 那人一个字没说完摔到地上 沈朝延无语的翻个白眼 看了地上人一眼 推着车子走了 不怪我呀 你自己找的 谁让你不听劝 躺话吧你 袁先生 咳吗 沈朝延又听到有人喊自己 刚要爆粗口 看见一个熟悉的人 话突露了一半 又咽了回去 咳 那什么 你怎么在这 沈朝延握拳底在嘴巴清壳 眼是尴尬 袁先生这事 有些沙哑雌性的嗓音响起 沈朝延感觉耳朵快怀孕了 这该死的声音空哦 这男人声音这么好听干嘛 有人犯罪啊 不怨我 他先招惹我的 我没害人 沈朝延揉揉迷失方向的耳朵 怂怂间解释了一句 嗯 袁先生说过 不会做危害国家和国民的事 我是愿意信的 顾身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点头回答 你不去找放粮食的地方 来这里做什么 别说巧合 沈朝延别别嘴问了一句 街上看到袁先生被围 以为袁先生需要帮助 顾身看了面前单纯好看的少年一眼 语气不自觉柔和了几分 如你所见 地上那人害的 我才揍他的 沈朝延抬抬下巴 傲娇地说 嗯 他活该 袁先生要去哪里 我护送你一段 顾身想起 刚见到面前少年被追的场景 眉头猝了一下 提议护送 我要去国营饭店吃饭 啊 对了 你请客吧 我卖给你那么多粮食 够你完成任务的了吧 沈朝延正想找机会 多接触下这男人 好歹试着联系下感情 看是不是和当仔仔门的爹 这送上门的机会 不用白不用 沈朝延想得嗜好 却忘了自己 现在是袁先生的打扮 联络感情 也是联络的袁先生 和顾身的感情 想象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感啊 顾身平时就一副冷冰冰话 极少的样子 沈朝延也是懒懒散散 不喜欢说话 结果俩人一路无话 到了国营饭店 沈朝延看看国营饭店的大门 暗暗松了一口气 太特么尴尬了 俩人一路静默状态 联系个毛毛的感情哟 宰宰们 你们这点有点难搞啊 好像很不好撩的样子 我太难了 穿到这个时代 还要盗追男人 为了崽子们将来健康成长 我也是拼了 那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酸甜苦辣咸 肉还是素 沈朝延突然问了一句 不挑 能吃都可以 顾身淡淡答道 口味这么随便的吗 沈朝延看了顾身一眼 这么随便不挑剔的口味 请问他要怎么抓住他男人的胃 谁说的女追男隔层沙的 这是隔了层撒哈拉沙漠吧 盗追男人也太难了 他不想干了 袁先生可知道前线的情况 顾身突然问了一句题外话 什么 沈朝延抬头 纳闷话题跳得太快 第五十章 没找着人 第五十章没找着人 如今国内粮食还比较困难 前线很多战士 一顿只能吃一个土豆 顾身眼神有些淡淡的忧愁 看着面前的少年说道 那你把粮食运走之后 能解决前线问题吗 还缺药品 纱布 棉衣 袁先生可否运些这类东西过来 价格方便 袁先生尽管开口 顾身表情有些严肃 眼里几分期待的看着沈朝延 女婿 你回来了 一声惊呼声 打断了顾身和沈朝延的谈话 顾身微微醋眉 他正等着袁先生的答复呢 谁打断了袁先生的话 女婿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快跟我回家看看去 国营饭店门口等 沈朝延的沈建军 几步冲上前 惊喜的抓住顾身的胳膊 岳父 顾身松开了醋着的眉头 淡淡喊了一声 女婿啊 你见到颜颜没 他一个人来县城了 我到现在都没找着人 沈建军连忙开口问 也不知道 国营女是不是听说女婿回来了 才往县城跑的 他还没回去吗 他之前 说和村里人一块来的 顾身的表情 瞬间冰冷了几个度 眼里多了些担忧之色 什么 你见过颜颜了 什么时候 沈建军吃惊又急切地问 可知道 他和村里什么人一起出来的 要去哪吗 顾身之前还担心 那么小小的一个姑娘 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这会儿人竟然找不到了 所以 他之前说回去 是在骗自己 哎呦 我哪里知道啊 我下地干活去了 等我发现他来县城 就急忙追过来了 哦 之前有个小孩带口信说 颜颜让我在国营饭店等他 沈建军急得搓了一把脸 赶紧跟女婿说明情况 嗯 那岳父先别急 在国营饭店等着 我出去找找 顾身听了沈建军的话 眼里的担忧淡了几分 他相信 他会说到做到的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和他接触不多 内心却总会不自觉地信任他 这就是妻子吧 袁先生 很抱歉 今天不能陪你了 我要去找我妻子 顾身歉意地看着沈朝延说 转身又给了岳父一些钱票 岳父 这些钱票你先拿着 帮我请袁先生吃顿饭 我找到人就过来 哎 好 你刚说啥玩意 袁袁先生 是那个卖粮食的袁先生吗 沈建军接过钱票点头 突然反应过来 猛地看向女婿旁边的人 眼睛都快瞪成了探照灯了 嗯 袁先生不想惹人眼 岳父低调点 好生招待 我先去找人了 顾身交代完岳父 朝沈朝延点点头 转身离开 他其实不想跟岳父 透露袁先生的身份 只是想到岳父的作风 觉得还是说出来保险些 别回头 岳父把袁先生当普通人 抠门占便宜 把人给得罪了 沈朝延默默地站在一边 看着老爸和丈夫 讨论自己丢的事 内心大无语 这一个两个 是不是太不放心他了 他好歹18岁了 又不是 没成年的小朋友 来个县城 还丢 沈朝延本来还想 是不是要找个地方换装 到自己便宜爹面前露个脸 结果 念头还没转完 沈建军就拉着 沈朝延的胳膊不放 哎呀 来来 袁先生快进去做 咱们边吃边聊啊 真没想到 你就是大家袁先生 咱们还真是有缘呢 沈建军压低声音 开心地拉着沈朝延入座 看到便宜爹这状态 想想还是算了 万一自己现在一出现 估计别想离开他的视线了 吃过饭 还要去给顾身 放一批粮食呢 还是让便宜爹 再等自己一会儿吧 想到这干脆顺势 跟着沈建军坐下 大叔啊 还真是谢谢你的值钱 捡了我的包裹了 为了表示感谢 这顿饭我请 大叔想吃什么随便点 客气 袁先生客气了 我女婿可是交代了 要好好照顾你的 今天可是供应的有红烧肉 还有大米饭 多亏了袁先生 给县城运的粮食了 沈建军一脸感激 他可不是谁的便宜 兜斩 能请袁先生吃饭 那是别人想都想不来的荣誉 他回村有的吹了 沈朝延看着老爸 一脸感激又崇拜地看着自己 很是心虚 要是有一天 沈建军发现他闺女 就是袁先生 回想起这一幕 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揍 大叔 之前说好的感谢大叔 您可不能推辞了 再说 您觉得 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沈朝延是绝对不想让老爸请客的 还是这种带着感激的状态 他心虚的很 也是啊 袁先生怎么可能差钱呢 您这指缝里漏点 就能救活一个县的人了 您可是咱们县城的活不萨 来 袁先生先喝口茶 沈朝延立马抢过茶壶 先给沈建军倒了一杯 说啊 我是晚辈 哪能让您动手呢 我来 您坐着就好 沈朝延感觉自己快尴尬死了 韩萱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就不该留下来吃饭 这 袁先生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您这年龄 还真和我闺女差不多 哎呦 说起 我这不省心的闺女 到底哪里去了 沈建军这会儿 又想起自己闺女了 立马又坐立不安 没心情寒暄了 说 您安心等着 他肯定丢不了 嗯 这国营饭店菜 是不是少了点 只有四种菜可以选啊 酸辣萝卜丝 醋溜白菜 红烧肉 辣椒炒鸡蛋 主食面条 大米饭 三合面馒头 沈朝延念着 写在公告板上的菜 有些失望 这饭店朴素了点 嗨 袁先生 这算是好的了 之前您没给放粮食的时候 还没大米饭和馒头呢 有红烧肉也是胆巧了 平时吃肉都是碰运气 沈建军听到饭菜回过沈解释 哦 那样点一份吧 价格还挺便宜 才几毛钱 红烧肉 才一块钱一份 沈朝延也只是纳闷了一瞬 想到是灾年有食物就不错了 也就没多说什么 叔 村里还缺粮吗 我让人单独卖给 你们村里一批粮食 沈朝延终于找着机会 补贴村里人了 只要村里人都有饭吃 那他们家以后天天吃肉 也就不会引起公愤了 为了带着一家人 在灾年过得好点 他也真是煞费苦心了